地零零腰章 穿成了全家的宝贝疙瘩 诺诺啊 你醒醒 你可不要吓妈 你要真的这样走了 妈怎么办 诺诺 许诺睡得昏昏沉沉的 只感觉有人在她的耳畔哭 哭得很是难过 她听着心都揪到一块 可是许诺好累 真的好累 因为她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为了这个手术 她单精节律 好不容易成功 所以现在只想睡到天昏地老 可 不对 妈 她没有妈 她是个孤儿 在这个世界上无牵无挂的 哪里来的妈 她正疑惑时 一段不属于她的记忆 源源不断地涌入她的大脑 她穿越了 她穿成了1977年 棉花村大队长家的小闺女 许诺诺 许诺诺今年18 长得肤白貌美 是全家人手里的宝贝疙瘩 就是因为被家里保护得太好了 所以凡是受不得一点委屈 她不喜欢家里安排的对象 就毅然绝食 结果不小心真把自己做死了 想到这里 许诺不禁唏嘘 她怎么忍心 大概是因为接受了原主所有的信息 许诺的脑子清醒了几分 她慢吞吞地睁开了双眼 映入眼帘的是 截了蜘蛛网的房梁 还有许母那张苍老的脸 许母一看许诺醒了 激动得一拍大腿 老大媳妇 快 你小妹醒了 快 给你小妹冲一碗红糖水 许诺对上许母关切激动的双目 她的心里躺过一股暖流 更有一种亲切感 妈 让您担心了 许母先是一正 随即一把抱住了许诺 诺诺啊 你没事就好 你没事就好 妈的错 妈不该逼你 不该逼你 许母抱着她 她闻到许母身上的气息 她整个人像是被暖流包围一般 她的手慢慢落到她的后背 轻拍了拍 大概是上了年纪 又因为常年下地干活的原因 许母的后背瘦骨鳞循 摸着全是骨头 许诺不禁心酸 妈 不怪你 是诺诺自己一时犯糊涂想不开 诺诺现在想明白了 您都是为了我好 许母抱着许诺的身子一僵 舒尔摸了摸她的额头 丫头可还有哪里不舒服 许诺摇了摇头 妈 我只是有些饿 没有哪里不舒服 她不能太激进了 毕竟是许母疼了十几年的孩子 万一她变化太大 让许母察觉到了什么 许母一听 许诺饿了 又开始催促 老大媳妇 红糖水 你还没冲好吗 许大嫂匆匆忙忙地端着碗进来 妈 来了来了 有些烫 所以我拿扇子扇了扇 许母接过红糖水 拿勺子小心翼翼地 喂到许诺的嘴里 一面吹着一面说 小心烫 许诺喝了一点点红糖水 水到嘴里 慢慢地蔓延开来 一丝一丝地 像是甜到她心里去 她是个孤儿 长这么大 第一次有人这样照顾她 她不禁一片动容 她最最奢望的东西 居然成真了 喝着喝着 许诺的眼泪 不争气地往下滚 许母心疼地抹了抹她眼角 诺诺 别哭了 妈不逼你 你实在不想嫁 那就不嫁了 许诺仰头摇头 妈 我就是觉得自己不懂事 把您吓坏了 许母迫气微笑 什么吓坏不吓坏 只要我闺女好好的 没事就成 你还想吃些什么 我让你大嫂做 许家大嫂钱文芳 与原主的关系十分要好 只因钱文芳13岁那年被蛇咬 才十岁的原主 不顾一切地给她吸毒 她这才活下来 所以两人的感情极好 钱文芳成为她的大嫂后 两人更是亲密无间 原主绝食到昏倒 钱文芳也是心急如焚 她给她做了不少的思想工作 可原主都执拗得 不嫁家里定的那个肖同志 钱文芳其实心里知道 原主喜欢的是村里那个知青 但是那知青自从回城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 她却还在傻傻地等 许诺想到这里 看向旁边的钱文芳 嘴角轻扬 虚弱地说 大嫂 我想吃你做的番茄鸡蛋炒面 钱文芳重重地点头 成 我马上去做 一会儿就好 见她终于主动要吃东西 不再执拗 钱文芳也替她高兴 没一会儿 钱文芳就把炒面端过来了 许母出去了 屋里就只有许诺和钱文芳两人 钱文芳见四下无人才到 诺诺 你要嫁的那个肖同志 在军区是个团长 父亲去得早 他母亲与妈又是手帕交 他与二弟也是战友 他家里还有个十七岁的弟弟 诺诺 你嫁过去 不会受委屈 都是知根知底 且还这么能干的人 他配得上你 至于你的那个李之青 他不会回来了 你看他走的这几个月里 可给你来过一封信 你这样 啥等着也不是办法 知道不 许诺捶下言简 大嫂 你知道我为啥突然这么想死吗 钱文芳听着有些紧张 嗯 因为李大哥给我来信了 他说他不回来了 他城里的父母 给他找着工作了 钱文芳一拍大腿 这个混蛋 我就知道他是吊着你玩 许诺假意难过的抽气了两声 大嫂 那会儿我是真的不想活了 可真的去鬼门关走了一趟回来 我发现 我简直太可笑了 为了一个这样的男人 根本不知道 我应该为家人多考虑考虑 听着这话 钱文芳激动的握紧了他的手 我的好诺诺 你可算是想明白了 那你好好的养身体 等那个萧同志回来 你们相看相看 嗯 其实那什么李志钦根本没有来信 不过都是许诺瞎编的 通过钱文芳的嘴巴传达出去 他想开了 不会再像以前那么执拗了 这样家人察觉到他的变化 也不会觉得太奇怪 许诺想到这里 觉得脑子有些昏 便又睡下了 许诺大概在床上躺了两天的样子 身体差不多就恢复完全 能下地脑子也不会昏了 许诺起身 拉开袖子 发现自己原来手腕上的红质居然还在 他微愣了一下 默念静 果然他真的进空间了 他的空间还在 他欣喜若狂的看了一圈 药 还有那些骨骑 全部都在 甚至还有一些 他先前囤在空间里的米内油 肉 因为他的职业原因 所以他没有那么多的空闲时间 去添置这些生活用品 所以每次买 他都会买很多 然后放到他的空间里 其实他这个空间最大的作用 就是那些药 还有他的实验室 他是个外科医生 却也喜欢药理研究 所以他没事的时候 都在自己空间的实验室里 研究药物 看了看那些东西都在 他的嘴角勾了勾 他正想着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许诺连忙从空间里出来 门被人敲响 许诺喊 请进 先进来的是钱文芳 他看着许诺的精神好了那么多 也替他高兴 把切好的西瓜 放到他的跟前 对着身后的人说 堂妹 你和诺诺聊吧 许诺抬头看去 便看到微胖 眼睛小小的 嘴巴大大的许千千 一些记忆涌到跟前来 诺诺 你不知道吧 那个萧同志听说 就是个粗俗不堪的人 大字不识几个 而且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混子 你嫁给他 肯定要被他打死 从小被骄养的园主 有轻微的洁癖 而且骄滴滴的 食指不沾羊春水 一听萧同志是个这样的人 心里就产生了极大的抵触 第002章 怂恿他跳河 第002章 怂恿他跳河 诺诺 大姑娘那么爱你 你举施抗议吧 他们怕你有什么事 一定不会逼你的 诺诺 李直青找的可是供销社的工作 有那工作 你以后吃穿还愁 你得把他抓紧了 他才配得上你 许千千这么三言两语 就把园主彻底的蛊惑 许诺想到这里 园主的死 许千千要负很大的责 他拿起桌面上的西瓜啃一口 好像好甜的西瓜 真好吃 许千千也想伸手拿来着 许诺端过碗说 千姐 你不会和我一个病人抢西瓜吃吧 许千千干笑 诺诺 怎么会 我听唐大嫂说 你现在好多了 许诺没说话 基本家家户户都能吃饱饭 可水果还是稀罕的东西 许家大房的条件 比二房的条件 还是好很多 许诺诺的大哥许从阳 在公社是个小干事 每月工资十来块 小日子过得极其的轻松 许诺诺的二哥许 从武在当兵 据说是个连长 目前没结婚 所以今天都是往家里寄 许诺诺的三哥许从德 在县城的钢铁厂上班 因为他太优秀 年纪轻轻就升成小组长 一个月工资五六十了 目前也没对象 钱也是往家里交 所以许家的生活水平 在村里可以说得上是最好的 再加上许傅又是大队长 算是公职 每个月都有补贴的 许家二房呢 都是地理刨食的 最多吃个饱饭 水果什么的 别想了 许千千看着鲜红可口的西瓜 想吃个爽来着 结果许诺诺一口都不给 气得他直抠手指 大概是心里太气 指甲抠得太过了 扯到了肉 生疼生疼的 他却不好发作 他无数次觉得 上天对他不公平 为什么他不是许大伯家的女儿 偏偏是许家二房的女儿 他低头看着渗出血砖的指甲 还有指缝里的泥 再看了看许诺诺那双鲜鲜玉手 他和他真的是天差地别 前面许诺诺自杀 他想着他死了吧 死了 他就是许家唯一的女儿了 许大伯和许大娘 一定会将对诺诺的吼 都转到他身上 结果 他怎么还是没死 还是活过来了 许千千想着 心里不甘急了 小声地问 诺诺 你怎么放弃了 你不要你的理智轻了吗 许诺吃完西瓜 用手帕擦了擦手 看着眼前的许千千 没有 可是我都差点死了 我也没有办法了 千千 你有什么办法 许千千见许诺还在向他求助 他欣喜若狂 手指搓在一起 小声地说 跳河吧 跳河 现在正是汛期 河里的水特别的湍急 跳下去 哪怕会水 都可能被水冲走 必死无疑 许千千好狠的心啊 他是真的一次又一次地想他死 许诺想到这里 忽而低头轻抽气了起来 有些着急地说 千姐 跳河真的行吗 万一没人来救我怎么办 我给淹死了 我妈不得气话 许千千立即嘘了一声 诺诺 你声音小一些 我怎么会让你被淹死 我会水 我就在岸边 我会马 他的话没说完 猛的卧房的门 被人一脚踹开了 进来的是钱文芳 他上手就是一巴掌 打向许千千 好你个许千千 我说一向乖巧的诺诺 怎么会想到 以死相逼 原来都是你教他的 许千千打得熬的一声叫出来 大嫂 你怎么打人啊 我打的就是你 你个黑心玩意儿 你居然叫我小妹去跳河 你是想要他的命啊 前面下了十来天的大雨 这会儿河里的水 又深又急 跳下去就算会水 都可能淹死 还不说我小妹不会水 许千千 你个丧良心的东西 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他说着 又拿起墙角的扫把 回向许千千 许千千不甘心地 抓着钱文芳手里的扫把 钱文芳丢了扫把 就直接挠向他的脸 你个小贱人 活该你二十了 都嫁我出去 你个黑心婆娘 这边刚刚上完宫回来的许母 进门就看到这一幕 也听了个全部 许千千看着许母回来 就在求救 大伯娘 救我 唐大嫂 她疯了 她要打死我 你看我脸上 都是她抓的 许母看向到她跟前的许千千 又是一巴掌打向许千千 许千千 我做我这个大伯娘 对你不差 你居然这样 害我家诺诺 你大她三岁 你是当姐姐的人 你居然怂恿她去跳河 许母的嗓门大 这会儿又是中午 很多人都从地里回去 准备做饭了 结果就看到许家这处热闹 都凑了上前 许千千含泪摇头 大伯娘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 我没有 诺诺她喜欢脸 她这话没说完 许母又是一巴掌打了过去 明天肖家那小子就要回来 两人就要相看了 这个时候 许千千说什么诺诺 喜欢李志青的话 那不是毁了她的名声 她绝对不能让她得逞 钱文芳也察觉到许千千的目的 也扑了上前说 乡亲们都来平平脸 你说 有这么当姐姐的 有这么坏的人吗 我们家小妹年纪小 人单纯 她居然怂恿我们小妹 这会儿去跳河 天 许千千 你怎么这么狠心 对啊 人长得丑 心也这么黑 才涨了洪水 就算是个男同志落下去 也可能淹死 更何况是诺丫头 她身子那么弱 心肠这么歹毒 难怪至今都没人敢娶 真是黑心玩意儿 众人七嘴八舌的 都指责许千千 她连话都插不上 她想说出许诺 诺喜欢李志青的话 都被堵了回去 而且这期间 许家并没有停手 钱文芳的一双双胞胎儿子 一直拿小脚踢她 钱文芳也不停地掐她 她根本没办法还手 搞得她遍体鳞伤 第003章 相看 第003章相看 一直到许家二房许婶来接人 闹剧这才散去 许母气呼呼地关门 喝道 以后 许千千敢踏进我家门一步 我打断她的腿 许千千回到家里 又给自家老娘打了几巴掌 还关了起来 不许吃饭 许家二房一直靠着大房 才勉强混个饱饭 现在许千千搞出这档子事 许家大房气急了 不帮衬他们了 那可怎么办 许母关了门 还是惊魂未定 到许诺的跟前 就开始数落 许诺诺 你要是听了许千千的话去跳河 妈就不要你了 听到没有 许诺见许母气得不轻 心里有一丝的歉意 立即上前轻爆住她 妈 我不会去的 我死过一回了 我怎么会那么傻去跳河 千姐这样说 但我没听 许母板着一张脸 把她推开 那你和我说李之清的事情 怎么回事 许母多金的一人 养出三个优秀的儿子 怎么会看不透闺女这点心思 她一直没问 那是因为她身子美好 结果她没想到这事 许千千都知道了 她生怕传了出去 毁了她的名声 那和萧家小子的婚事 肯定要黄 好在二房那边是个董事的 知道把许千千给关了起来 许诺就知道 今天一闹 许母肯定会知道李之清这事 正好她也交代了 让许母放心 她抿了抿唇 良久才开口 我自己单恋李之清 她也答应我 回城安顿好后 来接我去城里 可是她食言了 前面给我信说 她不能接我回去 因为她的家里人不接受我 当时我难过绝望 所以不想活了 可是妈 我知道错了 去鬼门关走一趟 我真的知道错了 也知道怕了 许母听着 脸色凝重至极 良久才吐出一口气 知道怕了就好 这事都过去了 也怪妈 没有多关心关心你 许诺泪眼朦胧地摇头 妈 不是你的错 是我的错 我以后再也不会寻死了 真的 那肖家小子 你还相看吗 许母心里打算取消 可想着这小子条件那么好 她不想错过 肖母与她 是多年的手帕交 她这个老姐姐的性子 她是很清楚的 诺诺嫁过去 准定不会受苦 再就是肖家小子 肖云廷 她和老二是战友 那这小子的人品 肯定没话说 再就是老二叹了口风 肖云廷是愿意的 这是知根知底的 所以许母不想放弃 前两天 钱文芳和她重点提了一下 肖云廷 肖母和许母的关系 她是知道了 再就是肖云廷愿意这事 二哥也写信回来提过 钱文芳又苦口婆心的 劝了很多 所以她表面有所松动 现在许母这么问 她完全可以顺势答应下来 却还是假意纠结了半天 才点头 妈 那就看看吧 我应该和过去释怀了 许母心本来提到了嗓子口 见许诺同意 嘴角不知觉的上扬 好 诺诺 妈妈也舍不得你 可你已经长大了 该嫁人了 许诺看着许母 妈 先看看 如果何演员 我愿意和她处一处 结婚就不急 我想在您身边多陪陪您 没有体会过母爱的许诺 很是眷恋现在这个家 许母都点头答应 她的女儿愿意相看肖家小子 愿意放下过去 她就放心了 从许诺的房里出来 许母就去了许家二房 敲打了敲打 许家二房顿时明白了什么意思 就把许千千彻底的关了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是三天后 许诺和肖云廷相亲的日子到了 相亲的地点 定在了镇上的湖心公园里 许母和钱文芳 亲自陪着许诺去的镇上 路上许母说 你二哥说 虽然肖家老大性子比较闷 但是人机好的人 全军区战斗力最强 连师长都想把女儿嫁给他 可诺诺 你也不差 你要是看得上 咱就处 看不上 那也不用委屈自己 知道不 许诺情不自禁地抱着许母手臂 妈 您是世上最好的妈妈 我知道 我会好好的看 钱文芳忍俊不禁 顺手给许诺拉了拉袖子 然后满目欣赏地说 我小妹长这么好看 肖家小子绝对稀罕 许母就喜欢听这话 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其实 许家的家庭氛围真的很好 许父主外 许母主内 两人皆疼爱子女 一碗水端平 不偏谁 大哥话不多 闷声干大事 大嫂人能干 性子外相 这个家他很喜欢 所以即使看对了眼 许诺也不想太早嫁过去 从拖拉机上下来 三人就往湖心公园去 所谓的湖心公园 根本不是现代那种 有花有草 有健身器材的公园 就是一个小河边 安了两张椅子 今天是工作日 而且这个点 除了打拳的老大爷 就只有一个年轻人在 年轻人身穿军装 笔直挺拔 像是助力在戈壁滩上的小白羊 一动不动 许诺慢吞吞地 走到肖云廷身后 他刚想出生时 肖云廷已经听到脚步声 转过身来 看着他 先是一阵冲 许诺有些意外 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肖云廷长得这么好看 一米八九的个子 宽肩窄腰 而且像小说里写的那样 刀削般的面容上 净是冷峻 坚毅 两久 他薄唇动了动 许诺 许同志 许诺对上肖云廷如炬的目光 他淡笑着点点头 肖同志 你好 他大概是现代带来的毛病 说着就伸出了手 肖云廷震了一下 两久都没伸手 许诺刚大的要去捋头发时 肖云廷豁握住了他的手 他的手掌微粗粒 他紧紧地握着他的小手 力道有些大 钻得有些疼 许诺轻皱小脸 肖同志 有点疼 肖云廷猛地松手 便看到许诺白皙的小手 瞬间红了一片 他明明没有使力气 他怎么还像小时候那么娇软 轻轻一碰 便红了一片 他想到小时候 他一碰它 他就哭 肖云廷生怕他又哭 有些紧张地 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小兔子奶糖 许同志 吃颗糖 就不疼了 你可千万别哭 你要哭了 他娘要打死他 许诺听着肖云廷的话 再看着他手心里的奶糖 桃花眼里泪光炼焰 吃甜的东西 可以分泌多巴胺 可以使人快乐 从而达到止疼的效果 嗯 他懂得好多 肖云廷见许诺看着糖发呆 也没有接过去的意思 他以为他要让他包 嘴角不禁泛起一摩宠溺的笑 顺手拨开了糖纸 然后把奶糖塞到了他的嘴里 第004章 我想和你马上打结婚报告 第004章 我想和你马上打结婚报告 许诺寒柱突然跑到他嘴里的糖 抬头看着骏狼非凡的肖云廷 咀嚼了两下 肖大哥 谢谢你 肖云廷摇头 目光轻轻地从他身上掠过 小丫头长高了一些 只是还像以前那么白嫩 娇软 看着就让人心生了疼惜 肖云廷指了指 那边开的正好看的枝子花 许同志 我们去那边看看 许诺也看到了那边的枝子花 想了想两人相亲 不能一直这样站着 他乖巧地点头 随了肖云廷的步子 往那边去 微炎热的夏季 雪白的枝子花 是一抹独特的风景 但相惜人 肖云廷摘了一朵 送到他的跟前 许同志 送你 许诺一正 全然没有想到 看起来那么严肃 甚至有些不苟言笑的肖云廷 突然送他一朵花 瞧他那木呢 不自在的模样 许诺忍俊不惊 走上前 肖同志 你帮我戴上呀 今天的许诺上身 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 他本就娇嫩 这白色衬的他 更如枝子花般娇嫩 清新 肖云廷看了看手里的枝子花 再看着许诺的领子口 他的薄唇动了动 想了半天才到 许同志 你愿意和我打报告结婚吗 阿脸 不是说带花的事情 怎么扯到打报告结婚 真够直接 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肉 这符合他军人的个性 许诺抿了抿唇 思索了一会儿开口 我觉得肖同志你很好 你在前方保卫祖国 我在后方保卫你的家 可 尽管如此 我也想多陪一陪我妈 我们先出一出 他直接 他也不扭念 肖云廷的眼睛亮了 小时候这丫头就不喜欢他 现在大了 他想着 可能要花些心思 才能把小丫头拿下 没有想到的是 他居然答应 和他处对象 可他的假只有半个月 下次回来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如果只是处对象 这几年见一回 他怎么把小丫头留在身边 见小丫头不抵触自己 还让他给她带花 他想了想直接道 许同志 我想和你马上打结婚报告 因为 我下次回来 可能是两年后 许诺知道 军人几乎是数年不着家 他确实好急 他的音唇抿了抿 没说话 肖云廷的心 提到了嗓子口 生怕把他吓跑 他又道 可以在我走之前 给我一个答案吗 许诺点点头 虽然这个男同志 他觉得很不错 又是家里知根知底的 他嫁过去准没错 可是吧 他觉得太快了 快到像做火箭 所以 他需要冷静 冷静 思考一下 他在现代是独立女性 身心都交付在医学上 所以 他对于恋爱结婚这些事情 一无所知 现在是1977年6月 应该马上要恢复高考了 他想要继续从医 那么必须要考大学 把自己的医术过一个名路 才能施展 所以 许诺的心里想的是 两年后再结婚 也是可以的 这两年的时间 完全够他安排自己的工作 肖云廷见许诺一脸的纠结 他突然有些后悔了 他是不是太着急了 他正想着 许诺忽而出声 肖同志 如果我不答应 你是不是就要去考虑别的女同志 许诺说这话的时候 好看的桃花眼里 水光炼焰 像是装下了整个银河 那么闪耀 亮眼 肖云廷看了看手里的枝子花 情不自禁的抬手 将枝子花轻轻地插在他的墨发里 雪白的枝子花 趁着他巴掌大的小脸 将人显得更加的娇小 娇媚 他插花的动作很轻 手指像是无意地掠过他的额角 他的薄唇微扬 低语 不 我想等你 他和他的距离很近很近 近到许诺 只要稍稍靠前 就能贴上他 他说这话时 声音微沉 低雅 像是带着魔力一般 在他的心弧里 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 许诺下意识地垂下脑袋 嘀嘀的嗡一声 冰哥哥太撩人 许诺的脑子 都有些昏了 手无意识地搅在一起 肖同志 饿了吗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今天两方的家长都在 所以 他们单独看一会儿 就一起吃个饭 然后相看就算是完成了 其他的话 接下来都由媒婆来传递 其实两方的家长 算是比较开明的 一般都是坐在一个屋里 两方家长在的情况下 互看一眼 就算是相看了 大概是因为两方老娘都认识 又是手帕娇 原主和肖云廷小时候 还一起玩过 所以才单独让两人直接见面 肖云廷看了看手腕上的时间 是该吃饭了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 怕 许诺敲逆眼肖云廷 不语 肖云廷只当他是害羞了 两人从公园里出来 就看到逛完供销社回来的许母 肖母 还有钱文芳 钱文芳看着走在一起的两人 哎呦 我们小妹和肖同志 真是般配 真是一对逼人 肖同志高大强壮 小妹小鸟一人 这话说的两边老娘 笑成了一朵花 肖母亲拍许母的手 老姐姐 我知道你舍不得闺女 可我向你保证 云廷会对诺诺好 再就是去了军区 你家老二从五也在那里 也能盯着云廷 是不是 这期间 肖母一直在和许母 做思想工作 让他同意 他们俩这半个月 就把婚事敲定 虽然是手帕娇 许母却还是舍不得闺女 一直以看许诺诺 为理由推脱 许母看着迎面走来的两人 心里也是欢喜的 这肖家小子小时候就长得俊 没想到这长大更俊了 那一身的正气 他看着也喜欢得紧 不过事关许诺的终身大事 他也没敢答应下来 一行五人 到了国营饭店 肖云廷就勤快地先去排队 然后安排了一桌子饭菜 肖云廷看着是个操汉子 结果心思非常的细腻 不停地给许母许诺加菜 肖云廷吃饭很快 大概是军队养成的习惯 吃完饭就不见了人意 等到他们四人吃完时 肖云廷回来了 手里提着一大包的东西 走到许母的跟前 徐婶婶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些小东西 您拿着 肖母欣慰地看着自家儿子 上道 第005章 如果我嫁给他 第005章 如果我嫁给他许母 一点都不好意思 哎呀 云廷 你说 你这么客气做什么 肖云廷强塞到了许母的手里后 又拿过另一个口袋 许同志 这是我给你的 见面礼 许诺落落大方的结果 谢谢肖大哥 刚刚还是肖同志 这会儿就是肖大哥了 肖云廷想 他喜欢的小丫头 他一定能把她娶回家 六月的天 中午 正是日头最晒的时候 相看就算正式结束了 如果有意想 下一步就会是 男方上女方的门拜访 所以肖云廷很期待下一步 至于有没有意想 这些话就得找媒婆来传递了 肖云廷住在隔壁的桃花村 距离他们棉花村不算太远 拖拉机是公社的 农闲的时候 都在公社下的四个村子 拉人进城 所以回的时候 他们还是坐同一辆拖拉机回 来的时候 大概是肖云廷有事 所以和肖母早他们一步到了镇上 拖拉机很高 肖云廷一米八九的高个 纵身就翻进了车斗 然后伸手拉着许母先上车 再是肖母 然后许母拉了钱文芳上车 许诺看着这高高的拖拉机 她想着 也让许母拉她来着 结果肖云廷突然就到她的身后 双手落在她的腰间 直接将她整个人举了起来 许诺正了一下 因为腰间的大掌太坚硬 更是炙热 隔着薄薄的衬衫 温度传达到她的肌肤 很是烫人 她的脸颊不禁红了 许诺坐到凳子上 半天了才回过神来 不知道是不是两方老娘的特意安排 肖云廷做到了许诺的身判 手续护在她的身后 要是撞上这铁疙瘩 那不得破皮 疼坏 钱文芳把这些小细节看到了眼里 打从心眼里 替许诺高兴 许母也瞧着了 高高大大 恐无有力的肖云廷 像是守护神般 坐在娇小的许诺身边 车子一晃 她总能第一时间挡住那些要撞过来的东西 还有撞过来的人 许诺被她保护在一方小小的角落里 一点也没受拖拉机的颠簸碰撞 许诺也感觉到了 肖云廷的心细如沉 心下对她的好感更胜 先到的是棉花村 肖云廷先跳下了车 然后扶着许母下车 替他们拿完所有的东西 然后看着许诺伸出手 许诺想到刚刚她灼热的大掌 这回她的手络到了她的手腕上 借着力从车斗上跳下来 棉花村的人都下完了 肖云廷也没走的意思 她看着肖母说 娘 许申婶的东西太多 我把他们送到家 等会儿回来 您先走 肖母欣慰地点点头 看着许母 老姐姐 我就先走了 改名农闲了 一起玩 好 许母这边和肖母说话 那边的肖云廷 已经一人提着 几大不带的东西上肩 然后大步往许家去 这会儿是下午两点 正式上宫的时候 棉花村好多人都看过来 有人问 哟 许家嫂子 这是你家亲戚啊 小伙子长得真俊 许母笑嘻嘻地说 这是我老姐姐的儿子 也算是我半个儿子 尽管许母这样说 却还是有婆子看出了究竟来 可不就是 你半个儿子 以后要给你家做女婿吧 小伙子看着和诺诺真是般配 肖云廷看着严肃 但有人看她 她都会点点头 又是一身军装 真是吸睛 一路走来 都吸引了不少的目光 许家二房这边的许千千 听着外面的动静 推开了窗 就看到田梗上 和许诺走在一起了肖云廷 许千千不禁看得双眼发直 当兵的 还长得那么好看的军人 难怪他妈这两天 关着他不让他出去 就是害怕他把许诺 喜欢李志青的事情传出去 毁了他今天的乡情吧 许千千气得咬牙切齿 这会儿 许家二婶开门进来 美好气地瞪着他 许千千立即换上一笔讨好的笑 娘 许家二婶放下手里的水 转身就要走时 许千千快一步上前 拉着许二婶的手 娘 您看到了吗 许诺居然像了一个当兵的 人长高 又长得俊 许家大房 把什么风头都抢了 您就服气吗 许二婶听着许千千这些胡话 那是人家有本事 你有本事吗 诺诺和人第一回相看 那小子就稀罕的得紧 主动帮忙送东西 许千千低语 那是因为 他不知道许诺喜欢李之清 他就是紧迫烂的 他这话落 许二婶一把掐在他的手臂上 你个黑心玩意儿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你是想害死你堂妹不成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许千千吃痛的嘀唬出声 娘 我都说的是真的 您放我出去 我去找那个当兵的说清楚 说不定那个当兵的感激我 一眼就看上我 和我们家结亲了 娘 如果我嫁给了他 我们家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许二婶一正 看了看眼前的许千千 他吞了吞口水 许千千长什么样 他是最清楚不过 许母长得好看 一来就改变了许家的基因 他生的三个儿子俊 生的这个小女儿 更是好看 那当兵的一看 就稀罕许墨 许千千能成吗 万一不成 那两家不是撕破了脸 老头子们的感情 也就毁了 许二婶一时之间纠结上了 都是周理 比大方差了那么一点 他心里还是不得劲 如果许千千真能嫁给他当兵的 是能长一回脸 许千千在许二婶的耳畔说 我听说 这个当兵的还是个团长 团长手下可管着上千人 我要嫁给他 那不是当官太太了 娘 咱家以后就不愁吃穿了 团长一个月的津贴 可能七八十 以后您就不用上工 我每月给您寄三十块回来 吃吃肉 喝酒 日子不美好吗 闺女 你说的是真的 有七十块 你真的要给妈寄三十块 许二婶想着那钱 心里的欲望就不断的膨胀 三十块呀 他二房一家上下十几口人 劳动力也不少 每天上工 赚满公分 一年下来 除了粮 也分不到几块钱 当兵的这么有钱 难怪许母天天在家 不用去上工 他三个儿子 都是铁饭碗 真是让人羡慕死了 许千千见许二婶松动了 又开始蛊惑 娘 我还听说那个男同志 在省城当兵 还分了楼房呢 如果以后我生了孩子 我就把您接过去住楼房 帮我们带娃 享福 他这大饼越化越大 许二婶仿佛已经看到 自己穿着得体的 走在军区家属大院 然后回村里 全村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 都讨好他 把他捧上了天 他一激动 捋了捋身上 打满补丁的衣服 好 千千 娘就靠你了 第006章 他喜欢的是李之清 第006章 他喜欢的是 李之清许二婶说完 看了看外面 见萧云婷已经去了许家 便转身打开了衣柜 你快换一身衣服 去村口守着 那当兵的要出村 避走那条路 这会儿 大家都去上宫了 没有闲人看得到 你小心一些 知道不 许千千见他妈都觉得 萧云婷看得上自己 他就更有信心了 而这边许家大房 萧云婷进许家 小坐了一会儿 就准备走了 许诺送了他一段 在竹林深处 萧云婷忽而停下脚步 转身看着小脸热得 红扑扑的许诺 柔声说 诺诺 送到这里吧 许诺威正了一下 他怎么突然 就改口叫他小娘了 想想他和他 应该算是在处对象了 所以这样叫 没毛病 许诺有些不好意思的 指了指那条路 萧大哥 天气热 你回的时候小心一些 不要中暑了 还有这个 我大嫂熬的绿豆汤 你带着路上喝 萧云婷接过他递来的水壶 你的水壶吗 嗯 那我过两天给你还来 许诺点头 萧云婷想走来着 又转过头看着他 过几天 我还能来找你吗 许诺想着 说 三天后 我们去城里吧 萧云婷压着心中的狂喜 好 三天后见 许诺想去城里四处逛逛 买一些高中课本 同时去淘淘宝 他闲来无事时 喜欢看看小说 看看书之类 他知道这个年代 很多瑰宝 都被人当做垃圾乱扔 现在搞钱 他来不及了 所以想搞点什么瑰宝藏起来 然后留着坐等生殖 他是个医者 却也是个爱钱的现实 有了牛奶 面包 他才可以去追求梦想 所以 在研究药理 做好医生的本分同时 他也在努力的搞钱 现在来到遍地都是黄金 机遇的年代 他怎么能放过搞钱的机会 和老妈进城 肯定不方便 和他就不一样了 他可以随便找个理由 就把他甩了 然后自己开始找找 逃逃 许诺说完了 却见萧云婷还正在原地 没有要走的意思 他的小手轻推他一下 萧大哥 走呀 再不走 天更热了 萧云婷目光一直留恋在许诺的身上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他 他的心里生起一股浓烈的战有欲 特别是 在他有小小的反应之后 他心里的那股战有欲 越发的浓烈 萧云婷看着许诺在自己身上的小手 他鬼使神拆地握到了手里 哑着嗓子问 诺诺 现在我们算是在处对象吗 许诺茫然地抬头 对上萧云婷炙热的眼神时 他的心没来由地慌了一下 犹豫了一会儿 点头 不知道他是不是太激动了 抓着他小手的手突然用力 许诺被他抓得有些吃痛 小脸轻皱在一起 萧大哥 你又捏疼我了 这个男人的手怎么就那么重 好像要将他捏碎似的 袁主这身体也是娇娇软软的 痛觉非常的敏感 可能是因为一直娇养着的缘故 许诺都开始担心 这具身体还能拿手术刀布 萧云婷闻声 看着又红了一片的小手 慌张地松开 又有些心疼地吹了吹 诺诺 对不起 我太激动了 许诺瞧他这傻呆呆的模样 哪还有刚刚出见时的严肃 不苟言笑 这个年代的人都很淳朴 感情也非常的真挚 一眼便是一声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居然很喜欢现在这样的感觉 像是被他示弱了珍宝 许诺慢慢地抽回手 萧大哥你赶紧走吧 在别人的眼里 我们才相亲了 萧云婷也怕旁的人看到 毁了他的名声 没在逗留 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来时他满心地忐忑 他怕又是不喜欢他的小姑娘 还和以前一样不喜欢他 嫌弃他粗鲁 嫌弃他黑 嫌弃他力气大 确实 他的步伐轻快 又充满了激动 原来他喜欢的姑娘 也喜欢他 他和他有未来 他和他已经再出对象了 如果他愿意 他打了结婚报告 就可以在家里多待一段时间 许诺看着萧云婷走远了 这才回身往家去 萧云婷走得很快 烈日当空 他也没觉得 只感觉全身都有力气 期待着三天后的到来 到村口 忽然有道身影靠近 萧云婷一个机灵 大脑骤然清醒 侧身巧妙地躲开了 那道身影的靠近 许千千扑了一个空 一个亮枪直接扑到了地上 随即噬啊一声 许千千艰难地撑起身 只见手臂 膝盖全部擦破了皮 血骨骨而出 萧云婷冷漠地 看着地上的许千千 您没问 你怎么回事 许千千吃痛地 看着手上的伤 楚楚可怜地抽气两声 萧大哥 你拉我一下 我脚扭了 爬不起来 你认识我 萧云婷双眼微眯 身上泛起一丝丝的冷意 让人不敢靠近 许千千没来由地 感觉喉咙一紧 有些害怕的结巴 认认识 我是许诺诺的 唐姐许千千 萧云婷的目光更冷了 你刚刚想故意撞我 什么目的 许千千一脸的冤枉 我 我没有 我就是一时轻急往家 去 这才不小心 差点撞到你 显然这个解释 非常的薄弱 萧云婷一个字都不信 许千千见她不说话 虽然很紧张 甚至被她身上的冷意 震舍到 她却还是说 萧大哥 我听说 你今天和我唐妹诺诺相亲了 萧云婷仍旧没有说话 不知道在思索什么 看着她的脸色阴沉的难看 那双丹缝眼里 甚至时不时散发出阴质的光 许千千吞了吞口水 努力说道 萧大哥 许诺诺不喜欢你 她喜欢的是李志青 可是李志青不要她了 所以她急着找另外的人 她这意思非常的明显 她在暗示 她可能被骗了 萧云婷修长 骨节分明的手指 猛的捏成拳头 她阴质的目光越发的冷冽 猛的她栖身靠近 许千千心中大写 她信了 她要拉她了 第007章 许千千被二杀子毁了 第007章 许千千被二杀子毁了 结果 萧云婷那只铁手 突然掐到她的脖子上 许千千瞬间被恐惧支配 那只铁手的力道非常大 仿佛要将她的脖子拧断 疼痛感从脖梗蔓延至全身 一点点地将她手脚麻木 大脑甚至一片空白 止于昏沉 许千千难受地想伸手 抓着她的手臂 阻止她用力 却怎么也抬不起起来手 仿佛身体已经没有了呼吸 心脏和大脑都不能再工作 更不能支配手 她的脸色一点点地苍白起来 萧云婷手中的力道未减一分 脸上的杀意越发的浓烈 许千千觉得自己要死了 可能真的要死了 怎么会这样 她分明是好心告诉她自己被骗了 她怎么会想掐死她 她要死了怎么办 她不可以死 不可以 强大的求生欲让她张开了嘴 艰难地发出声音求救 救 救命 萧云婷见差不多了 猛地收手 许千千的身体 舒然从半空摔到了地上 她艰难地捂着脖子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她的心脏仿佛才重新开始跳动 大脑才开始运转 她一脸不解地看着萧云婷 骗你的是我堂妹许诺诺 你掐我做什么 因为你口无遮拦 污蔑我对象 这样的话 别再让我听到一个字 萧云婷说着 转了转手腕 灵力的毛子 仿佛要将她生吞活泼 许千千文声 身体一僵 你对象 才相亲 怎么就成她对象了 许诺诺喜欢的 不是李志青吗 怎么会这么快 喜欢萧云婷 还和她出对象了 这这 太快了 快到许千千 一点机会都没有 她将下唇咬白 不相信地看着萧云婷 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这么蠢 她骗你 她把你当踏板 那个李志青在招招手 她就会甩了你对别人 许千千的话没说完 她的身体再次腾空 刚刚那种惊恐 再次涌上来 萧云婷就没有见过 这么无耻的女同志 尽管对方是女同志 她也不想手下留情 因为她齐心可诛 她要毁的是许诺 她想把许诺 往地狱里推 萧云婷怒不可遏 手几乎要将她的脖梗掐断 许千千真的怕了 泪珠大颗大颗的滚落 她想求助 可周遭空无一人 她现在是真的要把自己做死了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脏和大脑 停止了工作 身体各种器官 也开始造反 许千千 居然情不自禁地小便了 温暖的热流 从她的腿间 一点点地躺出来 萧云婷在闻到浓烈的尿骚味时 眼里闪过一抹嫌弃 猛地松开她 还拿手帕轻视了 是自己碰触过她的手 许千千全身抖如筛糠 惊恐万分地看着萧云婷 我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再也不说这样的话了 真的 萧云婷看着又脏又臭的许千千 英智的目光未收一分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 敢这样欺负我的人 你的痛苦还在后面 说吧 萧云婷转身走了 六月的天 连空气都是热的 许千千却恍若置身在冰窖 全身冰冷入骨 她看着萧云婷的背影 手慢慢扣进泥里 她恨 为什么她什么都不如许诺诺 为什么 就在许千千绝望的时候 又一道身影靠近 她以为是萧云婷回来了 结果抬头对上的是一口大黄牙 她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二傻子 你 你给我滚 二傻子黑黑地笑 媳妇 我要媳妇 你做我媳妇吧 她说着 就直接上手抱住了许千千 许千千厌恶恶地尖叫出声 救命 不要 我不是你媳妇 你给我滚开 你个混蛋 二傻子不管许千千怎么叫 一把将她拖到了旁边的小树林里 随即是女人痛苦的尖叫声 还有男人的吟笑声 这边送走了萧云婷的许诺 回到屋里 就去午睡了 她这一觉睡到傍晚 还是外面吵吵闹闹闹的声音 才把她从梦里拉醒 园主的身体很弱 大不原因是因为小时候 帮钱文芳吸了蛇毒 还因为她被骄养的原因 所以天气一炎热 她就全身疲软 这会儿醒过来 她有凄厉的哭声 好像是许二婶的 许诺奇怪的走到门口 就见许二婶哭得撕心裂肺 作孽啊作孽啊 我的千千 你怎么那么倒霉 许二叔痛心疾首 这边看着许父 大哥 这事儿 你一定要帮我们千千做主 这个二傻子耍流氓 送他去蹲巴黎子 许父看着被绑起来 打得已经看不清脸的二傻子 沉吟了片刻说 把人带到村办公室 然后其他人都回家去 她这话落 许家二房的两个哥哥 立即把人拖到了村办公室去 许诺不明所以的 看着这个画面 因为她没看到许千千 根本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可见二傻子一扇不整 她心里猜测 不会是钻小树林吧 许千千没这么蠢吧 她正想着 看完热闹的前文房回来了 看着门口的许诺诺 立即把她拉到了屋里 诺诺 你醒了 走走 进屋 我和你说 她故意卖了一个关子 把她拉到了屋里 关了门材 低声说道 许千千完了 她被村口的二傻子毁了 许诺果然猜得没错 到哪部了 啥都做了 被村民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小时候了 你说这个许千千 是不是脑壳有包 没事跑村口去做什么 那里平时就没人 而且那会儿 还是下午上宫的时候 她在那里叫破了嗓子 也没人来救她 那二傻子 这不就逮着了机会 唉 真是作孽啊 村里人的意思是 建议了把许千千 嫁给二傻子 二傻子老娘 也厚着脸皮来提气 但是二叔和二婶 怎么会舍得 让许千千嫁给傻子 所以吵着要报公安 要把人送去蹲巴黎子 唉 骑着蹲进去 许千千也完蛋了 这辈子再嫁 也只能嫁二婚男人 许诺听着钱文芳的话 开始对时间 怎么许千千出事的时候 是萧云廷走的时候 她去村口 是赌萧云廷吗 然后人没赌到 自己反而遇上了二傻子 还是她已经赌到了萧云廷 或许还和她说了什么 她会说什么 许诺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第008章 老祖宗偏心偏到没边了 第008章 老祖宗偏心偏到没边了 许诺想到这里 不禁唏嘘 这还真是自作孽 不可活 如果萧云廷信了她的话 那说明 他们之间没缘分吧 她现在也不着急嫁人 无所谓的 她很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看着太阳都下山了 许父和许母 还要去处理许千千的事情 就心疼 这天那么热 父母上宫一整天了 鸡肠肋肋的 许诺抬头看着钱文芳说 大嫂我们去做饭吧 等会儿爸妈忙完回来 就可以吃饭了 钱文芳愣了一下 她这小妹 一点也不八卦别人的事情 安安静静的 真是乖巧 她这么安静 是为什么 她还是知道的 其实许诺诺在给她吸蛇毒之前 她的身体还是可以的 可是帮她吸了蛇毒之后 就发烧了 一场高烧后 她性子就变安静了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钱文芳想想就心疼 她命都是许诺诺给的 她把许诺诺 当成亲妹妹 比亲妹妹还亲的那种妹妹 钱文芳拉着许诺的手 诺诺 厨房热 大嫂座 你去和大虎小虎玩玩 大虎和小虎是钱文芳的双胞胎儿子 大虎是个虎的 小虎是个安静的 听自家妈妈这样安排 大虎直接就过来 抱着她的小腿 小姑姑 大虎想给你捶呗 她这话落 小虎立即拿来了小板凳 这天热 小团子基本都是小火球 她怕热 特别是这个没有空调的年代 她更怕这样的小火球 立即抽了脚说 小姑姑不累 不需要捶呗 你们去玩你们的 两只小团子 齐刷刷的摇头 许诺是家里的宝贝疙瘩 连两个小侄子 都把她当宝贝疙瘩 那也是因为钱文芳的洗脑 天天都是同一套台词 你们都得对你们小姑姑好好的 没有小姑姑就没有妈 没有妈就没有你们 你们的命算起来 都是小姑姑给的 以后长大了 要给小姑姑买衣服 还要给小姑姑买好吃的 谁敢不孝顺小姑姑 我就扒了谁的皮 才不过四五岁的小团子们 被亲妈洗脑四五年 对小姑姑好这个思想 已经根深蒂固 平时逮着机会 就要捶背 捏腿 甚至得了什么好吃的 就要给许诺留着 许诺看着面前的两只小团子 想着那些过去 嘴角不经上扬 大虎又不知道 从哪里去端了一碗绿豆水出来 还是在古井里冰镇过来的 摸着冰冰凉凉的 小姑姑 天热 喝水 许诺看着那冰镇过的绿豆水 忽而想到了什么 转身进了屋里 拿了一个小被搂出来 我们把绿豆水 给爷奶送去吧 爷奶还在村办公室 那里多热啊 爷奶上工一天了 肯定很累 大虎小虎 给爷奶捶背捏腿去 大虎小虎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两久才点头 小姑姑说什么 就是什么 然后两只小团子 就跟着许诺 去村办公室了 许诺左手一个 右手一个 虽然太阳下山了 可是地热没下去 哪怕有一点晚风 也是热的 空气中的氧气 好像都随着热气消失了 许诺刚踏出门 就想缩回自己屋去 可想到在外辛苦 上工一天的爸妈 她觉得 这点热 根本就不算什么了 许家大房和二房的房子 是紧挨着修的 许诺路过许家二房的屋子时 就听到里面的低骂声 是许家二房堂大嫂的声音 真是丢人现眼 这下我们在村里 怎么抬头做人 许堂二嫂又接话 可不就是 先前嫁不出去 就够丢人了 现在居然还给一个傻子 毁了清白 难不成真要在这家里待一辈子 我们养着她 许堂大嫂又想说什么时 抬头看到从门前走过的许诺 不禁叹一口气 你说 我们怎么就没探上 诺诺这么好的小姑子 许堂二嫂也偷看了一眼 她是的女人 都不禁看直了眼 许诺那气质 那身段 那长相 真是十里八村男找出第二个 然后 今天她相亲的事情 也都知道了 毕竟萧云婷都来村里逛了一圈 就这么一圈 都让多少小姑娘心生了爱慕 可偏偏人家看上的是十里八村最好看的姑娘 她们的心也就坠入了谷底 也就只能看看 而许家二房败许千千所赐 对萧云婷了解得很全面 那萧云婷可不是个普通人 是个团长 手下管着上千人 一个月津贴七八十 是他们这些地理刨石比不了的 想着许诺 马上要嫁给军官当官太太 而他们的小姑子 却被二傻子毁了清白 同为许家的女儿 这许家老祖宗 这偏心 偏到没边了 许诺和两个小团子都走了好远 许家两个唐嫂还瞅着 眼里全是掩饰不住的羡慕 许家到村办公室有一段路 许诺身子娇弱 没走一会儿 白嫩的脸就热得通红 额头伸出细腻的汗珠 而且总感觉呼吸不过来 许诺感觉到 原主这身体真的太弱了 这才走几步就已经喘成这样 看来他有空的 好好的调养一下自己的身子 就这身体 怎么拿手术刀 一场手术 基本做下来都要好几个小时 他这小身板坐着坐着晕倒了 那可就成笑话了 许诺悄悄地从空间里 拿了一些功能饮料出来补给 他也没敢给小团子们看 悄悄地喝下 身体这才感觉好了一些 经过他的总结 他这身子就是缺乏锻炼 长期教养的原因 锻炼 可欲速则不达 他现在猛地锻炼过头 也会伤着根本 所以他的锻炼 只能循序渐进 从走路开始 他不让自己停下来 即使背楼里的陶罐挺沉的 大虎和小虎走在他的身盘 小身板挺的笔直 偶尔遇上他们的小伙伴时 两个小子也没松手 性格外向的大虎 还炫了起来 铁蛋 这是我漂亮的小姑姑 铁蛋一看 全身上下干干净净 连指甲缝都是干净 还白的发光 穿着白色布拉吉的许诺 再看了看 自己全身上下脏兮兮 连脚趾头都是黑的 他一时之间有些羡慕 却傲娇地双手插腰 大虎 你有啥好炫养 他也是 我小姑姑 只是隔房的 我妈说了 我们爷爷的爷爷 还是一个爹上的脸 许诺听着这话 不禁笑了 小铁蛋一看许诺笑了 走上前裂开嘴 笑得非常的纯真 是吧 隔房小姑姑 我们都信许 他说着 也想牵许诺的手来着 大虎猛的一巴掌 打在小铁蛋的手上 隔房的不能牵小姑姑 轻的才可以牵 第009章 许诺当场止血 第009章 许诺当场止血 旁边的小虎 也赞同的点点头 还挡在了许诺的跟前 生怕小铁蛋 和他们抢起小姑姑来 铁蛋撇嘴 可隔房的小姑姑 也是小姑姑 对不对 隔房小姑姑 许诺宠溺的笑 是 都是小姑姑 他说着 从兜里拿出一块 大白兔奶糖 小姑姑还有事 今天就不和小铁蛋完了 小铁蛋一看 大白兔奶糖 眼睛顿时放光 小黑手小心翼翼的接过糖 生怕把许诺 那白的发粉的手弄脏 捧着糖 欢快的跳起来说 小姑姑 你是最好 最漂亮的小姑姑 许诺温柔的笑了笑 这么好看 还给糖 还笑得那么温柔的小姑姑 谁不喜欢 然后 就有一堆臭屁孩 凑上来攀亲戚 隔房的小姑姑完了 还有隔房的小姨 还有远房的表姑姑 许诺第一次见识到了 这些孩子的脑子 有多聪明 活络 好在他兜里的糖带得多 分完 手上还有几块 就给了大虎小虎 大虎小虎是乖巧的 从来不会从许诺的手里讨吃的 反而是有什么吃的 都要给小姑姑 所以他们见这些孩子 分了小姑姑的糖 不高兴 那也是觉得他们不要脸 要他小姑姑的东西 许诺把糖给大虎和小虎时 两个小团子还犹豫了好久 迟迟不肯接 许诺把糖纸包了 塞两团子嘴里 两团子这才吃下去 今天她的糖多 那是因为萧云婷给她买了一大包 大白兔奶糖在这个年代 其实算是奢侈品了 今天许诺大放的 给很多孩子都发了一颗 可把这些大人感动坏了 这许家的小闺女 就是人美心善 因为有这些孩子挡了路 许诺走了半个小时 这才到村办公室 许母在那里 和二傻子老娘掰扯 二傻子老娘在地上撒泼打滚 一口咬死许千千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苍蝇不定无缝的蛋 许千千肯定是嫁不出去 想男人想疯了 这才勾引了他儿子 那些话有多难听 就有多难听 许母虽然一直瞧不上许千千 可二傻子娘这么欺负他们许家 就等于在打她的脸 她能忍 许母年轻长得好看 却也是有名的小辣椒 到现在 也是战斗力十足的那种人 在家上许二婶 两个老太婆 打得二傻子娘服服贴贴的 二傻子 其实并非真正的二傻子 只是脑子比常人笨了一点 可二傻子娘就疼她 宠她 冠她 都说冠子如沙子 二傻子就这样颓废 坠落下去 天天不上宫 村里四处闲逛 调戏这家闺女 那家闺女 为此挨了不少的打 还是不长记性 现如今惹出了大事 二傻子娘居然还妄想 把许千千取进门 许诺虽然传来不过几天 可也从原主的记忆里 了解到许千千相貌普通 却从来都是自恃清高 就算是死 她也不可能嫁给二傻子 都是许家的事情 也是村中的大事 所以 许父身为大队长 是要好好地处理这件事 许诺到的时候 许母正一身汗 焦躁着 而许父已经决定 要将人送往镇上公安局 不过二傻子刘家人 一直在阻拦 一直想私聊 甚至说什么 二傻子真定了流氓罪 那棉花村就不能 被凭先进集体了 村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这么说着 围观的村民 也想许千千为了集体 牺牲一下自己 最最主要的原因 他们都觉得 许千千是自作孽 所以 一时之间 事情就这样僵持着 许母和许父 一看闺女过来了 表情瞬间缓和了不少 许诺猜 就是父母会和人 争得面红耳赤 饿着肚子不说 连口水都喝不上 他立即爆出陶罐 拿了碗 将冰镇的绿豆水倒出来 爸 妈 喝口水 许父看着许诺的眼里 全是动容 还是他闺女好 许母更是如此觉得 心里更有了一个新的打算 许千千出了这档子是 他得赶紧把他的小闺女 嫁出去 他小闺女长得那么好看 万一也有人 生了这样的歹心 对对 因为二傻子 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如果这事处理不好 村里其他混的 也有可能学起来 许母想着 看一眼许父 两人眼神交流 许父心领神会 许诺见其他人 都围在一起吵吵着 他悄悄从兜里 拿出两块鸡蛋糕 爸 妈 你们吃两口垫垫 上了一天的工 再饥饿下去 胃会受不了 许诺是医生 所以深刻的知道 劳累过后的饥饿 身体会亏损的多厉害 他来的这两天就发现了 全家上下宝贝他 给他吃白面 细凉 他们自己却是粗凉 油水都没有 虽然二哥 三哥都有工资 但是他们都没结婚 所以许母都是把钱攒着 给他们以后的小家用 两老就自己省着 想着自己老都老了 吃那么好 都是浪费 许父看着那鸡蛋糕 摇头 闺女 你吃 爸不饿 爸 这是萧大哥今天买来孝敬您的 我那里还有好多 您快吃 许父一听 是萧云亭送的 眼睛一亮 神色随即又冷淡下来 看着自家老婆子 你咋那么不懂事 刚相看就收了人家的东西 那要是闺女不喜欢 那怎么说得清 许母一巴掌 打在许父的肩上 糟老头子 你当我是傻的 那萧小子 长得又高又俊 咱闺女能看不上 两人好着脸 许父闻声 脸上闪过一丝喜悦 可很快又消失 看向许诺 闺女啊 那萧小子再好 咱也不能上赶着 不然他不懂得珍惜你 知道不 许诺忍俊不惊 他瞧不上人的时候 父母担心 现在他瞧上人了 他们又担心 别人得到的太容易 不珍惜他闺女 许母又拍许父一巴掌 这些话要你说 咱诺诺心里有数 许父吃着鸡蛋糕 喝着绿豆水 点点头 我闺女这么好 小小子是捡了个大宝贝 我吃他几块鸡蛋糕 是应该的 许母逆他也 得性 许诺看着父母吃得乐呵呵的 他的心里也是美自知的 原来有爸妈爱是这样的感觉 甜丝丝的 仿佛世界都美好了 许父和许母 这刚喝一口水 喘口气 那边又打起来了 打架的是刘家和许家二房大哥 到底是自己的亲妹妹 二傻子毁了人清白 还想娶 那不是欺人太甚 许诺的大哥许从阳 从镇上回来了 拉住了许家唐大哥 看向许父说 爹 您快拿出决断 许父喝了水 吃了些东西 精神劲也好了很多 坐在唐中央 一巴掌重重的拍在桌面上 从阳 把人绑起来 带镇上去 这事儿不能这样善了 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先进集体 就纵容这样的犯罪行为 这刘二傻开了这样的头 往后村里的其他混子 跟着学怎么办 你们家都有闺女 也想闺女 被人这样污了清白 还要嫁过去吗 本来反对报公安的村民 顿时不作声了 确实都有闺女 换了一个角度想 要是自己闺女 受了这么大的罪 他们捅破了天 也要将这混蛋弄死 刘二傻娘又哭了起来 你们这是要逼死人啊 你们敢报公安 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 他说着 起身要去撞石柱 结果许二婶快了一步 你们刘家欺人太甚 回我女儿清白 还想逼我女儿 嫁给你们家傻子 门都没有 推开刘二傻娘 就跑向那大石柱 太快 快到了众人 一个眨眼的功夫 许二婶就撞了上去 砰的一声 这声音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是足够下怀 在场所有的人 顿时现场乱成了一团 村医快 找村医 救人啊 许二婶撞破了脑袋 斜躺了一脸 尽管如此 他手颤抖地 直指着刘二傻娘 许诺是医生 看到许二婶的情绪 这么激动 还撞破了脑袋 再不处理 会有什么后果 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 扑上前 一把撕了许二婶的衣角 然后将布条 按压在许二婶的脑门上 二婶 你要不想血流劲亡 那就别说话 情绪别激动 许二婶一听 血要流净 顿时吓得脸色 苍白如指 没一会儿 村医就来了 一看许诺按压过伤口 血都止住了 他检查了一下说 好在处理及时 上点药包扎一下就好了 许二嫂 你这伤口不浅 他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 摊上了许千千这样的闺女 瞧瞧他大嫂的闺女 多乖 多聪明啊 刚刚还救了他一条小命 活该 他要不打那心思 把许千千放出来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活该 命啊 都是他的命 许二婶这一状 无人再敢有意义 刘二婶被绑着 送往镇上公安局了 许父 许从阳 还有许家二房的两个哥哥 一起送去的 许母就陪着许二婶回屋去 许父一时半会儿 是回不来了 晚饭就没等许父和许从阳 许母 许诺 钱文芳 带着两个孩子就吃饭了 坐在饭桌上 许母都还在想什么 许诺小声的问 妈 您在想什么 吃饭呀 许母抬头疑惑的看着许诺 诺诺 你怎么想到 以按压的方式止血 村里都是一把草木灰止血的 可村办公室那边 没灶 没烧火 自然没有草木灰 所以一堆人都猛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他闺女 那一瞬 好像是变了一个人 突然冲上前 就刺了许二婶的衣角 给许二婶按压止血 第010章 妈妈永远最漂亮 第010章 妈妈永远最漂亮 许诺根本没有想到 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 就引起了许母的注意 他抿了抿唇说 妈 你忘了 之前在地上 刘大娘挖伤了脚 翠衣也是这样 给刘大娘止血的 我当时瞧着了 就记下来了 还有书里也有血的 我去给你找来看 许诺知道 许母不识字 原主是高中毕业 因为在家里待着 鲜少出门 都是看书打发时间 所以 他屋里的书不少 他说是书上学的 许母应该不会怀疑 毕竟他不识字 也不知道许诺屋里 有些什么书 看来过两天去城里 他得找一些这样的书 在家里 以防万一 许诺放下碗筷 刚要起身 许母就拉住他 看什么看 妈就是随嘴一问 赶紧吃饭 他说着 又将碗里的肉夹 给了他 许诺愣了一下 又夹回给了许母 妈 您吃 小虎和小虎的碗里 是一半的粗粮 一半的白米饭 这淳朴的年代 所有的母爱 都体现在这一块肉上 想着不经眼睛 有些胀胀的难受 许母想在家回来 许诺脸色一沉 汹汹的说 妈 你在家回来 我就生气了 等会儿一碗全倒给你 许母听着这话 挣了一下 舒尔才反应过来 说一句 我闺女真孝顺 钱文芳笑 妈 快吃吧 吃完 洗得早 热水我都帮您烧好了 许母看着钱文芳的眼里 也是满意 我老大媳妇也能干 钱文芳其实无意和许诺争宠 只是想要让许母知道 他们都孝顺她 饭后 许诺就去给许母提水 冷的一半 热的一半 这样就是温水了 她正准备提来着 钱文芳快了她一步 许诺也不和钱文芳抢 她就去了堂屋 今天回来匆忙 萧云廷买了些什么 她都没打开看 等到大伙洗完澡出来 许诺这才打开 里面有两罐卖乳精 还有一袋鸡蛋糕 还有一些牛乳饼干 一包大白兔奶糖 许诺想了想 拿了一罐卖乳精 半盒饼干 还有大白兔奶糖给钱文芳 大嫂 这些给你 钱文芳看着那么多的东西 直摇头 小妹 萧同志连你的 你给我做什么 你拿着 大嫂 这大布袋 是萧大哥买给你们的 那边还有一个小布袋 那才是我的 许诺墙塞到钱文芳的手里 钱文芳感动地看着许诺 她到底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会有这么好的小姑子 小时候她救她的命 现在大了 她还跟着她享福 一时眼眶都红了 这气氛有些煽情了 许诺打趣 大嫂 你可别哭了 你哭 大虎小虎也哭 那我不成了欺负人 钱文芳又给她气笑了 然后转身就说 大虎小虎 以后要好好的 孝顺小姑姑知道不 你看你们小姑姑 又给你们卖乳筋 饼干 还有奶糖的 这样好的小姑姑哪找去 你们可是全村最幸福的娃 别人都没这样的小姑姑 你们却有 大虎嘴巴甜 立即说 我长大了 要给小姑姑买很多好看的不拉姐 还要给小姑姑买大房子 我要永远孝顺我小姑姑 小虎说不来那些话 就是乖巧的点点头 重复几个字 孝顺小姑姑 许诺美滋滋的笑 她也很喜欢这个小团子 多乖 多可爱啊 她轻揉了揉她们的脑袋说 多喝麦乳筋 长高高 还奶香奶香 奶香奶香的小团子 谁不喜欢了 钱文芳讲究 爱干净 两只小团子也是干干净净 香喷喷的 而且继承了老许家的血统 白得发光 看着就像是两个糯米团子 剩下的麦乳筋 还有鸡蛋糕 许诺都放到了许母的箱子里 同时还打开了自己的小布袋 发现萧云廷居然给她买了两包大白兔奶糖 她又拿了一包给许母 然后发现 还有两盒雪花糕 她想了想 给许母一盒 许母进门 就看到 她又在往外拿东西 脸色一沉 萧家小子给你的 你给我做什么 许诺凑到许母的跟前 手指沾了一些雪花糕 往许母的脸上涂 妈 闻闻 香不香 哎呦 这是雪花糕啊 这东西跪着脸 你们小姑娘喜欢 你拿去涂 不要给我的老脸涂了 浪费 许诺嘀咕 我妈才不老 我的眼里 妈妈永远是最漂亮的妈妈 妈妈 你擦了这个雪花糕 一定会是全村最最漂亮的妈妈 许母给许诺说的心花怒放的 然后臭美的把雪花糕收下了 然后还涂了一些在脸上 照着镜子说 闺女 妈妈擦了这个 是不是白了一些 嗯 又白 又好看 许诺说的很认真 一点也不敷衍 许母笑成了一朵花 许诺和许母聊了一会儿 出来就见钱文芳 正拿了她的脏衣服 要去洗 许诺不好意思的要抢回来 她的内衣内裤 什么都在里面 怎么好意思让大嫂洗 钱文芳强势得很 许诺根本抢不赢她 诺诺 不说 你现在并没好玩 就说 你救我那一命 我这辈子都该给你洗衣服 许诺饿一声 大嫂 那都是往事 不提了 我现在病好了 我可以自己洗了 家里什么事都没让她做 她这么一点小事 咋好意思让大嫂一病做了 钱文芳才不和她扯那么多 直接丢盆里 就倒上水准备 洗衣服了 许诺只能焦急的说 大嫂 那里面的内衣和内裤 我自己洗吧 别人给她洗内衣内裤 这种贴身的衣服 她真的觉得太太太奇怪了 钱文芳想了想 给她挑了出来 许诺就拿了小盆 自己在旁边洗 她在旁边洗 钱文芳就帮她打水 洗完衣服 这边刚亮上 许父和许从阳 从镇上回来了 许诺刚要去造屋端饭 钱文芳就抢了先 别的不说 这个大嫂真的很好 无怨无悔的付出 把许父当亲生父亲一样的对待 第011章 公安要去许千千那里取证 第011章 公安要去许千千那里取证 其实钱文芳的娘家并不好 她妈有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她13岁那年被蛇咬 原主帮她洗完毒之后 钱家都没给她医治 还是许母看不下去 给原主医治的时候 也顺便给了钱文芳一些要吃 钱文芳要嫁给许从阳的时候 钱母要了高彩礼 许母当时不太高兴来着 可钱文芳自己立得起来 把自己仅有的一些私房钱拿出来 贴到许母给的彩礼里面 同时和钱家立了字句 钱家把她卖了 她从今往后和钱家再无关系 她是许家的媳妇 也是许家的女儿 从此和钱家老死不相往来 钱文芳是那种滴水之恩 以永泉相报的人 原主救她的命 许母对她的真心 她通通回忆真心 钱文芳端饭 许诺便去拿了蒲扇过来 给许父和大哥许从阳打扇 即使现在是夜里了 还没有凉快下来 许父和许大哥 从镇上匆匆忙忙地赶回来 一身都是汗 许父见许诺给自己打扇 脸色一沉 闺女 你干啥 爹不热 这么晚了 还不休息 打什么扇 许诺摇头 下午睡太久了 睡不着 爸 事情怎么样 那个刘二傻的罪定了吗 会吃花生米吗 许父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许诺说的 吃花生米什么意思 悠悠地叹一口气 明天女公安要上门取证 得看许千千这边是不是有 她说到这里 忽而想起自己的闺女还没嫁人 下面的话过于难听了 她就停下来 这都证据确凿 肯定要定罪的 明天你没事 就去看看你堂姐 许诺自然知道 公安取什么证 只要拿到证据 那么刘二傻准定会 吃花生米的 只是可怜了许千千 不过说起来 也是许千千自己作死 先存了害她的心思 现在遭了报应 也是咎由自取 许诺乖巧的点头 许家大哥 一如既往的话不多 吃完饭 就各自回屋休息了 第二天 公安准时到了许家二房取证 顿时吸引了不少人 这边早上鸡叫的早 许诺想睡一会儿 也不行 鸡一直打鸣 鸟也在枝头开会 所以她早早起来看书 园主屋里 还有些原来的高中课本 还有很多的爱情小说 她就随意翻翻 是公安来取证时 围观的人太多了 那些婶子的声音也大 她不禁就听了一耳朵 有婶子问 取啥证 哎呀 你个傻的 肯定看那个千丫头的身体里 是不是有刘二 啥那东西 这都过了一夜了 还能在裤衩上总有的吧 那不是裤衩 都要拿去当证据 摆在人面前 哎呀 当公安真是晦气 女同志的裤衩多脏啊 千丫头可不像诺丫头那么讲究 听说几天才换一次裤衩 都有味儿了 哎呦 这千丫头 怕是嫁不出去了 长得不好看 还不爱干净 现在连身子都脏了 许诺听着 不禁觉得有些难以入耳 婶子们的尺度 可真是大 她这书是看不下去了 便换了一身蓝色的布拉吉出门了 她一出来 顿时吸引了婶子们的目光 站在台阶 淋浴在沉溪下的许诺 一身蓝色的布拉吉 美得让人移不开双眼 有婶子都看直了 这诺丫头 到底是怎么长的 怎么就生得那么好看 瞧那巴掌大的小脸 白白的 嫩嫩的 而且还肉嘟嘟的 那双桃花眼 更是饱满春光 一副欲说还修的模样 让人怎么也移不开双眼 美得简直像是天上的仙女 还有那修长笔直 白皙的双腿 在蓝色的裙摆下 若隐若现 一双白色的小皮鞋穿着 别提多洋气 多好看了 还有她那一手 仿佛都能握住的仙腰 被一群包裹得多好看 沉起打水的小伙子 都不禁看得脸热了 许诺今天说了两个麻花辫 额前留有几缕头发 显得她更是娇俏 她被那些婶子们 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转身又进了院子 她还是屋里待着 不出去了 婶子们的目光太拙人了 她进了屋 婶子们的谈论声 又再次响起 哎 这诺丫头真是怎么看 怎么好看 再看看那许家二房的千丫头 怎么就差那么多 人家许大姐好看 生的闺女自然好看 你在看诺丫头家的三个哥哥 哪个不是郡的 秦大姐 你家丫头不是还没嫁 许家老二 老三不也都没说媳妇 抓紧啊 婶子先你一句 我一句 反正句句不离了许家大房 时不时把许家二房 拿出来鞭打一下 没一会儿 公安出来了 有婶子惊呼出声 看到没 看到没 公安同志 居然真的拿着签丫头的裤衩 那裤衩上 肯定有男同志那啥 丢死人了 啪的一声 应该是许二婶气愤的摔门声 许母拉开门出去了 何出声 都闲着没事干是不是 还不快准备上宫了 这几天地里的玉米熟了 天气热 上宫的时间就提前了 把婶子们都哄散了后 许诺这才赶出门 她刚到屋檐下 有人来敲门了 大虎拉开了门 看着一张陌生的脸 你找谁 许母也看了过去 一看是熟人脸 立即招呼 杨大姐 快 快进来 杨婶子是媒婆 而且是十里八村最好的媒婆 她笑嘻嘻地进门 看到屋檐下的许诺 震了一下 舒尔一拍大腿 般配 简直太般配了 还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这可以说 是我见过最最般配的一对 杨媒婆上上下下地 打量着许诺 许诺倒了水 婶子 屋里坐 喝口水 许诺一出声 杨媒婆的表情更夸张了 哎呦 这小闺女说话的声音真好听 娇娇软软软的 难怪这肖母催着我来传话 夸许诺好 许母就爱听 大方地抓了一些糖果出来 杨大姐 吃些糖 杨媒婆一看是水果硬糖 也不客气地 抓了几颗镜兜里 就开始说正事 其实也就是一些流程 还有村里的习俗 哪怕是小年轻自己看对眼的 也会找媒婆走个流程 第零一二章 给生辰八字 第零一二章 给生辰八字杨媒婆 把萧云婷夸得那是天花乱坠 又说到许诺 又开始说 两人多般配 简直就是观音娘娘 坐下的金童玉女什么的 然后就说 萧家小子稀罕许诺 把八字拿过来了 准备要女方的八字 合个八字 就把定亲的时间选好 又说萧云婷只有半个月假 要是女方没有问题 他们先打报告申请结婚 因为军区那边审核 大概要半个月的样子 等审核下来了 才可以去结婚证 这萧家是真的急 生怕小闺女跑了似的 许诺也感觉到萧云婷的着急 恨不得马上把她往家里取 她乖巧地坐在旁边 没多说什么 等许母和杨媒婆嘀咕 期间许母让钱文芳陪着 把许诺拉到了她的屋里 问丫头 妈前面想多留你一些日子 可是你堂姐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妈这心里害怕 萧家小子 我们是多方考察过的 你这边可有什么意见 要没意见 妈就给八字了 虽然她也觉得快了一些 可也觉得挺好 小时候她和老姐姐 就说给两娃订娃娃青来着 可小时候这两娃不太合得来 她和老姐姐就放弃了 现在看两娃处得不错 她这心里就更满意了 许诺想着昨儿个的事情 她也害怕在这屋里待太久了 许母那么聪明的人 发现她和原主还是有些出入 心生了怀疑 她想了想 嫁给萧云婷 然后随军去 也挺好的 许诺想着 下半年恢复高考 她就去高考 应该可以考上医科大学 嫁给萧云婷 似乎也不影响她考大学 深造自己 想到这里 许诺点头 妈 你给吧 许母以为许诺还要想一想的 毕竟这丫头喜欢李之青 喜欢了那么久 还为她死过一回了 没有想到她这么快 就真的想通了 愿意嫁给萧云婷 心里有些欣慰 却又有些空落落的 许母嘴上没有说什么 但是双眼全是她对她的不舍 还有疼惜 诺诺 妈的宝贝疙瘩 许诺轻轻地抱住许母 小声地说 妈 您别哭 往后我们在省城发展好了 我们就把您和大哥一并接过去 您看二哥在那里 往后二哥结婚 麻烦您的事情多着 这么想着 好像是 闺女嫁出去了 那也是她闺女 许诺心里暗暗做了一个决定 她看能不能搞些钱 在省城买几套房子 现在的房子便宜 她买几套留着增值 再把双方的父母接过来住 想着 她全身都充满了动力 前世她奋斗 只为了一腔热血 这一世 她奋斗 好像又有了新的方向 为了家人 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许母眼里的一丝难过散尽 从兜里掏出红纸 诺诺 来 写下你的生辰八字 妈 你说 我写 许诺根本不知道 1959年6月15日早八点半 许诺文生 正了一下 发现原主这才刚刚满18岁 最巧的是她 也是6月15日早上八点半生的 许诺小小惊讶了一下 也没去深想 便把写好的红纸给了许母 许母接过看了看 她虽然不认得字 但是数字她还是认得的 看着红纸捐绣的字体 又忍不住夸 我闺女的字写得真好看 功功整整 像花一样 老母亲看女儿 哪哪都是满意的 双方交了八字 准备留杨媒婆吃饭来着 杨媒婆拒绝了 说是肖家那边催得急 她要赶回去吃肖家的饭 杨媒婆走时 许母又拿了一些大白兔奶糖 还给人封了一个小红包 可把杨媒婆乐坏了 杨媒婆上门讨要女方生辰八字 也是带了厚礼来的 一条子五花肉 上面贴了红纸 还有两把白面 上面也贴了红纸 许母也回了一包糖 起先许诺都没发现 在看到这些东西后 才发现好快 昨天乡亲 今天讨八字 明天不会就要去领证了吧 不不 方才还说了 合完八字 还得打报告 报告审核要半个月 审核下来了 才可以领结婚证 好在现在打击封建迷信 所以没有真的暗程 清流乘走 不然还得更复杂 送走了杨媒婆 已经是上午十点了 许母就没有去上宫 她看了看许诺说 走 去你二闪家 她说着 提了屋檐下的西瓜 许诺乖巧的恩一声 就随了许母去二叔家 许家二房的气氛很不好 她的眼睛现在更小了 看着还是让人有些不忍 大热天的 许千千坐在屋里 还穿着长袖长裤 脖子上还围了一条围巾 热得她的脸颊上全是汗 她看着许诺来 眼里闪过一丝的不快 不过她很快掩饰了过去 看着许诺 勉强挤出一个笑 诺诺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许诺把手里的西瓜 给了许二婶说 唐姐 我来看看你 许千千像是很开心的点点头 上前想拉住她的手 她一时难受 许诺便主动走到她的跟前 千姐 她没说什么安慰的话 都是苍白无力的 反而让她想起悲伤的事情来 许千千进了自己的屋 拉上了窗帘 解开了脖子上的围巾 天真的太热了 她的脖子都捂出了汗 她脖梗的颈纹里 一条一条的汗垢 要是常人看一眼 便不会再想看了 可许诺是一声 一眼看到了许千千脖子上的掐痕 她眸色一暗 许千千注意 她看到那掐痕了 抽气两声说 诺诺 不是唐姐要说谁的坏话 你知道我脖子上的掐痕 是谁掐的吗 我为什么会被二傻子寻了机会吗 全是拜一个人所赐 许诺抬头 故作疑惑地看着她 第零腰三章 撕破了脸皮 第零腰三章 撕破了脸皮 许千千四想到萧云婷 掐她脖子时的恐怖 无意识地色缩了身体 我本来在村口寻击踪孤来着 然后碰上萧云婷 我就随意说了几句 她居然发疯般掐我 还想掐死我 走的时候还说什么 后面还有更大的痛苦等着我 结果二傻子就来了 我当时全身瘫软无力 刘二傻直接就把我拖进了小树林里 呜呜 说到这里 她阴阴地哭泣了起来 她虽然说了很多 但是许诺也很快整理清楚了 她是真故意去赌萧云婷 和她说她喜欢李志青的事情吧 没有想到的是 萧云婷居然大怒 掐了她 刘二傻的事情 许诺就听听 至于真相到底是什么 只有许千千自己清楚 她不是人云云云的人 其实许千千的话 真的只能骗骗小孩子 但凡是个聪明的 动脑子一声响 就会发现 她的话漏洞百出 许千千见许诺不说话 又说道 诺诺 我和你说这些 都是为了你好 萧云婷有暴力倾向 她本身又是二流子 你嫁给她 肯定要吃苦的 她会打死你的 她不好 许诺凭什么可以嫁那么好 而且她这样 都是拜她所赐 她绝对不能让她这么幸福 她要报复许诺 让她尝尝她所受的痛苦 有些着急的问 诺诺 我和你说的话 你听进去了吗 许诺抬头时 已经红了眼眶 害怕的说 千姐 怎么办 早上媒婆到我家来 把我的八字都要走了 我和萧云婷的事情 已经确定了 许千千文声 身体一沉 目光飘忽 不知道在思考什么 许诺冷漠的看着她 瞧她 已经把自己做成这样 还存着恶毒的心思 真是恐怖 她不让她和萧云婷在一起 一定会想办法 把她所受的 夹住在她的身上吧 这叫痛苦转移 许诺在现代 不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对医学其他领域 也有所接触 心理学方面 她浅浅了解过 所以 她一眼能看透 许千千的心理 已经近乎变态 许千千抽回神 有些激动的说 要个八字而已 只要他们敢去和八字 我就可以告他们 搞封建迷信那一套 许诺的眼神一冷 怀里的手术刀 几次都想掏出来 给她点颜色瞧瞧 恶毒的女人 许诺只能说 千姐 你现在在闹腾什么事 二叔和二婶真的 会受不了 你不想想自己 想想二叔和二婶吧 我的事情 不需要你操心 许千千见着 突然硬气起来的许诺 眉头一凝 所以 你就算是知道 萧云婷这样对我 她那么混蛋 你依旧要嫁给她 是 我要嫁给她 这是我的事情 和你没有一丝的关系 许诺语气冰冷 连眼神都冷了几分 许千千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感觉 这一刻的许诺有些陌生 那眼神有些甚人 她的唇动了动 有些着急的说 诺诺 我把你当妹妹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她说着 要去抓许诺的手 许诺见她和她 连表面都装不下去了 起身 避开她的手 一字一句冷冷地说 许千千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许诺诺了 别再把我当傻子一样骗 许千千的身子一沉 脸上的表情僵了一下 随即慢慢地浮上争鸣 冷漠 许诺诺 你现在看着我这么惨 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谈不上开心 但不值得我同情 这是你就有自取 你去找萧云廷说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不是三岁的孩子 有脑子 还有 你觉得萧云廷和刘二傻合起来 算计了你的清白 你可以去公安局告 看看真相到底是什么 许诺自然是姓萧云廷的 许千千听着许诺的这些话 气得张牙舞爪 双目赤红地瞪着她 凭什么是我 凭什么不是你 凭什么上天要如此地偏袒你 我长相上是不如你 可我到底哪里比你差 我勤俭持家 能说会道 你呢 走两步道就喘气 食指不沾阳春水 连锄头都拿不起来 凭什么上天要这样地眷恋你 却一撕 也不同情我 许千千说着 一脚踹开旁边的凳子 砰的一声 凳子摔到了地上 还有许千千的声音大了一些 外面的许母听到动静 飞快地跑过来 拉开门就看到许千千 一脸猙獰的样子 她率先挡在了许诺的跟前 许千千 你抽的哪门子疯 许千千在看到许母的时候 脸上的争鸣未减 激动地指着许母 大娘 为什么 你眼睛也那么下 我分明比许诺诺好那么多 你为什么不看我一眼 偏偏要疼这个不中用的东西 我才是最能干 最好看的许家女儿 许母看着发疯的许千千 你有病吧 说完转身看着许诺 诺诺 咱们走 不和这些黑心肝的玩意儿 浪费口水 她说着 拉了许诺要走时 许千千忽然扑了过来 大娘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不要走 你不要只疼诺诺 你也看到我 我会比她做得更好 我会比她更乖的 许二婶再也看不下去了 一巴掌打在许千千的脸上 你个丢人现眼的东西 你脑子有病吗 许千千被许二婶打了一巴掌 疼得捂着脸 愤愤地瞪着许二婶 打我 你永远只知道打我 你这种泼妇 根本不配当我的妈 我只想大娘当我的妈 只有大伯家才配得上 我这么优秀的女儿 你 你 许二婶气得脑门疼 往他昨天为了他 把自己的脑门撞破 今天他就说他不配当他的妈 你给我滚 滚出去 你以为我想当你的妈 你以为我想养你这个赔钱货 老大媳妇 老二媳妇把他给我拖出去 许二婶又气又伤心 一动怒 伤口就扯得生生的发疼 他更多的是心疼 还有心寒 养了二十年的白眼狼啊 他就当他没生这个东西 第零一四章 可能要恢复高考 第零一四章 可能要恢复高考 许母瞧着这情况 劝都懒得劝 生怕许千千发疯 伤到许诺 拉着他就往外跑 一路还骂咧咧 真是有大病 自己作孽 还怪起亲妈来了 真是白眼狼 你二婶倒了八辈子没了 才生了这么个东西 许诺回到自家 隔壁的动静更大了 许家唐大嫂和唐二嫂 真拉着他往门外去 许千千也不后悔 站在许二婶的门口 还说了一句 你们将永远失去我 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许二婶听着这些话 直接气得站不住 天杀的 黑心碗叶 许家唐大嫂 立即扶着许二婶 娘 您别气 别气 坐下来缓缓 大宝 快给奶奶冲碗红糖水 奶 您别气 小姑姑这么丢人 那就不要了 大宝给您冲红糖水 甜甜的 喝完就不难过了 大宝嘴甜得很 他其实也不喜欢 这个长得丑的小姑姑 他喜欢大虎的 那个长得漂亮的小姑姑 许二婶嘴上硬 心却像是被刀割一般的疼 泪水啪哒啪哒地往下滚 而这边被赶出了家门的 许千千 看着外头炙热的太阳 也不知道能往哪里去 她妈没有一句心疼 只有责骂 大嫂和二嫂 把她嫌弃的猪狗不如 这个家 她真的待不下去了 许千千走了后 二房那边也安静了 许母听着没动静 长叹一口气 狼心狗废的东西啊 你二婶的命 怎么这么苦 给这个狗东西 丢了老脸不说 现在还怪上你二婶了 哎 钱文芳隐约地听到一些动静 现在听着许母嘀咕 心里八卦之心疯狂跳动 看了看在屋里收拾衣物的许诺 好奇地上前 小妹 许诺看着她这么八卦 就把许家二房发生的事情 和她说了一下 摇头叹息 我看堂姐 真的是疯了 钱文芳却摇头说 不是疯了 不过是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她老拿你做对比 觉得自己哪里都不比你差 却不如你过得好 许诺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看着钱文芳 钱文芳这才继续说下去 我觉得她哪里都比不过你 就说你当年给我吸蛇毒的事情 要是换了她 她会给我吸吗 会这么舍己为人吗 许诺没说话 钱文芳又到 又说爹娘对你好的事情 你知道回报 你还知道心疼爹娘 还有我帮你洗洗衣服的事情 你都不好意思 尽全力地帮我分担 而她呢 长那么胖 都是因为好吃懒做 唐大嫂跟她的佣人似的 她还成天不满 你说她这样的人 怎么和你比 许诺点点头 钱文芳是个很聪明的人 拎得轻 难怪当初会和自己 吸血鬼般的娘家断了得干净 她大概就想到 往后她日子过好了 她娘家会让她帮衬 许诺向来话不多 别人的事情 她不爱议论 钱文芳嘀咕完了 就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许家二房的事情 闹得不大 知道的人不多 许千千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许二婶自己头上还有伤 却还是担心着 毕竟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 再怎么伤她的心 还是担心 傍晚的时候 许二婶过来问的 大嫂 千千过来 找你了吗 许母看着许二婶的伤口 又渗出血了 有些心疼地说 她没来 倒是你这头上的伤块 处理一下 现在天热 不要感染了 许二婶抹了抹眼角 大嫂 我没事 你要看着千千 让她回家 许母一些话到了嘴边 终究没说出来 别人家的事情 她管那么多做什么 许二婶要怎么教孩子 那是她的事情 她一个外人 指手画脚做什么 许二婶又匆匆忙忙地走了 许诺听着 不禁想到什么 许千千不会真的跑去公社 告肖家搞封建民信 那一套吧 不过想想 她也没太担心 现在是77年 已经没有那么严格了 她爱怎么折腾 去折腾吧 许母今天没上工 她放着烧火 天太热了 她架了几块柴 就站在灶台前 帮着许母拿调料罐 或者是切个姜什么的 许母今天做的是回锅肉 这个季节正好有辣椒 就是辣椒炒回锅肉 许母还担心小崽子们怕辣 特意成了一些起来 单独炒 许诺闻着豆豉和肥肉 混合在一起的香味 垂涎三尺 妈您做的菜好香好香 我都流口水了 许母看了看外面 拿了筷子 就加了一块吹了吹 往她的嘴里送 刚刚炒好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在酱油和豆豉 豆瓣酱的爆炒下 又香又焦 真的好吃 许母看着许诺吃得美滋滋的样子 也是心满意足的 许母这边把饭做好 许父和许从阳下攻回来了 一家子整整齐齐的吃饭 期间钱文芳说起了许二叔家的事情 许父悠悠的叹一口气 看着许诺诺就开始一顿夸 还是我闺女孝顺 懂事 就是以后是别人家的闺女了 许母一巴掌打在许父的肩头 叹什么气 我闺女找了个好对象 肖家小子是个团长 手下管着一千号人 而且闺女说了 往后我们也搬到省城去 老二也在那里 老二结了婚 不也需要我们 许从阳赞同的点头 小妹在那里 二弟也在那里 以后爸妈是可以考虑搬到城里去 说完看着钱文芳 文芳 我们也努力一把 争取往城里搬 往城里搬 这可是钱文芳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看着许从阳的眼里 全是感动 从阳 嗯 我们一起努力 许诺笑着点头 往后祖国会越来越好的 会有机会 许父又想到了什么 说 我前面去公社开会 我听人提了一嘴 说是上面的大领导 正在争取恢复高考 说是今年就有希望 闺女 你要不要也去试试 你之前读书成绩就不错 这才高中毕业不久 现在已经是六月 恢复高考的文件 是十月下来的 所以现在 收到风声 也不奇怪 许诺还没说话 钱文芳赞同的点头 上学那会儿 诺诺的成绩是很好 小妹 去试试吧 往后家里的事情 全交给我 你认真复习 你要是考上大学 我们老许家就有光了 许母就喜欢钱文芳这话 你爹说的对 诺诺去试试 第零一五章 奸计得逞的味道 第零一五章 奸计得逞的味道 许诺动容的点头 行 爸妈 我试试 正好明天我约了肖大哥 一起去城里 我就顺便去买些复习资料 许父一听要 和肖家小子去城里 他瞬间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这肖家小子 和你去城里干啥 许诺饿一声 是我约的肖大哥 许父默然不说话了 许母又瞪一眼许父 柔声说 都要了八字 现在算是再处对象 说不定过两天就订婚了 一起去逛街 没事的 你爹就是个传统思想 你甭搭理他 许诺乖巧的点头 又说 爸 您放心 我都懂的 他这样说 他爸应该明白了吧 许从阳怕许父不放心 爹 这有啥 明天让文芳和梁崽子 一起陪小妹去 正好文芳也要买些布 给您和娘做一身新衣服 许诺一听 钱文芳和小团子也去 人那么多 他怎么搞东西 他不开心的盯着许父 小声的嘀咕 爸 我已经长大了 您总这样不放心 那怎么行 他说完 又看着钱文芳 大嫂 大呼小虎那么小 城里那么远 颠来颠去 孩子会晕车的 这样吧 我去买这些东西 许从阳还想说什么 许母开口了 对 就让你们小妹买回来 县城确实太远了 两个孩子受不了 钱文芳自然是没有意见 而且他也觉得 小妹和萧云婷 需要独处的空间 他去做什么 当店灯泡 人家怎么交流 许父见许母发话了 也不说话了 就叮嘱了几句 许诺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一家子刚刚吃完饭 就听到隔壁撕心裂肺的哭声 许千千这么骄纵 许二婶还是有很大的原因 他对这个小女儿非常的宠溺 所以造成他万事 觉得别人该做 他不需要做 别人需要顺从他的性子 许母看似对许诺诺宠溺 实则也是严格的 比如 园主喜欢李之清这件事 许母一直是管控着 再三的耳提念命 不让他和李之清有点什么 要是换了许千千那性格 说不定早就发生点什么 也不知道许二婶 有没有找到许千千 今天下午 许诺没睡午觉 看书看入了神 所以晚上沾床就睡着了 转天 清早 萧云婷准时出现在了许家 他但凡登门 都没有空手的 这次又提来了一个大西瓜 美味可口 多汁的西瓜 谁不爱 许母看着萧云婷 就稀罕 你这孩子总这么客气 这么大手大脚的花钱怎么行 以后 有了自己的小家 可不能这样 知道不 萧云婷恩一声 看了看那边屋檐下的许诺 不好意思的说 婶儿 以后结了婚 钱我就给诺诺管 他说怎么用 就怎么用 许母笑眯了双眼 太阳大 你们拿个扇子 我就去上工了 婶儿 您慢走 许母迈着轻快的步伐出门 许诺还在收拾 萧云婷有些无处安放 看着院子里的柴没劈 他拿起斧头 就开始劈柴 许诺正变着辫子 就听大虎和小虎 发出惊叹声 哇 萧叔叔 你好厉害 我爸都要劈两下 你居然只用劈一下 许诺从窗户看过去 就见萧云婷正在劈柴 而且快准狠 把两只小团子 看得目瞪口呆 钱文芳立即到了水说 哎呦 萧同志 别劈了 大嫂 没事 马上劈完了 钱文芳喊了几次 剑没用 就随了他去 萧云婷等许诺的功夫 把家里的柴劈了 又把缸里的水挑满了 真是个勤奋能干的好同志 萧云婷还很注意的 带了另一件衬衫过来 劈完柴 再冲洗了一下 这才换上干净的绿衬衫 所以 许诺在他的身上 闻不到一点汗味 只有肥皂味 嗯 这个男同志 很注意个人卫生 许诺又给他加了一分 然后 两人 这就肩并肩的 一起离开了棉花村 期间 萧云婷的手里 一直拿着扇子 给许诺扇风 可把村里的小姑娘们 羡慕坏了 这么好的对象 哪里找 一大早过来 帮家里劈柴 挑水 还给对象打扇 别问村里人 怎么知道这事 这村里就没有什么秘密 能隐瞒 沈子们的双眼 因为萧云婷这个对象 许母和钱文芳 没少在村里嘚瑟 收获了一波又一波的羡慕 有羡慕 自然也就有嫉妒 有人忍不住说 许大姐 你只看到这萧家小子 眼前的好 咋不关心关心他的过去 我家老姐姐是桃花村的 我听说萧家小子 以前可是个二流子 天天打架 惹事的那种 许母黑一声 谁没点以前的就是 更何况萧小子 现在是军人 祖国让他管着一千人 怎么 你是觉得 祖国领导看走了眼 让二流子 管了上千的兵 那挑逝的婶子 顿时缩了缩脖子 不敢再乱说 我 我也是听说 听说 门都没有 谁年少的时候 没有冲动做过坏事 而且 萧母是她的老姐姐 她清楚着 萧家小子 以前打的也是些混蛋 欺负小孩子 老人的那种混蛋 这云亭从小就正 易感十足 见不得横行霸道的人 所以 这才会传出了 爱打架的名头 而这边坐上公共汽车 去县城的两人 这年头 没有超载的说法 反正能色多少人 就色多少 满当当的一汽车人 而且里面的汽油味 是真重 闻着就让人觉得难闻 许诺是医生 知道如何避免晕车 可架不住原主 这身子太弱了 还有这山路的颠簸 有好几回 许诺都给晃到了 萧云亭的怀里去 可她都是守着礼节 手轻抚着她的手臂 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甩了整整半个小时 终于到达县城 许诺从车里下来 就在路边的花坛里 吐了个不停 好在她背上了 自己的小军绿包 里面有手帕 她擦了擦嘴 就见萧云亭跑过来 手里拿着水 诺诺 先竖出口 这个里面是绿豆水 喝一点缓缓 萧云亭一面说着 一面体贴地给她打扇 同样是晕车呕吐的 另一个女同志 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她对象不仅不帮她 还一脸嫌弃地说 你怎么这么麻烦 这么娇气 看来你只有坐牛车的命 下回不想 带你进城了 真是烦 那女同志 看着萧云亭对许诺的照顾 不满地说 王大志 我们分手吧 我不想和你出对象了 王大志仿佛听到了 什么匪夷所思的话 看着那女同志 像看神经病 你有病吧 分手就分手 谁想伺候你这个娇气姑娘似的 是你说分手的 以后你哭着求我 我都不会理你 滚 女同志委屈得低贺出声 那叫王大志的男同志 转身就走了 女同志似乎也没有多难过 擦了嘴 就满血复活了 许诺看得泽舌 再看着眼前的萧云亭 萧大哥 谢谢你 萧云亭的双眸微深 薄唇仰起不易察觉的糊涂 吃个冰棍 马上就凉快了 他像变戏法式的 掏出了冰棍 许诺美滋滋的吃着冰棍 悄悄的打量着萧云亭 他怎么有一种 在他表情里 独到奸计得逞的感觉 错觉 第零一六章 萧大哥 太快了 第零一六章 萧大哥 太快了 两人从汽车站出去 许诺想着 要怎么甩开萧云亭 可见他这么体贴入微 要把他甩了 怕是有些难度 他想了想说 萧大哥 我们去废品站逛逛吧 萧云亭有些诧异 这天热 那里的味道大 你去那里做什么 找些东西 他看着萧云亭背上的被篓 他是决定 要把他塞满的 萧云亭把许诺 先带到一处文化馆 诺诺 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等等就来 你不要乱跑 也不要打理陌生人 许诺看着话不多 突然向老母亲 念叨起来的萧云亭 笑 萧大哥 你去吧 我知道 萧云亭一步三回头的离开 走了好远 他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跑回来 把扇子给他 扇子拿着 扇扇风就不热了 许诺乖巧的点头 萧云亭这才放心的走远 许诺看了看四下无人 拿扇子挡着 悄然的搞了一些冰块出来 塞在他的水壶里 里面装了绿豆水 加些冰喝起来 才真叫凉爽 放完冰块 他还尝了一口 果然凉爽 绿豆水里 加了冰糖 喝起来微甜 又结暑 许诺也不知道 萧云亭去做什么 他就感觉自己 坐在这里挺傻的 他想着 要不要去四处逛逛时 萧云亭回来了 骑着自行车回来的 他在他的面前 耍了一个飘移 然后捏着刹车 停在他的跟前 诺诺 上车 许诺看着眼前的二八大杠 然后坐到了 萧云亭的后车座上问 萧大哥 你哪弄来的自行车 一个退伍站有家里的 天气热 走路太远了 我们骑车会更快一些 萧云亭的车骑得很稳 许诺赞同的嗡一声 他忽而想到许千千的话 想了想问 萧大哥 你认识许千千吗 萧云亭舒尔捏下刹车 车停在了一棵大树下 阳光透过枝叶间洒下来 碎碎的荧光细腻地 洒在两人的身上 笼罩着两人 许诺仰着巴掌大的小脸 看着萧云亭 似想从他冷峻的五官里 捕捉到什么 结果什么也没有捕捉到 他的脸上只有平静 他问他 不是怀疑他 只是觉得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有理由知道全部过程 萧云亭像是整理好了自己的台词 薄唇威气 算不上认识 但是有过一面之缘 就在前天 他在村口拦着我说 是你唐姐 许诺嗡一声 静静地看着他 等他说接下来的话 萧云亭对上许诺纯彻干净的双目 他看了看四周 放低了分贝 同时凑近了几分 微风吹起许诺额前的发丝 发丝飞舞至他的脸颊 像是轻轻地挠着他的痒 有些异样的感觉 尽管如此 他的大脑极其地清醒 一字一句地说 他说你喜欢村里的一个知青 还说了很多有关于你的坏话 他居心不良 与我说这些话 也会与其他人说这些话 他的目的是想毁了你 我很生气 所以掐了他 许诺看过许谦谦脖子上的掐痕 知道是他掐的 毕竟刘二傻没有那个力气 手掌也没有那么大 只是许诺没有想到 他会大方地承认 桃花村与棉花村相隔不远 他也没打算避而不谈后面的事情 许诺这般的问 定是去看许谦谦了 并且他对他说了许多有关他的话 所以萧云廷又说到 他后面与刘二傻的事情与我无关 许诺乖巧地点头 嗯 我知道这事与萧大哥无关 你是军人 你不可能因这点事 去做一些自毁前程的事情 我问你 其实就是想知道 你信我堂姐的话吗 不信 萧云廷毫不犹豫地说 他居高临下地 看着他巴掌大的小脸 目光中尽是信任 许诺都不知道他哪里来的信任 不过 这样愿意坦诚相对的男同志 他还是很欣赏 萧云廷说完 便转身又登上自行车 往废品站去 没有再纠结这个话题 许诺手慢慢地拉上他的衣角 低语 萧大哥 既然我和你出对象 那么我的心便只会在你的身上 不会装了其他人 感谢你的信任 他的声音随着风 一个字一个字地落入他的耳里 在他的心弧里 激起千层的浪 他蹬着自行车的脚 不禁更用力 速度加快了起来 许诺的身体因惯性地往后一样 他手情不自禁地圈上他的窄腰 有些害怕的控诉 萧大哥 太快了 萧云廷感觉到腰上那双柔软的小手 脑子有些恍惚 脚下也松了力 不敢蹬得太快 不过恍惚仅一秒 他的头脑又很快地恢复了理智 他的速度放缓下来 许诺便将手又重新拉上了他的衣角 他圈过的地方好像缺失了什么 让他一度的空荡 不过很快被热浪覆盖 现在是上午十点 阳光仍旧炙热 街上没有几个人 萧云廷的自行车缓缓骑向废品站 许诺没想到他知道路 两人下车 他就背着贝罗进去了 看守废品站的是个大爷 许诺去的时候 他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只是坐在黄葛树的躺椅上 打着菩萨懒懒地说 要什么 自己找 许诺恩一声便进了屋里 这个废品站大爷收拾得很整齐 根本没有什么臭味 也不是满地垃圾乱飞 书本被整整齐齐地放在一起 还拿布条记起来的 许诺看了一圈 然后就开始找东西了 他先找了一些高中的复习资料 萧云廷看一眼就知道 他要找什么 我来帮你找这个复习资料 你去找找其他 谢谢萧大哥 萧云廷冷峻的面上 透着一丝微不可查的开心 他是部队军人 今年可能恢复高考的事情 他也是收到消息了 所以许诺有什么打算 他一眼便看出来了 许诺翻了好一会儿 都没有什么收获 难道他穿来得太晚了 所以已经没有什么宝贝了 正当他信心的时候 一本书闯入他的眼帘 书本很老旧 书页已经泛黄 上面还有不少的污渍 但是上面的字体 与其他的书本很不一样 其他都是印刷字体 这本却是手写字体 而且是毛笔字 他立即翻来看 没有想到的是 居然是一本食谱 而且上面还写着 宫廷膳食 他随意翻了几篇 立即搁到萧云廷 找的高中复习资料上 第017章 你想考一科大学 第017章 你想考一科大学 找到一本有用的东西 许诺全身都是劲 又开始仔细的翻找 这一趟他来对了 他不仅找到一本食谱 还找到一本一折手渣 找完了书本区 他又去了杂物区 进门就看到 一个花瓶 歪歪斜斜的倒在地上 旁边堆了一些烂木块 一看就是被人嫌弃的 许诺有些惊喜的 拿起那个花瓶 瓶声绘得是缠之纹 而且是青花瓷 他在现代 就喜欢收集这些玩意儿 所以一眼看出 他是个正品 且是个老古董 欢喜地将小花瓶 放到了被楼里 又在木块堆里翻了一会儿 最后找到了一个 长相丑陋 但散着一丝 若有若无香气的木头 许诺不禁心惊肉跳 他再三地闻了闻 可以确定 他就是奇南木 沉香木中的极品 古时帝王 都拿作为熏香用 他不禁嘖嘖两声 因外貌丑陋 被人这样遗弃在角落里 可惜 真是可惜 这木头在后世 可是卖出了高价 这次没白来 许诺开心坏了 然后翻了翻 就找到一些小物件 什么场景花瓶 最多的还是鼻烟壶 要说最喜欢的 那肯定是鼻烟壶 小小巧巧的 磨砂透明 上面的画 也是栩栩如生 他一捞 捞到了五个 不说他值钱否 从长相上 就讨了许诺的欢喜 许诺翻了半天 一双鲜鲜玉手 翻得脏兮兮的 他有轻微的洁品 所以收拾完 就赶紧去洗了手 老大爷看着许诺翻出来的东西 有些纳闷 这些东西都没啥用 你买来干啥 放家里摆着 好看 这个还可以拿来插花 许诺说着 拿手帕轻轻地擦拭着上面的灰尘 视若珍宝般 老大爷先把书本拿去称了称 然后看着那些小东西 迟疑了一下说 给个一块钱吧 谢谢大爷 才一块钱 他就捞了这么多的宝贝 虽然这个年代的一块 相当于后世的一百 但他也赚大发了 许诺捞着了宝贝 小脸笑得像花般好看 他准备捞钱来着 萧云廷又快了一步 许诺皱起小脸 萧大哥 先把你的钱用完了 往后咱的家没钱 可怎么办 还有 萧云廷听着 咱的家这三个字时 嘴角不禁上扬 看着他的目光 更热烈了几分 许诺拿了他没办法 擦完了花瓶 又爱不释手地擦起蝙蝠来 珍珠蒙尘 擦完就透出了 他本来的面目 许诺生怕老大爷瞧着好看 后悔了 他立即要背上贝楼走人 萧云廷快了一步 他就这样静静地跟着他身后 他做什么 他打下手 也不多问 许诺看着手里 给他擦干净的鼻烟壶 上面画的是兰花 还有蹄子 虽然很小 但是能看出来是大师的手笔 好看 伸得太好看了 许诺情不自禁地 拿起半透明 磨砂平身的鼻烟壶 照向太阳 太阳强烈的光照 也没能透过平身 许诺反复地抹撒了两遍 然后放进了自己的君律小背包里 萧云廷瞧他这么宝贝 又看了看他背楼里的东西 问 要不要我们找个垫 把它们洗出来 全装进你的小包里 许诺直摇头 太招摇了 我们回家去洗 我就是有些迫不及待 所以先洗了这个 萧云廷恩一声 那上车 我们去供销社 好 许诺得了宝贝 一路上开心的不得了 和萧云廷的话 也多了一些 萧大哥 你认识刚刚那东西吗 不认识 蹄烟壶 古人用来装提神 洗脑药物的小瓶子 做工非常的精细 讲究 这些应该都是清代 所以上面的图案 非常的鲜艳 萧云廷刚刚就发现 他好像对医学类的东西 非常的感兴趣 问 诺诺 你想考一科大学吗 许诺微诧异 萧大哥 你看出来了 萧云廷恩一声 我发现 你刚刚拿了好几本 有关医学的书籍 内科 外科 还有中医药理类的 许诺一一声 不是说他大字不识几个吗 萧云廷见许诺不作声 也到了供销社的门口 他把车停好 转身看着他 许诺对上他的视线 有些不好意思的垂手 我爸和我说 可能要恢复高考 你有听说吗 萧云廷点头 上面的大领导 是有这么一个意思 国家发展需要人才 而且需要大量的人才 所以通过的几率为60% 诺诺 你提前复习 更有机会 是对的 许诺恩一声 我是想考一科大学的 所以特意找了几本书看看 提前做个准备 萧云廷没在声响 而是看着他 颇有一副 鱼有熔烟的感觉 许诺瞧他这样 好奇的问 萧大哥 你考虑考大学吗 暂时不 曾经司令推荐我 去过警校进修过 目前部队缺人 而且目前还有其他的安排 所以暂时不能 诺诺 你不用管我 你去考 其他的事情由我 他原本想说 家里的事情交给我 又觉得不合适 这才换成了 其他的事情 许诺眨巴着眼睛 嗯 萧大哥也很优秀 部队需要你 国家需要你 人民群众感谢你 他这小嘴真甜 萧云婷听得美滋滋的 把车锁好 准备走来着 可想着小丫头 那么宝贝 那一背搂的东西 所以他又背上了背 萧云婷很高 许诺一米六五的身高 在他的面前 显得特别的娇小 穿着军装的萧云婷 背个背搂 又和长得特别打眼 好看的许诺站在一起 两人进攻萧舍 顿时就吸引了 不少人的眼球 这年头 军人为人民服务 所以很得民心 也受大家的尊重 所以他们进来 就有人投来敬畏的眼神 甚至给萧云婷让道 萧云婷却直接走到了 人群的最后面 排队 没有因为自己身份的原因 插队 占人民群众的便宜 他这个举动 更获得了大家的好感 有自来熟的沈子说 军人同志 这是你媳妇吗 第零一八章 买玉佩 第零一八章买玉佩 萧云婷看一眼许诺 耳朵微不可查的红了 说是我对象 这种感觉 还有些飘忽 那么不真实 许诺和沈子聊起来 我对象难得回来 所以陪我来买些东西 沈子你也买不啊 沈子是个热心的 话多 许诺问 他就答 许诺就了解了这些布的价格 还有什么布比较好 比较软 适合给爸妈做衣服 萧云婷倒是没有想到 以前话不多 而且很娇气的许诺 会和沈子说那么久 供销社的人很多 挤来挤去 萧云婷一直紧紧的 守在许诺的跟前 手臂虚护在他的双肩 只要有人撞上来 他都第一时间 带着许诺避开 解了好一会儿 终于把东西买齐了 上次萧云婷就拿了 不少的东西 所以这次 他就买了一些布 一点肉 细凉 然后还准备回到村里 趁家里人不在的时候 再把空间的鸡和肉拿出来 很快贝罗给装得满当当的 两人满载而归 本来萧云婷是要让许诺 在国营饭店吃了午饭回的 可是天太热了 肉在贝罗里 万一臭了怎么办 萧云婷再三的思考后 还是决定先回去 萧云婷本来想先把许诺 送到了汽车站 然后再去孩子行车 可是许诺主动要求 要和他一起去 萧云婷想了想 也没拒绝 他借车的战友家 就在汽车站附近 住在一个幽深的小胡同里 萧云婷骑着车道的时候 差点撞上一个小孩子 孩子是个女孩 头发枯黄 一看就营养不良 小脸瘦得皮包骨 双眼深陷 皮肤辣黄 孩子看着萧云婷 害怕的色缩了身子 却也知道是自己不对 不停的道歉 尽管声音很小 他们还是听到了 许诺下车 走到小女孩的跟前 温柔的说 小妹妹 别怕 哥哥骑车也不小心 这才差点撞到你 你没错 小女孩对上许诺 温柔干净的双目 干裂的唇动了洞 半天才发出声音 姐姐 你买东西吗 许诺知道 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那么严格了 不过卖东西 还是不敢太张扬 许诺看着孩子衣着破烂 又瘦成这样 不管什么东西 她用不用的着 她就问 买 你有什么东西吗 小女孩立即从包里 掏出一个小布袋 布袋上是 手工袖的小老虎 女孩手脏脏 布袋却特别的干净 想来她很珍惜这个东西 平时都放在家里 今天想卖了 才拿出来 小女孩从布袋里 拿出一块碧绿通透的玉 玉是蔷薇花 镂空精致的 看得出来雕刻的手艺 出神入化 很是惊喜 甚至栩栩如生 小女孩双手捧着玉佩 姐姐 我卖这个东西 你可以多给我一些钱吗 我妈病了 她快死了 我想要 拿这个换钱 给妈妈治病 许诺看着那块玉 一眼认出是一块好玉 问 你需要换多少钱 一块钱 一块钱就好 小女孩生怕许诺觉得贵 目光里全是羊球 还有楚楚可怜 这块玉现在不值钱 甚至可以说是没用 可往后就值钱了 她想了想说 姐姐拿贝楼里的肉 还有细量 再给你十块钱 好吗 小女孩一听这么多的东西 不禁瞪大了双眼 直摇头说 太多了 太多了 姐姐 妈妈说过 无功不受禄 许诺有些意外 对于你们来讲 这块玉不值钱 可对于我来讲 她值这么多的钱 说着 她把贝楼里的肉 还有细量拿了出来 又拿出十块钱 小女孩连连退后 根本不敢接 萧云婷慢慢蹲在 小女孩的跟前 小妹妹那姐姐给你两块钱 你把这些肉和细量收下 好吗 小女孩听着 犹豫了一下 忽而双膝弯曲 做事要跪在地上 萧云婷见状 忙把人拉了起来 严肃地说 现在不可以搞这一套 除了父母 其他人都不值得你跪 知道不 大概是她太严肃了 把小姑娘吓到了 许诺立即温柔地 轻拍了拍小姑娘的肩 甜甜地笑 哥哥只是心疼你 别怕 萧云婷一看 自己把人吓到了 有些善善地摸了摸鼻子 然后忙拿出一颗糖 给了小姑娘 小姑娘不敢接 还是许诺拿过来 她的手里 她才敢接 然后满目感激地看着许诺 谢谢姐姐 姐姐 你是大好人 许诺笑了笑 从兜里拿出两块钱 一并给了孩子 然后又提着背楼里的细凉 肉说 走 姐姐去看看你妈妈 小姑娘微愣了一下 忙接过她手里的东西 姐姐 我来提吧 然后她走在了前面 许诺和萧云婷 随着一起进了巷子 小姑娘的家在巷子的最深处 而且非常的狭窄 只有一间屋子 屋子位置不好 所以光线极暗 小姑娘拉开门 就小声地提醒 姐姐 追一脚下 进门 许诺就闻到一股长期 见不到阳光而产生的霉味 她微皱眉 有些不好闻 屋里的人听着动静 发出虚弱的声音 楠楠 你回来了 楠楠立即放下东西 走到床前 妈 我在门口遇着一个好人姐姐 她把我的玉佩买了 给了两块钱 还给了一些细凉 肉 她还来看你 楠楠妈一听 给了两块钱 还给了那么多的细凉和肉 她看着眼前的许诺 一时有些激动地说 妹子 你吃亏了 那玉佩不值钱 这些细凉和肉 你提回去 我们不要 许诺坐到楠楠妈的床前 双眼适应了黑暗 她才看清了楠楠妈的病容 手落在她的手腕 温柔地说 这玉佩是上好的玉 值这个价 你不要和我客气 不然 我就是欺负你们孤儿寡母了 楠楠妈的精神非常的不好 说句话都费力的那种 听着许诺的话 点了点头 谢谢 谢谢 我是知道的 这块玉佩到黑市 一块钱都换不了 你给两块 很多了 真的 黑市本来赚的就是黑心钱 许诺自然不能和他们比 她说话的同时 把了把楠楠妈的脉 感觉她已经病入膏肓 且身体的各器官已经开始衰竭 没得救了 她手上有些药 可以让她的疼痛减少一些 但是也不方便拿出来 想了想 看向萧云婷 萧大哥 你去爱车吧 我在楠楠这里坐一会儿 第019章等你长大 第019章等你长大 萧云婷想了想 还是出去了 带她走后 许诺像是故意闲聊的 问起南南妈的症状 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包药 这是我给我亲戚带的 她说 这药止痛可厉害了 大姐 你试试 如果是现代 绝对不会拿她的药 乱吃她的药 可在这个年代 吃口饭都难 有药能解决病痛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同意 南南妈并没有迟疑 接过药 立即和南南说 南南 你拿一块钱给姐姐 许诺立即推开 这药不值钱 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开的 就几毛钱 大姐 你拿着吃 说完 她起身就走了 南南追出来 姐姐 许诺摆手 快回屋去照顾你妈妈 姐姐找到这路 南南泪眼朦胧地挥手 姐姐 我会记着你的 我长大后 会好好地报答你的恩情 许诺笑了笑 转身就走出了小胡同 能帮到她 她也很开心 许诺刚走到巷子口 就看到萧云婷 和一个穿公安制服的人说话 还给了她一些钱 老李 这些钱你拿着 有空买点东西 给巷子南南夹 李老推过她的手 你说的南南我知道 是个苦命的丫头 她把早前的病死了 她妈一个人拉扯着她 很是辛苦 孩子拉扯大了 但是她的身体也垮了 萧云婷眼里有些不忍 拿着吧 能帮一点 试一点 说完 她转身准备走了 结果 就看到许诺 满目温柔地看着她 她冷峻的脸上浮起一抹柔情 上前说 我和你介绍 这就是我曾经的战友 殷商退役 现在是安线的人民公安 说完 又看着李公安说 这是我对象 我先前和你提过的 李公安看着许诺 嫂子 许诺微微一笑 李同志 李公安打量过许诺 看着萧云婷 说 难怪你等那么久 值得 等那么久 许诺好奇地看着萧云婷 她和李公安告别 背着贝罗 一起去了汽车站 许诺见萧云婷 一直不说话 就开口问 萧大哥 李公安的话 和我有关吗 萧云婷看着许诺 震了一下 发现太阳直晒 在她的脸上 她手里蒲扇拿起来 挡在她的头顶 替她遮了灼热的阳光 许诺还仰头看着她 等她说话 萧云婷被她看得 有些不自在 等你长大 简短的四个字 瞬间进入许诺的心壶里 等她长大 意思是 她一直喜欢原主 什么时候开始的 许诺整理过原主的记忆 几乎没找到她的身影 那她是什么时候 对原主产生了那样的感情 萧云婷看着许诺 双眼深不见底 让许诺不知道 她在看什么 可她给她看得 有些不自在 不自然地避开她的双目 萧云婷忽然抓过她的手腕 小时候我妈就说 你是我媳妇 所以我觉得 你就是我媳妇 哦 原来如此 她就说她和原主 不过小时候 有过一面之缘 哪有什么感情 而且 这个年代的人 都非常的传统 父母一直这样洗脑 她的骨子里便认为 她这辈子就塌了 许诺想到这里 又有些好奇 她在外 就没有见过 自己动心过的女同志 她正疑惑的时候 萧云婷又开口了 诺诺 或许我们现在 还没有什么感情 但是余生还很长 我们可以慢慢培养 如果最后 你还是不喜欢我 我会尊重你的选择 成全你 许诺前行地搅呼 而顿住 仰着小脸问 意思是 我要离婚 你也会成全我 萧云婷见她说得那么直白 有些意外 小小地呆了一下 却还是点头 嗯 我尊重你的一切选择 许诺的小拳头轻打 在她的胸膛上 傻子 她的小拳头打下去 就像挠痒痒的轻 而且有一种暧昧的味道 在里面 萧云婷的耳朵又红了 而且这次 她感觉到烫 看着许诺 有微红的脸颊 她主动地牵起了她的手 许诺的手僵了一下 没有拒绝 这陌生的触感 只是让她有些恍惚 慢慢的 萧云婷的手指 就扣着她的手指 肌肤紧紧地贴近在一起 产生一层薄薄的汗 却将两人的距离 拉得更近 许诺感觉自己的脸更烫了 这大概身体的本能 在一个充满神秘的异性接触之时 身体本能的 就会产生反应 特别是现在笼罩在两人面前的气息 还那么暧昧 公共汽车来了 人特别的多 萧云婷生怕其他人把她撞倒了 本来扣着她的手 慢慢落到她的肩头 虚护着她 慢慢地挤上了公共汽车 天热 人多 汽油味 汗臭味 还有一些什么奇怪的味道 交杂在一起 那味道真是让人觉得 恶心难闻至极 好在许诺忍到下车了 这才吐 萧云婷看她吐得这么难受 说 下回不坐这车了 许诺喝水竖了竖口 没事 我多坐几回 就习惯了 就是现在身上沾腻腻 还臭烘烘的 许诺就只想回去赶紧洗澡 太臭了 萧云婷四也闻到自己身上不好闻的味 也知道许诺有轻微的洁癖 看她一脸的嫌弃 她也没敢搁太近 两人急步回到家里 钱文芳刚刚熬了绿豆水 因为耽搁了一些时间 所以到家的时候 已经过了午饭时间 钱文芳见她俩回来 小脸热的通红 而且汉家刘备的 一脸的心疼 手上的活也没停 一面打着水说 小妹 快 洗个澡 吃过没 我给你弄饭 萧云婷一脸的歉意 大嫂 就麻烦 你给诺诺煮点饭 我们回来得及 没有吃午饭 本来是要吃的 许诺不去 她也就没强制要求 就是 到了她家人面前 这个点了 她还没吃饭 萧云婷就觉得不好意思 钱文芳却是笑 没事 不麻烦 你也没吃吧 吃了再走 坐 萧云婷看着贝蕾 想到了什么 立即把贝蕾放到了灶屋 然后把里面许诺寻的东西 找了出来 然后打了一水 轻轻地擦拭着 她宝贝的东西 她也非常的小心着 许诺出来的时候 萧云婷已经把她寻的东西 全部整理了干净 干干净净净 整齐地摆在了她的屋檐下 萧大哥 去洗个澡 许诺把那些东西收进了屋里 这么放着 真是打眼 萧云婷想了想 还是去洗澡了 吃过饭后 萧云婷便走了 许诺看钱文芳没有注意造屋 就从空间里拿了一只鸡 还有一条紫肉出来 大嫂 这天热 这些东西怎么放 第020章 我闺女真能干 第020章 我闺女真能干 第020章 我闺女真能干 呀 诺诺 你还买了这些啊 钱文芳都是有借献感的 许诺背回来的被笼 他不说拿 他是不会去翻他的东西 看他拿出鸡盒肉 眼珠子都要瞪掉了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的东西 钱文芳心想买了这些 还有钱给爸妈买不吗 比较许诺 才高中毕业没多久 而且也没有工作 手上的钱 都是许母给的 哪有那么多的钱安排这些 许诺小声的说 我和萧大哥 运气特别的好 在废品站找着一些东西 然后转手一卖 买了不少的钱 萧大哥说我找着的 所以就全部拿来买了鸡盒肉 钱文芳知道 县城里好捞钱 没有想到这么好捞钱 忽然想到萧云婷 给他洗出来的瓶瓶罐罐 小妹 你那些东西 真的这么值钱 许诺须一声 大嫂 小声一些 现在还不能拿出来 再晚些时候 等国家的经济再好一些 今天是遇着大傻子了 这才处理了几个 倒买倒卖 现在说起这些事情 还是很丢人 甚至可能被批斗的事情 钱文芳胆子小 连阵都没有出去 一脸认真的说 小妹 你放心 我这嘴巴疯死了 绝对不会往外说 这涉及到许诺 他更不会往外说 许诺想 有萧云婷一起搞这事 父母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不过 他还是把这事 想得简单了一些 晚上许母回来 就见钱文芳在燕姬 还看到那么大一条的五花肉 顿时脸色不好了 老大媳妇 诺诺不懂事 你怎么也不懂事 这萧家又不是摇钱术 前面拿那么多的东西 今天怎么又让人买那么多的东西 虽然许母有些凶 可钱文芳知道 她这婆婆 已经是十里八村最最好的了 要是换了其他婆婆 早就一巴掌抡上来了 哪里还给她解释的机会 钱文芳唇动了动 刚想怎么解释的时候 许诺听着动静 从屋里跑出来了 妈 不要骂大嫂 你不是婆婆 你是罪名市里的好婆婆 这是我干的 我一人承担 你骂大嫂做什么 很多时候 家庭的矛盾 就是这样来的 钱文芳却是黑黑一笑 小妹不急 妈没骂我 妈只是声音大了一些 许母看着钱文芳 她是看得上的 懂得感恩 有之进退 她和娘家断绝关系这一出 她也非常的赞赏 毕竟钱家要的高材里 是十里八乡都没有过的 而且钱文芳在钱家 那过的是猪狗不如 并且当牛做马 钱文芳嫁到家里来的时候 又黑又瘦 整个人瘦得皮包骨 个子也矮 在许家养了一年 就长了一些 皮肤也白了 肉也多了一些 看着整个人就水淋淋了 想到这里 许母又想到那条子肉 那只鸡 看向许诺的眼神冷了一分 你给我好好地解释 虽然模样汹汹的 语气却没有那么重 许诺调皮地笑 妈 进屋来 许母瞪她一眼 想要对她凶一些 可这小妖女 总是笑叶如花地看着她 让她完全气不起来 进了屋里 许诺就把大花瓶 还有鼻炎壶 还有小花瓶 食谱 中药书籍 全部拿了出来 您看看 许母看着干干净净 发亮的那些玩意儿 不禁哀忧一声 这 这可是以前老弟家的好玩意儿吧 许诺眼睛亮亮的说 是 我和肖大哥运气好 去废品战逃的 这些东西 只要了一块钱 可我们转手去黑市 就有人时货 卖了五块钱给我们 许母脸上的笑意顿时僵住 看着许诺的眼神里 多了一分生气 你去黑市了 许诺饿一声 妈 您别激动 不算是我去的 是肖大哥去的 我就在他站有理工安家等他的 许母有些怀疑 肖云廷是军人 他能知法犯法 妈 你说啥呢 都要考大学了 南方那边 京市这些大地方 都有人摆摊做生意了 不算大事 肖大哥说的 他好些战友 都去南方下海经商了 你知道湘江部 那边的衣服 首饰什么的 都流入了我们京市 还抢受一空 许诺很认真地分析 许母是个聪明人 虽然没有读什么书 可是心思活络 所以当初才会嫁给许父 他就是看中了许父的才能 一听许诺这么说 有些相信了 许母又看着那些玩意儿说 这些东西都藏起来 说到这里 他看到了食谱 这个拿来做什么 许诺想了想说 妈 以后我和肖大哥 去省城随军了 有机会你也搬过来 你和爸就做些小生意什么的 这些东西就有用了 许母翻看了一下 居然是御膳房 流出来的食谱 不禁叹一口气 哎呦 我闺女真是能干 就进县城一趟 就收获了这么多的好东西 许诺又拿起 另一本中医学 妈 我打算考一科大学 您觉得好吗 许母看着那本泛黄 一看就是老祖宗 留下的好东西 当医生 嗯 许母又想到牛棚里的人 脸色不禁凝重了一些 这成吗 不会被人批斗 下放 妈 都考大学了 往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那样的事情 不会再有了 实在不行 我回村里当个村医生 也成啊 我祖上三代平民 谁来批斗我 许母想想 好像是这么一个道理 一激动 拍着大腿说 哎呦 我闺女太能干了 又找了一个能干的对象 往后妈 就靠着你想服了 许诺靠在许母的肩头 妈 天热 不要那么辛苦 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知道不 知道 知道 许诺想 她得快点和萧云婷结婚 这样就有理由 往家里送好东西 让父母好好地养身体 现在的许母 又黑又瘦 看着让人心酸 夏季的雷雨 向来都是说来就来 吃过晚饭 没一会儿 天空雷声大作 闪电交加 黑云笼罩整个棉花村 天仿佛要垮一般 许诺立即把院子里的衣服 一并收进了屋里 她刚到屋檐下 窦大的雨点倾泻而下 钱文芳忙从屋里跑了出来 拿了几个盆 在造屋接雨水 雨太大了 许家的造屋有些破旧了 地里一直有事 都没有来得及修缮 所以有些漏雨 多余的盆 钱文芳就放到了院子里 接雨水 接上几盆 用处就大了 听着雨声 许母从屋里出来 就见老大媳妇 已经放好了盆 造屋也用盆 接上漏下来的雨水 点了点头 也没说什么 许母见许诺 还坐在屋檐下 看着外面的倾盆大雨 催促 赶紧洗洗睡去 今晚下大雨天不会热了 好的 妈 你早先休息 许诺也转身准备进屋了 这个时候不通电 都用油灯 即使她睡不着 也只能床上躺着 她这刚刚进屋 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 第零二妖章 刘婆婆不行了 第零二妖章 刘婆婆不行了 她疑惑地开着院门 那敲门声非常的急促 透着着急 见许家人迟迟不开门 外面人着急地说 大嫂 大哥 你们帮帮忙 帮忙找下千千 千丫头都出去两天了 这会儿还没找着人 现在又下暴雨 雷鸣闪电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死在外面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 许千千跑出去两天了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许二婶也担心了两天 许夫叹一口气 劈了斗篷 还有缩衣打开门说 我和你们一起去找 二弟 别着急 千丫头聪明着 她不会有事的 许二婶的脸上 也不知道是泪 还是雨水 额头的伤口又渗血了 染红了布 她感觉不到痛 心急如焚地 看着屋檐下的许母 大嫂 你有空 也帮我找找好吗 许母终究是不忍心 拿了斗篷和缩衣 行行 走吧 许母走时 见许诺出来 立即喝道 不许出来 在家里好好地睡觉 我们这里很多人 够了 钱文芳也拉着许诺 许诺却是满目担心地 看着许父 许母 爸 妈 你们小心一些 放心 许父和许母 匆匆忙忙地 就往外去走了 今天下大雨 所以大哥没回来 就在镇上的宿舍休息了 时间还早 钱文芳根本睡不着 就到了许诺的跟前 手里织着毛衣 这个许千千 真是百岁 都不懂事 这样让二叔二婶操心 真是不孝 我要是二叔二婶 找着她 非打死不可 许诺看着钱文芳 大嫂 雨太大了 我还是不放心 钱文芳拉着她 你要出去了 爸妈更不放心 爸妈在棉花村 生活了这么多年 哪里有泥石流 哪里有山体滑坡 危险他们是知道的 许诺看过这边的地形 确实容易泥石流 山体滑坡 也不知道 许千千这个蠢的 到底去了哪里 这么不负责 让家人忧心 许二叔为了找这个孽障 在村里找了多少人帮忙 人情都欠了一堆 许诺觉得钱文芳说得对 她不出去 却也睡不着了 坐在屋檐下发呆 钱文芳看出了许诺的担心 又说 小妹去睡吧 这里有我 许诺摇头 看着钱文芳手里的毛线 大嫂 要不你叫我织毛衣吧 钱文芳看了看手里的毛衣 现在天黑了 你看不到 不能把眼睛熬坏了 你用眼睛的地方多着了 许诺看着钱文芳 她看都不看一眼手里的针 手指就在那里来回的穿梭 她想了想 还是想试试 钱文芳没办法 就告诉她 这叫上下针 上面插一针 下面插一针 交替着来 打出来 就像是麦穗的样子 许诺听她说了两下 又看了看具体插在哪里 你真能干 这就上手了 那你织着 我去那鞋底 许诺心不在焉地织着毛衣 看着屋檐躺下来的水 滴落在糖瓷盆中 荡开一圈一圈波纹 雷声不断 闪电照的夜空如同白昼 雨也不停 颇有越下越大的阵势 许诺这心里更是急了 结果没一会儿 来人了 许诺以为是许父许母回来了 结果是王家婶子 大队长 大队长 钱文芳立即起身 王婶子怎么呢 人都不在家了 出去寻我家堂妹了 王婶子听着 哀悠一声 有些急得拍了拍大腿 这可怎么办 村口的刘婆婆不行了 家里漏雨又严重 钱文芳一听 是刘婆婆不行了 转身说 小妹 你在家里 我去看看刘婆婆 许诺震了一下 搜索了一下记忆 才知道是哪个刘婆婆 村里的孤寡老人 一直是她爸 也就是棉花村的大队长在管 王婶子是她的邻居 大家知道婆婆家漏雨 所以过去帮忙接雨 才发现婆婆不行了 她的心不禁揪在一起 嫂子 我和你一起去 许诺从原主的记忆里 知道这个刘婆婆 她男人以前是个军人 而且是为了引开敌人 保住棉花村才牺牲的 刘爷走的时候 刘婆婆嫁过来 不过十来天 她走得突然 一儿半女都没有留下来 可是刘婆婆却也没有改嫁 一直守着她的屋子 守着她的一切 刘婆婆原是名门归秀 在刘爷爷为棉花村牺牲后 她将自己手上所有的地 还有古丸珍宝什么的 都捐给了村子 村子这才修了路 建了桥 小学 她和刘爷爷的一生 都是为了棉花村付出 她现在有事 这些受了她恩惠的后辈 怎么能不能去看看 钱文芳一直知道 许诺是个人美心善的人 不让她去是不可能的 想想 便把梁宰子留家里 带着许诺一起去了刘婆婆家里 农村的孩子早当家 尽管才五岁 也可以放心地留在家里睡觉 因为他们很小就知道 什么东西不能碰 什么东西能碰 许诺还小小地担心了一下 想着她什么也不会 钱文芳不去 她也做不了什么 便没有去想太多 带着斗篷 穿着缩衣 赶到刘婆婆家里的事情 已经有不少的人赶过来了 不过来的都是婶子们 家里好多男同志 都被叫去找许芊芊 这个雨夜 真是不安宁的夜 刘婆婆哭瘦如财 躺在床上 目光暗淡无光 她在看到许诺的时候 忽而就喊 诺诺诺诺诺 许诺平时经常来看刘婆婆 村中小辈 大概就她与婆婆的感情最好 其他小辈都有些怕她 因为刘婆婆曾经逝去留夜夜时 哭了好些天 眼睛生病 眼皮烂没了一部分 睫毛从那以后再也不长了 所以刘婆婆那双眼睛 看着有些吓人 可许诺一点也不怕 园主不怕 现在的许诺更不怕 许诺上前就握着刘婆婆的手 婆婆 我在 我在 您说您有什么要交代的 刘婆婆声若闻吟 许诺凑到她的耳边才听到 她说 好诺诺 告诉你爹 把我葬在远生的旁边 家里的第三块地砖下 还有些东西 给村里的孩子们买 买书本 许诺听到这里 泪眼朦胧 婆婆 这个时候了 她还想的是为这个棉花村付出 为那些孩子们付出 刘婆婆察觉到她的悲伤 又拍了拍她的手 好诺诺 我知道你是好诺诺 你告诉婆婆 以后的祖国是不是很美好 许诺本来在悲伤中 听着这话 忽而瞪大了双眼 震惊地看着刘婆婆 她却是温和地看着她 像是看透了一切 许诺不解 她的身边已经没有其他人 刘婆婆这才有小声地说道 都是好诺诺 你好 她也好 都是好诺诺 意思是原主也好 是不是她来了这里 原来的诺诺 去了她哪里 她想不通 抹了抹泪水 说婆婆 未来的祖国很好很好 很强大 第零二章 许母脚扭了 第零二章许母脚扭了 刘婆婆欣慰地笑了笑 远生那时候就和我说 人活一辈子 不能自私地只为自己 应当干些大事业 为祖国 为人民 服务是她的荣幸 许诺重重地点头 我们棉花村所有的人 永远记着您对我们的付出 刘婆婆又笑了 她笑得那么温婉 然后手指了指那边的红木箱子 我的嫁衣 帮我穿上 许诺立即起身 打开了红木箱子 便看到里面有一套红色的嫁衣 婆婆保护得很好 她依旧那么鲜艳靓丽 许诺一个人穿不了 王婶子 钱文芳 还有几位婶子 都忙过来帮刘婆婆换嫁衣 王婶子手最巧 她娘以前是弟母家的丫鬟 最擅长的手艺就是书头 王婶子自然也遗传到了 所以给刘婆婆书头的事情 就落到了王婶子的头上 刘婆婆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 满头的银丝 可发丝特别的好 王婶子打了头油 一圈一圈的玩起来 刘婆婆的精神也格外好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温柔的笑着 仿佛看到了她最爱的人 书好发迹 刘婆婆打开了一个墓盒 里面躺着一只紫檀木雕刻的发簪 她轻轻的插在自己的发间 能看出来 那发簪是刘爷爷亲手雕刻的 不是那么惊喜 也有些岁月的痕迹 棺材是早就安排好了的 刘婆婆自己就往那里去 一众的婶子 瞬间看得眼睛红红的 泪点滴的钱文芳 早就哭得不成人形 许诺无声地轻拍着她的手 许诺是医生 见惯了生死离别 她有些动容 她也心疼刘婆婆 更多的是因她一生的付出 而产生的感动 那个年代 车马很慢 一生也只够爱一人 那么多年过去了 刘婆婆的心里 仍旧装着那个 她心中最爱的少年 刘婆婆躺进棺材里 不过一会儿 便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她去嫁她了 她和她要永远在一起 食指紧扣 永远不分离 瞬间屋里一片欺然的哭声 外面的语气仍旧没停 难过之后 便是刘婆婆的身后事 现在不像之前那么严打了 所以找了半白事的人 连夜将刘婆婆的身后事处理了 许诺和钱文芳 是小年轻 帮不着什么忙 再加上寻许千千的书败们 都回来了 许夫也回来了 许诺和钱文芳 就给赶回了家里 明儿个有空了 再来帮忙 许诺没有看到许母 心下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爸 妈怎么没和你一起来 这种事情 妈不可能不来 村里照顾刘婆婆 最多的就是许母 因为她是大队长的媳妇 责任在这里 现在刘婆婆走了 她不可能不来 所以极有可能是出事了 许爸看着许诺 关切的模样 唇动了动 半天才挤出几个字 你妈脚扭了 出不了门 所以我没让她来 你赶紧回去看看 许夫的话没说完 许诺拿了斗篷 就往外跑了 钱文芳立即追上前 小妹 缩衣 穿上缩衣 小心感冒 她追上 就强制性的把缩衣披上 然后说 爸有分寸 妈肯定不严重 爸才有空来这里 小妹你别急 我不急 许诺嘴上说着不急 脚却走得很快 钱文芳只能追上她的步子 她没有想到的是 她刚到家门口 就看到一个陌生的身影 大雨夜 雷鸣闪电的 再加上她戴了大斗篷 还穿了缩衣 所以许诺没有认出来 走近了 她才看清 居然是肖云廷 肖大哥 许诺微诧异的喊出声 雨声很大 啪啪的打在斗篷上 肖云廷还是第一时间反应了过来 诺诺 我听说你们村出了大事 所以我连夜赶过来了 许诺点头 我妈脚扭了 刘婆婆去世了 刘婆婆和刘爷爷的付出 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 个个都尊敬着他们 刘婆婆去世 别人知晓 可能就小小的难过一下 肖云廷却亲自来了 肖云廷一听 许母脚扭了 立即往屋里去 走 我现在背婶婶去村医生那里 许诺按着她的手腕 肖大哥 不用 我家里有药油 我收的那本中药书上 油血怎么揉 这会儿已经十一点了 外面的雨又大 万一妈在出门 感冒了怎么办 她已经在外面走了好几个小时了 不能再淋雨了 肖云廷看着许诺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说的话 她没有一丝的怀疑 感觉她就是可以 那么信任她 后面的钱文芳催 快进门 不管背不背妈 去村医生那里 或者是去留婆婆那里 我们都先进门 成不成 成 肖云廷和许诺 几乎是一口同声的回答钱文芳 钱文芳忍俊不禁地看着两个人 真是般配 这就有默契了 肖云廷也是个好同志 那么远 连夜赶来 不愧是军人 对军人家属的 自然也是照顾有加的 说来以后 许诺也是军嫂了 他们都算是军人家属了 钱文芳想着 挺直了背脊 鱼有熔烟 几人终于进了门 屋里的许母听着动静 着急地问 诺诺 老大媳妇 是不是你们 妈 许诺跑得最快 没注意 脚下差点摔一跤 好在肖云廷 眼疾手快地一把扶住了她 责备道 你急什么 摔了怎么办 许诺推开肖云廷的手 就急往屋檐下去 然后拖了身上的斗篷和缩衣 也不顾自己身上湿了一些 就扑到许母的跟前 妈 我看看你的脚 她一时情急 蹲下来 就撩了她的裤管 许母一正 拉着她的手 没啥事 就小扭了一下 有点肿 明儿个就好了 你刘婆婆 真走了 她说着有些哽咽 许诺仰头 眼睛红得像小兔子 点点头 婆婆穿上了嫁衣 往婶子还给婆婆输了发迹 婆婆躺棺材里 然后就走了 走得很安详 许母听着 抹了抹眼泪 走得安详就好 好好 提到刘婆婆 家里的气氛就凝重了几分 第零二三章 小妹就是考大学的廖 第零二三章 小妹就是考大学的廖 许诺趁机看了看许母的脚 她摸了摸 有些疼 许母都没感觉到 光顾着伤心去了 脱臼了 许诺想了想 转身看着萧云婷说 萧大哥 你去刘婆婆那里看看吧 我妈这里 我和大嫂可以 萧云婷看着许母的脚 婶婶 我背你去村医生那里吧 你这脚肿的厉害 不能拖延 许母见识萧云婷 也没问 直接摆手 不用 真不用 我的脚没事 你快去刘婆婆那里看看 你妈最是敬重刘婆婆 让你来 你就去帮忙 别在这里处长 萧云婷迟迟了一下 看着许诺 许诺说 你忘了我手上有一本医书 妈这个是脱臼了 萧云婷部队里训练的 知道脱臼 她也蹲下身 摸了摸 是脱臼了 得马上正回去 许诺知道 这些当兵的 个个都会那么一点 可她还是不放心 萧大哥 你手中 我来 她说着 就直接上手了 许母这边还没反应过来 许诺呼一拧 许母吃痛的挨压一声 脚本能的动了动 一脸的震惊 闺女 你对我的脚做了什么 萧云婷也是一脸的诧异 然后还摸了摸许母的脚 正回去了 居然真正回去了 这个技巧 可不是普通人会的 许诺居然一下就好了 许诺又摸了摸 看向萧云婷 许母激动的说 闺女 不疼了 真的 我都能动动了 许诺一脸的不可置信 我 我刚刚就是看医生说那样拧 我就是那样拧了一下 这是好了 还是更糟糕了 萧云婷看着许诺 有些不敢相信 可她的脸上全是茫然 无辜 她又不得不信 目前是正回去了 不过总要晚点才消 然后再拿药油来揉一揉 她这话 钱文芳已经找出来了 小妹 药油在这里 快给妈揉一揉 小妹真厉害 看了书 就会了 我这笨脑子就不行 小妹肯定是考大学的料 难怪村小学 也想让小妹去当老师 小妹真的太厉害了 许诺被钱文芳一顿彩虹屁 吹得开心极了 大嫂夸张了 我就是运气好 明天去村医生那里看看 万一我越搞越糟糕了 许诺一副还是很担心的样子 萧云婷将她的小表情 一一纳入眼底 却没有说什么 而是教她怎么揉药油 然后安排完了 这才往刘婆婆家去 许母躺在床上 一脸自豪地看着许诺 许诺给她揉着脚 她的小手看着柔弱无骨的 却还是有点力气 舒服得很 许母欣慰地说 我闺女真能干 以后考上医科大学 可以当医生了 许诺不好意思地说 妈 您别夸我了 我要飘上天了 我就是瞎猫 碰上死耗子 她想到许千千 又问 找找许千千了吗 提到许千千 许母长叹一口气 可怜了你二叔二婶 这个杀千刀 没良心的东西 唉 许诺给许母胃口掉得足足的 眨巴着眼睛问 妈到底找着了吗 许母看着许诺 伸手轻抚了抚她的发丝 说 还是我闺女乖 又孝顺 一点也不让我操心 许诺 许母见许诺不说话了 这才慢悠悠地说道 找着了 人晕倒在了山洞里 想来是饿了两天 有些昏尘 还好人没什么事 你二婶额头的伤 又渗出了血 让她去处理 她也不去 就惯着她的小妖女 你看同样是小妖女 我的小妖女多乖 多懂事 许诺松一口气 人没什么事就成 没去城里搞萧云亭更好 不知道她经过这次的教训 能不能体会到天下父母心 许诺见柔的差不多了 收了手说 妈 赶紧睡吧 现在凉快 明天还有那么多的事情 嗯 闺女也早点睡 许母顺势躺下来 许诺去外面打了热水 拧了毛巾 给许母擦脸 擦手 还擦了身上 许母按着她的手 闺女 妈自己来 你不要做这些 您现在是病人 我应该做这些 躺好不许动 你要乱动 我就生气了 许诺强势地按着她的手 仔细地擦 园主也是个孝顺的 她现在接替了她的身体 那么 她就应该替她尽孝 而且这么好的妈 她自然也是稀罕的 许母一片的动容 对了 闺女 明天你去村小学找下校长吧 她前面还在问我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小学老师是个好工作 可是你要准备考大学 还要和肖家小子去省城 这村小学老师的位置 就让给别人吧 许诺恩一声 放心 我明儿个就去 园主成绩好 再加上性子也好 人白又好看 孩子们都喜欢她 所以校长早盯上她 准备让她来做老师 这不刚刚毕业 校长就找过园主了 可惜了园主不在 不然 他应该很喜欢做老师 现在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要考上医科大学 要做医学研究 要让国家的医学 得到更快的发展 让更多的人受益 这一夜 许诺睡得不安稳 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 天刚刚翻起云杜白的时候 许诺就睡不着了 正好许父也从外面回来了 许诺起身 就看到许父一人 爸 快 洗个澡 休息一会儿 许父一看 闺女起来那么早 皱着脸 睡不着吗 怎么起来那么早 嗯 我睡不着 肖大哥还在那边守着吗 是 等会儿 你大哥回来接替他 云婷这小子真不错 那么远的赶过来 大家都走了 他非要守着 大概都是军人 他想要为刘婆婆 尽一尽最后的孝心 许父很是欣赏的点点头说 许诺走到造屋 刚把街的雨水处理了 钱文芳就进来 连忙生火烧水 说来许诺并不会生火 好在钱文芳起来了 不然他就难住了 第零二四章 伤口感染 第零二四章 伤口感染钱文芳把火生起来 许诺就赶紧弄了早饭 经过几天的观察 他大概知道 家里早上吃什么 红薯稀饭 再配点泡菜什么的 许诺把鸡蛋全煮了 钱文芳唉呀一声 小妹 怎么全煮了 这几天累 大家都吃 许诺说完盖上锅盖 钱文芳没说什么 小妹舍得 也都是为了他们好 他说什么 就太不是人了 虽然心疼 就心疼在心里 许母也醒了 瞧着老头子回来 又问了几句 然后悄悄的擦眼泪 擦完眼泪下地 神奇的发现 他的脚不疼了 哎呀 我这脚居然一点也不疼了 眼睛还红着的许母又笑了 许父眉头一皱 左儿各种那么高 今天怎么不肿了 村医生看了吗 这一晚上就好了 我闺女就是能干 她揉的那手法 是肖小子教她的 肯定部队里有专门的手法 所以 我的脚才会好得那么快 许母高兴地 把女儿和女婿一定夸了 许父赞同地点头 说 脚好了就成 用过早饭 许父匆匆忙忙地 又要准备出去时 许诺追了上去 爸 有点适合你说 许父的脸上 没有一丝的疲惫 哪怕熬了一个通宵 她该做的事情 还得去做 看着自家的小闺女 还是和颜悦色 啥事 许诺想了想 便把刘婆婆交代的事情 与许父说了 许父的脸色沉重 良久才点了点头 好 我知道了 许诺看着许父有些难过 安慰 爸 婆婆和爷爷去地下团聚了 这是好事 许父脸色凝重地说 这件事 你不要对外说 我会悄悄处理了 我知道 爸 许父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 许诺转身 打给萧云廷留的饭菜打包 然后去刘婆婆嫁 许诺到刘婆婆家的时候 萧云廷正好准备出去 一看她来 脚步停下来 诺诺 你还做什么 这里没有什么活 需要女同志了 明天早上六点左右 就可以上山 送刘婆婆入土了 因为刘婆婆无家人 现在的白事都是减半 也不需要半酒席什么的 收拾完婆婆的遗物 山上的准备工作做好 挑个时间 就可以入土为安 所以 现在刘婆婆家 几乎没有什么人了 男同志都去山上忙了 许诺提了提手里的饭 村里的其他书都回家里吃饭 你又没地方去吃 我不给你送来 你吃啥 她说着 抓着她的手腕 就把人往屋里托 萧云廷看着她 抓着自己手腕的手 心里甜丝丝的 便乖巧的听她的话 坐到桌前 等她的早饭 其实村里很多人 都习惯不吃早饭的 特别是农闲的时候 都吃两顿 农忙的时候 才会吃三顿 所以 萧云廷可吃可不吃 许诺亲自把饭送来 说是她把它放在心里的 许诺把红薯溪粥倒了出来 还有一小碟泡菜 一个鸡蛋 以后不许不吃早饭 萧云廷恩一声 埋头认真吃饭 她吃饭的动作很快 可以说是风卷残云 一会儿碗里就溅了底 许诺抬头见她的碗里空了 有些担心地问 够不 够 许诺收了碗 中午你有空过来 我家吃吗 应该可以 山上的事情也快差不多了 萧云廷说着 看了看白 在堂屋的棺材 眼里全是难掩的悲伤 许诺也看过去 想到刘婆婆安详的面容 她的心里好受了一分 萧大哥 你去忙吧 我在这里陪会儿留婆婆 萧云廷有些诧异 转头想 她先一直照顾着留婆婆 她不应该会怕 而且 她和其他的女同志不一样 以前她只知道 她是她媳妇 现在深入接触才发现 她长大了 她什么事都可以独当一面 她看着娇软 实际她比任何人都坚韧 许诺见萧云廷不走 她奇怪地看向她 怎么呢 萧大哥 萧云廷迟疑了一下 还是拿了工具上山去 屋里没有其他人 许诺坐在棺材前看了看 又亲自了一炷香 磕了几个头 这才回家 许诺回家经过许二叔家时 门正好从里面拉开 许诺本能地转过头 正好和许千千四目相对 许诺目光轻飘飘地掠过 直接往自己家去 许千千也没有喊住她 许诺刚到自己的家门口 许二叔家的院门里 忽然传来尖叫声 妈 你怎么呢 许诺要开门的手僵了一下 并没有马上推门进去 那边瞪着她的许千千慌跑进去 妈 许诺猜想可能是许二婶晕倒了 伤口感染 再加上昨晚在外面逛了半夜 现在的人身体素质都不行 一个小小的感染 都可能要了她的命 她想着 还是进门了 没有去操心别人的事情 许诺刚进门 就看到隔壁院子的许二婶 在唐大嫂 还有许千千的搀扶下出了院子 许二婶的脸色非常差 因为现在的院墙都很矮 她一眼看到了许二婶额头的伤 大概率是感染了 有村医在 希望没事吧 许诺就进了屋 钱文芳刚刚从外面回来 看着这情况 忙问了两句 然后进门放下锄头 就开始嘀咕 二婶真是倒霉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闺女 我打死她 许诺想天下父母心 多少父母都是这样 但愿许千千 不会枉费了二婶的一片苦心 许诺回到家里 就开始看书 那本中医书 她如饥似渴地看起来 许诺仔细地翻看 才发现 这本书讲的还是真挚 学位 她这一看 就看入了谜 在抬头的时候 居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 院里肉香飘散 钱文芳饭都做好了 大嫂 你怎么不吓我一声 这么一点小事 我做得好 还得做什么 你是要准备考大学的 时间保贵着 饿了吗 来 先尝尝我弄的小鸡炖蘑菇 不得不承认 钱文芳的厨艺真的很好 这蘑菇 还是野生的蘑菇 真香 许诺只尝了一小块 便把其他的放起来 看着小团子眼巴巴地看着她 她立即加了两块 准备给小团子 钱文芳出声阻止 小妹 别给他们吃 第零二五章 我有这么好的命 你有吗 第零二五章 我有这么好的命 你有吗 没事 大嫂 许诺把肉直接塞到小团子的嘴里 大虎和小虎开心坏了 许诺笑咪咪的放下碗 然后去把热水打到盆里 等会儿父母回来 就可以直接洗手 吃饭 她站在院门的槐树 下等了一会儿 就看到了许父许母的身影 许诺见许母已经矫健如飞 还是盯着她 轻斥出声 妈 虽然脚好了 但是你也不可以这么糟蹋自己 知道不 许母笑 这么热的天 你站这里做什么 云婷来了没有 你早上有没有喊人过来吃饭 我喊了 但是我感觉她不会来 说着 许诺又往远处望了望 都没看到人 许母皱眉 这小子准硬是不好意思 等会儿我和你爸吃完饭 路过的时候 给他送过去 妈 我送吧 天热 你们在家里多休息一会儿 再出去 昨晚夜暴雨 今天上午倒是凉快了一些 可是中午日头又上来了 温度自然也就起来了 许诺说着 转身要进屋的时候 忽然就看到 一抹熟悉的身影 她的嘴角不禁青阳 妈 萧大哥来了 许母瞧着许诺 这满脸笑意的样子 不禁有些失落 哎 闺女大了 萧云婷进门来 直接就冲许父许母笑 说 沈 我今天在山上的时候 运气不错 打了一只野兔 她说着 悄悄地逆眼许诺 许诺立即接过 脱过皮的野兔 往造屋去的时候 喊 大嫂 多盛一碗饭 钱文芳看着一只大兔子 高兴坏了 招呼 快 云婷往屋里坐 萧云婷先洗了手 走向正屋 许诺到造屋 见钱文芳又给她单独 蒸了一碗白米饭 她直接把那碗白米饭 倒在了操粮里面 混合均匀 大嫂 以后不许再给我这样弄了 我和大家吃一样的 钱文芳饿一声 小妹 这 我知道是妈的意思 我等会儿和妈说 她可做不到 全家吃糠 她吃米 萧云婷到正屋 和许父许母说了两句 然后就赶紧过来帮忙 特别的勤快 打饭 加菜 孝顺得粉 许父本来脸色不太好 看着萧云婷又是拿东西 又是干活的 饭后还有去匹柴 挑水 一口气不歇的那种 许父的脸色 这才好了一分 许母没有许父的反应大 毕竟是他老姐姐的儿子 他也算是看着长大 他家闺女优秀 萧云婷也算是人中龙凤 而且是人民群众最尊敬的军人 虽然嫁得早了一些 可他也是满意的 钱文芳得了空 就把隔壁的事情 与许母说了一下 许母打扇的手一僵 我去看看 他说完 从屋里拿了钱 都萧云婷拿来的半个西瓜 就往村医生那里去了 大中午的 许诺想拉住他 叮嘱他讲的事情 结果萧云婷快一步说 婶婶 我骑车带你去 萧云婷骑了自行车来的 前两天他还没车 这车哪里来的 许诺疑惑的时候 许母已经坐上了 萧云婷的后车座 钱文芳伸长了脖子 看了看屋檐下 许父的自行车 再看了看 萧云婷的自行车 小声的问 小妹 你家云婷什么时候 买了自行车 许诺摇头 我也不知道 前面我们进城的时候 都还没有 钱文芳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然后又看了一眼 许父的自行车 那可是许父的宝贝疙瘩 全村就一辆 这第二辆 又是许家的 哎呦 这脸上的光啊 钱文芳想想 都觉得很开心 嫁给许从阳 是他这辈子最对的选择 许母坐着萧云婷的自行车出门 顿时吸引来不少的目光 个个都投去羡慕的眼神 也有人好奇地问 许大姐 你怎么脸皮这么厚 你家诺诺和萧家小子 还没定亲吗 你就把人使唤上了 许母没说什么 萧云婷已经先开口 帮婶婶做事 那是应该的 可把那婆子极度坏了 也有眼尖的婶子认出来了 呀 许大姐 你们家怎么又换了一辆新的自行车 你们家可真有钱 自行车那可是稀罕物 全村就大队长家有一辆 再添一辆不可能吧 所以大家都认为是换了一辆 大队长虽然是公职 有点工资 但也不可能换得了自行车 所以他们的前台词是 大队长手脚不干净 是不是贪了 许母听着这话就不高兴了 差点把手里的西瓜扔了 上前撕那婆子嘴 好在萧云婷快一步 接住了他手里的西瓜 然后他把车架在旁边 这自行车是我家的了 你眼瞎了 还是脑子没从娘胎里带出来 这是萧家小子的 萧家小子什么身份 你们还不知道 咋的 你们也眼红人家买了自行车是不是 丧良心的玩意儿 那眼红许母的婆子缩了缩头 哎呀 许大姐 你激动什么 我哪里知道 你这未来女婿也买了自行车 哎 什么好事都落你头上 你还骂我 我多委屈啊 许母又催她一口唾沫 那是我有这个命 你有这个命生这么好看的闺女 找这么好的女婿 那婆子干脆不说话了 这许母的战斗力不能小瞧 她在招惹她 她能骂她一整天 从家里到村医办公室 不过短短一程路 许母从开始的骂人 到后面的嘚瑟 她扯着嗓子问 哎呀 云婷啊 你这个自行车 什么时候弄的 前些天 萧云婷的话不多 可是很配合许母 不讨好丈母娘 她怎么把小媳妇娶回家 今天她主动带丈母娘去村医生那里 也是有目的的 许母又哀压一声 云婷啊 你说你天天这么花钱 那哪行 又是买西瓜 又是买肉 买鸡 还搞一辆自行车 太浪费了 甚甚 应该的 往后这车诺诺骑 她出军区买什么东西也方便 许母越发的喜欢这个萧云婷了 脑子灵活 许母又嘀咕 那多浪费 不浪费 诺诺那么那么好 值得我给她最好的 许母带着萧云婷这么炫耀一遭 一是告诉了所有的人 萧云婷是她家未来的女席 二是纯粹的想炫耀 许母就成了村里最最让人羡慕的人 有个好闺女 还有三个好儿子 现在又有个能干的女婿 这女婿多稀罕她家小闺女啊 这才相看 第二天就让媒婆来商议定亲 然后定亲的事情没下来 这小子天天往许家跑 勤快的挑水砍柴 真是羡慕死人了 到村医生办公室 许母的嘴巴都还没停 然后在看到许千千的时候 她脸上的笑意顿时见去 你娘怎么样呢 许千千目光落到许母手里的西瓜上 然后这才看到旁边的萧云婷 她的眼神一冷 慢吞吞地回许母的话 如果今天退不了烧 就得去阵医院 许母伸手就想抽许千千 可想到不是她闺女 她打不得又收回手 弯她一眼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要不是你 你妈的伤口能感染 说完 她就进去看许二婶了 许千千抱着西瓜 双眼放光 她想扣一块来吃时 忽然一道身影靠近 萧云婷身上的气息极冷 许千千下意识地退后一步 全身紧绷地看着萧云婷 萧 萧同志 从她的跟前绕开进了卫生室 许千千看着萧云婷高大的背影 手慢慢地捏成拳头 眼里浮起恨意 她有暴力倾向 那天她是想掐死她的 结婚后 打死许诺诺吧 打死她 她原本是想报复许诺 可是 她出了许家的门 差点饿死 那点报复的心思 就被生存意识吞噬了 许二婶知道 许母来看她了 抓着她的手 大嫂 谢谢 你 许母狠拍她的手 你也是 瞧瞧你宠出来的好女儿 现在把你折腾成这样 罐子如沙子 你真不明白吗 许二婶不说话 默默地流泪 许母看着也是不忍 又问了问医生 许二婶的情况 村医生摇头叹息 情况不太好 如果晚上还不退烧 肯定要弄去阵医院 许母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忽然掏出五毛钱 塞到许二婶的手里 不许给你那个杀千刀的 自己好好攥着 许二婶感动地想要退回去 许母转身就走了 许母前脚刚走 许千千就坐在许二婶的床前 开始啃西瓜 她实在是太馋了 上回看许诺诺吃 她就想吃来着 结果她一口都不给她 村医生干咳一声提醒 你弄一点给你娘吃 这西瓜水分重 又有很多维生素 可以帮助病人退烧 吃的满嘴都是西瓜汁的许千千 看了一眼床上的许二婶 说 妈 要是治不好 咱不浪费那个钱了 回屋里养着成不成 许二婶没有说话 许千千又继续低头吃西瓜 许二婶气的双手都在发颤 而这时 村卫生室的门又给人推开了 进来的是唐大嫂 她进门就看到许千千在吃西瓜 她旁边的大宝和小宝 顿时口水直流 妈 我们也想吃西瓜 大奶奶给奶的西瓜 凭什么小姑姑一人吃了 唐大嫂顿时火冒三丈 一把抢过西瓜 敌河出声 黑心玩意儿 大娘给妈的西瓜 你也吃得下去 许千千看着唐大嫂 大嫂你有病吗 这么大的西瓜 妈也吃不完 而且 妈最爱我了 她肯定是要留给我吃的 唐大嫂听着 一巴掌抡了过去 好意思提妈 如果不是你 妈会躺在这里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许千千脸色一沉 捂着被打的脸愣了一下 姝儿反应过来 直接就扑向了唐大嫂 大嫂 你有什么资格骂我 你不过一个外人 我可是妈的亲生女儿 唐大嫂 也是常年下地干活的人 有的是戾气 将手里的西瓜 塞给了大宝和小宝 就还手 两个人顿时打成了一团 许千千是个心狠的 唐大嫂自然也不留情 她抓她头发 她就撕她衣服 反正这个烂鞋 没人要了 把她的衣服 撕了又怎么样 嫁不出去的破烂玩意儿 唐大嫂边打边骂 床上烧得昏昏沉沉的 许二婶 看到这里 气得在床上发抖 那边的村医生 想要拉架 却连鞭都靠不到 别 别打了 住手 这里的药品 可都是要钱的 你们砸烂了 都要赔钱 唐大嫂一听要赔钱 立即收了手 大宝和小宝 立即扑上前 抱着唐大嫂 妈 别打了 奶都哭了 妈 别打了 许二婶平时对儿媳妇 孙子什么都挺好 孩子们看着她哭 也跟着哭 唐大嫂看着老太婆 躺在病床上 可怜兮兮的样子 一时也冷静了下来 盯着许千千 你个赔钱货 丧良心的玩意儿 你瞧瞧 把妈记成什么样了 这个婆婆什么都好 就是喜欢虫小姑子 她劝也劝不动 今天必须把事情说清楚了 许千千恶人先告状 也不管许二婶还在病中 就哭闹起来 妈 让大哥把这个婆婆离了 你看看 她把我的脸抓成什么样了 这样的婆婆要她做什么 许二婶没有说话 唐大嫂接话 离 摊上你这个小姑子 是我倒了八辈子大霉 妈 我把话说清楚 她不嫁出去 我就和许本格离婚 许二婶听着这话 舒尔坐了起来 一巴掌打向许千千 你 滚 你给我滚 许千千捡捂着被打的脸 震惊的 看向许二婶 妈 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打我 你昨晚怎么和我说的 你再也不打我了 你骗我 你就是骗我的 我再也不回来了 我永远都不回来 她话落得一刹那 许二婶气的跌回了床上去 唐大嫂顿时下的脸色惨白 妈 她并不是真想把她气死的 她就是想替自己争取一点 医生 快 快 给我妈看看 村医生立即拿了听诊器过来 那边跑出门的许千千 根本没有回头 大宝小宝都忍不住喊 坏姑姑 坏姑姑 第零二七章 肯定选我 第零二七章肯定选 我好一会儿 徐二婶终于反应过来了 泪眼朦胧地看着唐大嫂 手颤抖地抓着她 秀兰 是妈对不起你 不要离婚 看在孩子的份上 不要离婚 分家吧 分出去过 好吗 唐大嫂李秀兰 抹了抹眼泪 好 不离婚 我们分家吧 分家 她又不是大傻子 她不可能因为可怜婆婆 就不分家 然后让小姑子 一直戳磨自己 徐二婶兼大儿媳妇同意了 怂了一大口气 泪水却像是断线的珠子 不停地往外滚落 李秀兰难过地抹了抹眼泪 把地上的西瓜捡起来 在村医生这里切了 然后亲自喂到了徐二婶的嘴里 徐二婶却一口也吃不下 推着李秀兰的手 然后指了指大宝和小宝 李秀兰说 大宝和小宝最乖对不对 不会和奶奶一个病人抢吃的 是吗 大宝也懂事地摇头 奶 我们不可 我们不吃 你吃 你要快点好起来 大宝想吃你做的饭 徐二婶重重地点头 村医生在旁边都看得不禁眼眶红了 这个许千千 真是连五岁的孩子都不如 不 他连猪狗都不如 李秀兰还是个聪明人 知道徐二婶 现在又把许千千赶了出去 心里肯定难受得很 他就一个劲地教孩子们 在许二婶的面前卖乖 两个孩子对奶奶的感情 还是很深 李秀兰小小地指导 大宝和小宝就明白 小宝把切的小块的西瓜 喂给许二婶 大宝就在旁边捶背 捏腿 小拳头挥得有模有样的 大宝甚至把先前许诺诺给的 大白兔奶糖拿出来 分了一半给许二婶 许二婶本来怎么也不吃 大宝硬塞到他的嘴里 奶不吃 奶就是不爱大宝 可大宝最爱奶 奶不吃 大宝好难过 许二婶即使还在发烧 脑子昏得很 却也笑开了花 他就是脑抽了 去疼气死人的小闺女 瞧瞧他的大孙子 多懂事 多乖巧 李秀兰的目的就是这个 见许二婶不那么难过了 这才问 医生这么久了 我妈也没退烧 是不是还是要去镇医院 村医生叹一口气 又给许二婶检查了一下 还是39度 温度这么维持不下 也不行 现在已经接近四点 要去镇医院 现在就赶紧去 李秀兰听着 手脚在一起 想了想 点头说 大宝 小宝 你们在这里照顾奶 妈回去找二婶婶商量一下 送奶奶去镇医院 大宝和小宝乖巧的点头 妈妈 我会好好照顾奶奶 都说好期望三代 李秀兰这个媳妇 她先前是没有看上的 还是许母多了一嘴 你要看不上 那我就让我家老大去看看 许二婶知道 许母看上的人 准定是好人 这些年 她和她的关系不错 也悄悄地观察出来了 所以当即说 谁说我看不上 我就是觉得 财力有些多 我再和老大商量一下 许母这才作罢的 现在看着李秀兰 许二婶是哪里哪都满意 看着两个大孙子 更是心满意足 暂时就没去想 那个不孝的东西 这边回了屋的许母 都还在骂咧咧 天杀的 也不怕被雷劈 良心被狗吃了 猪狗不如的东西 要是我闺女 我打死她 家门都不让她进 许诺正空间里 搞药物研究 听着许母的骂声 她就赶紧从空间里出来 把书打开放到桌面上 然后拉开门 伸个懒腰说 妈 二婶怎么样 许母看着许诺 就一脸欣慰 自卖自夸起来 还是我闺女好 孝顺又懂事 还长得好看 她说完 又看看身边的萧云婷 顺嘴夸一句 还找了个这么好的未来女婿 萧云婷却道 婶婶 是我命好 遇着诺诺 许母更喜欢听这话了 都好 都好 许诺无奈地摊开双手 他妈总这样 问牛打马 她都不好再问 萧云婷知道许诺心善 关心许二婶 便说道 许家二婶高烧不退 可能要去镇上医院 果然如此 在村医生那里挂了水 都没退烧 那是得去镇上医院 好好地检查 可看许母这反应 刚刚许千千也在那里 那不是把许二婶气得够呛 萧云婷回来 喝了一点绿豆水 便又去了留婆婆家 许诺也没跟许母继续嘀咕 她再和许母说下去 许母就会叨叨个不停 她就让许母进屋里休息 她看着萧云婷 提了自行车要走 立即说 萧大哥 你等等 萧云婷恩一声 放下了自行车 许诺立即把凉过的绿豆水 装进了军用水壶里 带过去喝 萧云婷看着那个水壶 知道是她的 这算什么 亲密无见 萧云婷也是这么认为的 许诺可就没有想那么多 就想着外面热 装些绿豆水结束 而且 她还悄悄地往里面加了冰 送走了萧云婷 唐大嫂李秀兰过来了 是接自行车来的 许父下午去镇上开会了 所以 这自行车借不了 李秀兰顿时红了眼眶 想要走时 许诺呼说 妈 我去把萧大哥叫住 她有自行车 可以借给唐大嫂 许母一拍大腿 对 我把萧家小子 这事忘掉了 闺女 妈去 李秀兰立即说 大娘 诺诺 我去 我去追 她说完 就跑了出去 许母看着李秀兰的背影 点点头 说 瞧瞧老大媳妇多好 是真心关心你二婶 你二婶就是想不明白 那么好的大孙子 那么好的老大 媳妇不疼 偏要疼个没良心的东西 许诺笑笑 没说话 许母又说道 当初你二婶还瞧不上秀兰 说什么彩礼太高了 我要不说一句 你不要 我给我家从阳 她可能真要把人给退了 钱文芳听着这话 抬头说 妈 我比秀兰姐好 从阳肯定选我 不选她 许母自然更喜欢 自家这老大媳妇 要换了旁的人听了这话 肯定往心里去 还和自家男人说 这些空话 结果她家这老大媳妇 自信着 有什么也不会往心里去 她接过话 那会儿 从阳对你没那心思 就把你当小妹一样的疼 可要真的选起来 从阳肯定会选你 别的不说 就说你这张脸 你这文化水平 那肯定比秀兰强 第零二八章 自己的人生 自己争取 第零二八章 自己的人生 自己争取 钱文芳更开心了 那时候她和许诺是好朋友 天天往许家来 所以 许从阳一直把她当妹妹 而钱文芳早悄悄喜欢上许从阳 在得知家里 要把她以高彩礼 嫁给一个老头子时 她不顾一切地向许从阳表白 玩得特别好的小姑娘 突然会说喜欢她 她的眼光高 在村里也乡过几个 她都觉得不太合适 可眼前的姑娘 她一直当妹妹的呀 所以 第一回许从阳拒绝了 钱文芳当时就哭了 拉着她的衣角说 我喜欢你 喜欢了很久 可我现在和你表白 我是有私心的 如果我不嫁给你 我就会被我娘 以高彩礼 嫁给一个五十岁的老头 从阳哥 你娶了我吧 我会好好的 和你过日子 我会勤快地下地赚公分 我会把舒沈 当自己亲爹娘一样照顾 还有救了我幸运的诺诺 她是我的亲妹妹 比亲妹妹还亲 你不管娶了谁 对诺诺 都会生了其他的心思 可我不一样 诺诺是我的救命恩人 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做她的大嫂 最合适不过 众所周知 许家上下把小闺女 当宝贝疙瘩 许从阳在相亲的时候 很多姑娘都会提起她的妹妹 她也是察觉到 她们不可能像她们那般的对小妹 所以便一直犹豫 现在 她不得不承认 钱文芳的话打动了她 而且看着她哭得像的累人 还要被爹娘嫁给老头 她的心就没来由的不忍 当即就答应 好 我娶你 晚上回去 我就与娘说这事 钱文芳哭得更厉害了 从阳哥 遇上你 遇上诺诺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浅 许从阳诺诺诺老时 看她哭得稀里哗啦 心有不忍 却只是轻拍拍她的肩 别哭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钱文芳抹了抹泪水 看着许从阳迫气微笑 然后主动地扑到她的怀里去 她整个身体都僵住了 连呼吸都忘掉了 就那样处在那里 一动不动 钱文芳一度以为自己解脱了 可没有想到 爹娘已经受了老头子的彩礼 她嫁给许从阳无望了 她真的绝望了 那一刻想过死 是诺诺知道了真相 拿出自己的私房钱 和她出了主意 后面她才想到 自己添财礼 把自己的婚事敲定 然后才得以嫁入许家 刚到许家的时候 她睡得比狗晚 起得比鸡早 将家里所有的家务都做了 还要下地赚公分 这日子她很快乐 也很充实 因为许从阳真的很好 很疼她 顾及她的感受 这日子 她是越过越有滋有味 她以为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结果一个月后 家里就不让她下地赚公分了 就在家里洗洗衣服 做做饭 挑水 砍柴 都是许从阳早上 或者是晚上回来做 她才发现 那一个月 是许家对她的考验 她成功地通过了考验 往后 自然都是幸福 生了大虎和小虎 许母更是将家里 所有的好东西都给她吃 她生了双胎儿子 也没有恃宠而骄 该做的还是做 许母对她 自然也是越发的好 眨眼 她就成了村里最幸福的媳妇 不用下地赚公分 公婆讲道理 一家子和和气气 温馨无比 想到这些往事 钱文芳眼睛不禁红了 忽然又笑了 许母看她这样 就知道 她又想起了那些往事 也没有说什么 许诺本来不知道这些事情的 见钱文芳这般 那些原主的记忆 便浮现了出来 知道了全过程 她不禁也感慨 钱文芳的聪慧 知道在绝境中寻找新生 不会向现实妥协 这样的女同志 不管生活在哪个时代 她都可以过得很好 因为她活得很清醒 知道自己的位置 一夜里 许母去了一趟许二叔家 带了消息回来 说是许二婶的伤口 就是感染了 还挺严重 可能要在医院住两天 许二叔与许夫一场兄弟 感情又不错 所以许母做主 借了两块钱给许二婶 一家子都对此没有意见 虽然现在分了家 可到底是一家人 是应该互帮互助的 然后又说到许千千 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 又跑了 还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现在许二婶住院 用钱的地方多 家里的劳动力还不能耽搁 所以李秀兰一个人 要雇两娃 还要照顾许二婶 许家唐二嫂 就在家里弄饭 有空上上工 赚点公分是一点 许二叔也发了话 不找了 许千千爱跑哪去 就跑哪去 她当没生这么一个东西 许家唐二嫂 倒是巴不得许千千 永远不要回来 许千千这次又跑 在村里的名声 可真的是烂透了 转天早上六点 刘婆婆下葬的时间 本来许母不让许诺去 她非要去 许母也拿她没有办法 六点天刚刚翻起云杜白 一行人就抬着刘婆婆上了山 来送行的人很多 许父站在最前面 带着全村的村民 一扣手 二扣手 说着感激 让刘婆婆安息的话 然后许父又趁着全村 都有当家人在的时候 把刘婆婆的遗言一并说了 刘婆婆留下了一笔钱 全部拿来给孩子们 买学习用具 帮助贫困家庭 这个年代的人 真的很淳朴 各个眼眶微红 身居公 许诺和萧云廷 是最后走的 许诺看着萧云廷 欲言又止的模样 问 萧大哥 你想说什么 萧云廷侧 手右看了看刘婆婆的心坟 再看了看旁边的旧坟 滴雨 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 感谢他们的鲜血 染透我们的红旗 许诺一番动容 眼眶不禁丈丈的有些难受 他们安稳的日子 都是这些人在前线 拿鲜血换来的 所以他们值得我们 永远铭记于心 萧云廷忽而又道 活着的人 生活得继续 逝去的人 我们应当永远缅怀 诺诺 有空吗 我们去山上走一走 许诺看着萧云廷 他认真的模样 像是拨开了他头上的乌云 带着他走明媚的阳光 积极向上的生活 我想吃野鸡 萧大哥能打到吗 应该可以 萧云廷虽然说的是 应该 但是 他的语气里 却透着自信 被蛇咬了大青山的外围 都给人转变了 所以 萧云廷带着许诺山的里面去 这样才可能打到野鸡 而且野菜 还有菌类也不少 萧云廷又背了小贝罗的 许诺看到不少的骏子 双眼放光 乐不思蜀地剪着 萧云廷看着容易满足的许诺 忍俊不惊 咕咕 野鸡的叫声呼 而想在耳畔 许诺激动地抬头 就见萧云廷 给他打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许诺立即不作声 一脸满足地 看着贝罗里骏子 他可太喜欢这些野生的蘑菇了 而且都是些能吃的 特别是鸡棕菇 那美味不提了 许诺想着 就见萧云廷 不知道什么时候 掏出一把弹弓 砰的一声 瞬间是野鸡吃痛扑腾的声音 许诺看过去 就见一只野鸡扑腾了两下 从空中落下来 打到了 萧大哥 他走近才发现 萧云廷打的是眼睛 眼睛最为脆弱 打伤了眼睛 野鸡的脑子也晕了 所以 这会儿躺在地上 抽抽着脚 许诺提了一下 真沉 至少有三斤左右吧 野鸡一般长不了家鸡那么大 这只三斤的 算是肥的了 萧云廷摘了一段草 就把野鸡系起来 然后两人继续往前走 树林深处 特别的凉快 许诺把野鸡放在贝罗的最下面 上面再盖着野菜 还有菌类 许诺以为 一只运气就够好了 准备回了 结果萧云廷又带着他 有山泉 那肯定很冰很凉 许诺绕过大石块 便看到一处小池 池中水草丛生 池水碧绿 仔细看 居然发现 偶有几条鱼游过 他不禁惊奇 大概是因为大城市长大 没有来过这种原生态 没有污染的地方 所以 这里的处处都对许诺来记 是新奇的 看着这山中水池里还有鱼 他更是震惊 这可是真正的原生态鱼 许诺在想要怎么捞上来的时候 萧云廷已经脱了衣服下水了 萧大哥 小心哦 这里的深浅不知 就怕池中间有深坑 那就有危险 萧云廷跳进水里 溅起了老高的水花 洒了他一脸的水 不禁你没 萧云廷 萧云廷猛地从水石冒出脑袋 什么 许诺轻瞪着他 你瞧瞧你干的好事 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看他 萧云廷难得看到他生气的小模样 你再叫一声我名字 我再叫一声 你还能把我的衣服弄干不成 许诺没好气的 给他一个白眼 萧云廷看着软软诺诺 生气起来都好看的许诺 他的心里生起一股异样的感觉 他游到了岸边 诺诺 你过来 许诺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 便乖巧地过去 萧云廷忽然拉着他的手 许诺吓了一跳 生怕被他拽进水里了 他可没衣服换 萧云廷对上他害怕 警惕的双目 脑子里的那个想法 顿时烟消云散 他怎么可以这样做 不可以这样做 会吓到他 萧云廷松了手 许诺一脸的莫名 你叫我过来做什么 那边有虫子 我怕你爬你身上 萧云廷目光闪烁地解释 许诺看了看身后 在转过头的时候 萧云廷已经到水里去了 水很深 他居然潜下去了 他看着只于波纹一圈圈荡开的水面 不禁有些担心 这山间的水冰凉无比 他这么突然地跳下去 不会腿抽筋什么的吧 他想的时候 萧云廷忽然从水面冒出了脑袋 诺诺 看看 许诺只见萧云廷 双手举着一条 正在摆动尾巴 张着嘴的大草鱼 他洗上眉梢 快 萧大哥上岸吧 萧云廷慢慢地游到岸边 许诺准备接过鱼时 萧云廷呼而目光一冷 抓着许诺的手腕一躲开时 那蛇却已经咬至许诺的小腿 萧云廷纵身跃上岸 眼疾手快地掐住蛇的七寸 许诺撩了自己的裤管 便看到两个清晰的牙印 再看腻了一眼萧云廷手上的蛇 白唇竹叶青 有毒 许诺并没有慌 大脑飞快地运转 立即扯了身上的衣角 绑在他伤口的上方和下方 防止蛇毒扩散 然后准备用河水反复地清洗伤口 试图冲洗掉毒素时 萧云廷宽厚的大掌 呼而付到他的脚踝处 整个人栖身而下 许诺察觉到他要做什么 立即拒绝 萧大哥 不可以 如果你的口腔内有破坏 毒素会随着你的伤口 渗入你的体内 到时候就危险了 萧云廷根本不听许诺在说什么 强制性的气声 他温热的唇腹在他的小腿处 他的身体一僵 他怪异的触感像是电流般 窜遍他的全身 使他的大脑产生昏沉的感觉 他再次回过神来时 萧云廷已经放开他 许诺看着自己的伤口处 已经没有了淤青 可又非常的担心萧云廷 忙拿过自己的水壶 萧大哥 快 数数口 等会儿我再采一些草药 我去 你待在这里不要动 萧云廷说完 就直接往森林里去 许诺看着他的背影 是两久都没回过神来 他真的是毫不犹豫的给他吸毒 全然没有想过后果 这大概就是他的本性 只想着救人 其他不管不顾 许诺想到这里 甩了甩头 立即拿河水 再继续冲洗伤口 好在刚刚那条竹叶 轻比较小 伤口不大 许诺确定萧云廷走远之后 这才从自己的空间 拿出注射器 给自己注射了抗蛇毒血清 这样可以更加的确保 毒素不会扩散 许诺这边刚刚注射完 萧云廷就回来了 想到他给自己吸了毒 也应该需要打一针 村医生那里 也不知道能不能打 算了 他还是想办法 弄些草药给他 看着萧云廷采回来的这些草药 都是常见的普通草药 他们当兵的 应该经常野外生存 所以这些普通的草药 应急措施 他都掌握得非常的熟练 将草药嚼烂 敷到了他的伤口上 然后把捞起来的鱼 装进被楼里 就背到自己的胸前 走我背你回家 他刚刚被蛇咬 是不可能剧烈的运动 加速了血液的循环 也相当于加速了毒素的扩散 许诺犹豫的时候 萧云廷已经把他一把 拉到自己的背上 许诺啪在萧云廷 坚实的后背上 说 萧大哥 中蛇毒用嘴吸是不对的 不可以再这样吸了 我只给你吸过 当时他乱了 他知道有处理方法 但是他担心 那样处理不到位 他有事 第零三零章 许千千和男人跑了 第零三零章 许千千和男人跑了许诺 嗯一声 没多想问 你们平时也在丛林里训练吧 如果被蛇咬 你们会怎么处理 和你刚刚一样 先忌待防止蛇毒扩散 再拿干净的水 反复地冲洗 然后下山到医务室打针 许诺赞同的点点头 我在医书上看到 也是这么写的 萧大哥 等会儿回村 你也打一针吧 这边村医可能没有那样的针药 我没关系 我等会儿再找点草药 萧云廷很庆幸 他没事 他药有什么 他怎么心安 萧云廷背着许诺下山 穿过茂密的丛林里 许诺发现了很多株草药 有些萧云廷都没有见过的 他一并采了回去 到家里后 然后有模有样的 照着医书那样 把草药熬成了汤汁 萧云廷看着一碗黑乎乎的中药 他看了看那些药渣 虽然有些质疑 却还是一口气全部喝下去了 许诺看他这样 忍俊不惊 你就不怕 怕什么 怕我采错了药 毒死你 毕竟我还是个新手 很多中药都长得差不多 可要效相差千里 还有可能是毒药 许诺故意如此一说 萧云廷看了看见底都晚 反正我怎么了 你都得对我负责 许诺有些不好意思的 轻拍他手腕 萧大哥 平嘴 对了 这事不要告诉我妈 萧云廷看着他的小腿 他已经换了一条长裤 特意把牙印藏了起来 他心有愧疚 又道 你待在家里 不要乱走动 我知道 钱文芳不知道去哪里了 家里就他俩 许诺去屋里看书 萧云廷就在院子里喂鸡 扫鸡屎 要不就是匹柴 还把山上打回来的野鸡剖了 草鱼的零处理了 还拿盐盐上 许诺在抬头 已经是傍晚六点 钱文芳从外面回来 一看萧云廷还在 惊了一下 又说 萧同志 你可真勤快 他说话间 看到萧云廷手上的鸡 还有那边的鱼 微奇怪地问 咦 哪里来的鸡和鱼 许诺忙从屋里说 大嫂 你声音小些 这是我和萧大哥 今天上山弄着的 现在农忙 爸妈辛苦 得这些补补 钱文芳立即闭嘴点头 然后拿了围裙 就去造屋 一面说 萧同志 你留下来吃饭吧 萧云廷看着许诺 许诺说 晚点二叔 他们要回来 他们会把自行车骑回来 你骑着回去 也快 吃了饭走也成 萧云廷恩一声 便去帮忙砍鸡 钱文芳是越看萧云廷越满意 期间还凑到许诺的耳边说 妈调得果然没错 小妹你可得把人抓紧了 这样好的男同志不好找 许诺脸红着点头 大嫂 我知道 钱文芳笑 又说 那会儿我多主动啊 一下就把你大哥拿下了 有时候你也主动一些 女追男 隔层杀 嗨嗨 大嫂 钱文芳见许诺不好意思 又看了看外面的萧云廷说 我看你不需要做什么 这萧同志也很稀罕你 哎 我小妹这么好 她要不稀罕 就是眼瞎了 许诺拿了钱文芳真是没办法 轻扯她的衣角 别说了 钱文芳结婚后 自然和以前当姑娘的时候不一样了 和婶子们学坏了 什么话张口就来 晚上许家二叔果然回来了 还把自行车也还了过来 萧云廷七点左右 便骑着车回桃花村了 许诺本来想送到村口 萧云廷不放心 没让她送那么远 只送到大桥 就让她回去了 送走萧云廷后 许诺便往家去 路上碰上杨家婶子了 远远的 杨家婶子就在招呼她 诺诺 送你的相回去啊 许诺点点头 欲与婶子擦肩而过时 婶子拉着她的衣角说 丫头 你听说了没 你那个堂姐跑了 许诺不作声 等婶子继续八卦 有人看到她 和隔壁村的一个男同志 搭着拖拉机进城了 你说这没良心的东西 咋就那么狠心 她妈还在医院里住着 她说和男人跑 就真跑了 真是黑心肠的 许诺看了看通往城里的小路 诞生道 婶子 我先回了 你也辛苦一天了 早点休息 好好 许诺走了好远 那婶子都在嘀咕 大队长这闺女真是乖 长得好看 找的对象也能干 真是命好 许诺谎若未闻 命好不好 她不知道 但是她知道 命运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许二婶在镇上治疗了三天 才回到家里 整个人看起瘦了一大圈 这几天 李秀兰和唐二嫂 忙着照顾许二婶 许二叔和许唐大哥 唐二哥都忙着地里的农活 根本没有人去关心许千千去了哪里 许二婶好似也真的被伤透了心 也没有再去找许千千 即使她离开的第三天夜里 又来了一场暴雨 许母叹一口气 你二婶这回是真死心了 那天杀的玩意儿 死在外面 也是自作孽 许诺冲耳不闻 许千千的事情她不关心 她自己做成这个结果 怨不得任何人 她仔细地看着手里的书 许母瞧她书 都看了一大半了 不禁哀忧一声 我闺女真能干 这书都看一半了 怎么样 学得如何 许诺看着许母 打去 妈 伸出你的舌头我看看 许母愣了一下 便伸出了舌头 许诺打量了半天说 妈 你最近肝火旺盛 是不是排便不爽 夜里又口干舌燥 许母一拍大腿 哎呦 我闺女真成医生了 你怎么就看得那么准 这舌胎 也有什么讲究吗 自然是有的 许诺开始侃侃而谈 有了这本书当借口 许诺说起这些 也不怕被怀疑了 两人说话的功夫 外面来了人 许诺抬头便看到了杨媒婆 她笑嘻嘻地进门 便和许母进了门 两人嘀咕了半天 杨媒婆这才离开 许母送走了人 看着许诺 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一会儿笑 一会儿又有些难过 妈 许母拍了拍她的手 明儿个去镇上领证吧 许诺微诧异 这么快 嗯 6月26 你们结婚 这日子 我答应了 在这边没有手机 所以许诺还去看了看挂历 才发现 只有五天了 许诺一时有些猛 这么快吗 妈 第031章 领证了 第031章领证了 你也知道 萧家小子是探亲家 现在打了报告结婚 才可以在家待这么久 早点把你们的事情办了 妈也放心些 许母亲吕了许诺 额前的发丝 开始本来说是要先定亲 再结婚的 可现在萧云停步对里有事 要急照 最时十天后就要回 所以他们家也只有配合 许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这个时候 他要嫁人了 他舍不得许父 许母 不过他很快自我调整好 妈去军区第一件事 给二哥安排一个对象 最迟明年 你们就到省城来 许母知道 许诺是舍不得他 温柔地笑了笑 不急 你二哥有自己的想法 妈也不是非要你二哥结婚 我才去省城 我想去看我的女儿 我就去 你别担心 许诺恩一声 忽而又想了什么 说 妈 我给你的那本食谱 浓闲的时候 你多看看 把里面的菜啊 还有什么小吃 都掌握熟了 去省城 咱摆摊做生意 许母重重地点头 行 我闺女说做什么 就做什么 许诺扑到许母的怀里 轻抱着她 缓缓地闭上双眼 享受这一刻的母爱 转天 萧家就按着流程过来提亲 下聘 萧母亲自来的 笑得那叫一个春风满面 萧家准备的聘礼 是188块 还有一辆自行车 一块手表 棉花村的人一听说 萧家给了188块的彩礼 还有手表和自行车 可眼红坏了 个个都按搓搓地嫉妒 要知道 这隔壁村的萧家 这么有钱 这么舍得 他们就算是挤破了脑袋 也要把自家的闺女 送到萧家去 现在晚了 人家都提亲 定亲 马上要领证 后面只插扯结婚证了 真是嫉妒死人了 许家热闹非凡 许二叔家 却是一片愁云 到底是许二婶身上 掉下来的肉 她怎么也舍不得的 许千千的名声烂透了 就算她不想去关心 可也总有人看她的笑话 她到村里 便有人说 哎呀 许二婶啊 我可真是心疼你 辛辛苦苦养大的闺女 被二傻子糟蹋了不说 现在人都跑了 啥也没有落着 哎 你说你图个啥 能图个啥 留身边也是个祸害 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哎 连诺诺的脚趾头都赶不上 可不是 你看萧家小子 多稀罕诺诺呀 188块的彩礼呀 这萧家小子 怕是所有的身家 都拿去当聘礼了 萧家哪指这点家底 萧小子是个军官 萧家老头早前也是老兵 牺牲后 国家给了不少的抚恤金 萧家家底候着 听说为了娶媳妇 专门把新贷的楼房 让出来给了新媳妇主 这也是人家的命 这许家闺女 不仅长得好看 又是高中毕业 不去随军 还能当上村小学的老师 那可是铁饭碗 所以 这两人就是金童玉女 般配着 这些话 无疑像是利刃 一刀一刀的 往许二婶的心口上扎 她难受的气 都差点喘不过来 许二婶脸色苍白的 准备回屋里 恰巧碰上许诺和萧云婷 骑着自行车 去镇上领证 许诺知道 许二婶难过 她就打了个招呼 也没说给喜糖吃 害怕她触景生情 结果许二婶看着她 还是温柔的笑着 诺诺呀 恭喜你 和萧家小子了 好好过日子 等你结婚那天 婶婶再送你新婚礼物 谢谢二婶 多的 许诺也不知道能说什么 许二婶苦涩的点点头 看得出来 她在强颜欢笑 许诺便没有多逗留 静止离去 走很远了 许诺还看着许二婶的背影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两人很快到了镇上 许诺站在门口 有些迟疑 萧云婷也不急 我们去四处走走 时间还早 不会那么着急的下班 许诺看着萧云婷 抿了抿唇 萧大哥 不用去走 一会儿就好 萧云婷握住她的手 我知道 你舍不得父母 我已经安排好了 等我们过去安定了 我们就把两边的爸妈 都接过来 好吗 许诺抬头问 接过来住哪里 做什么 你也是分的房子 不大 两方的父母挤在一块 那怎么行 萧云婷想了想 说 我早前在县城就买了一套 本来是准备给我们 做婚房用的 是个四合院 我军区又分了房子 我们住军区 爸妈住在四合院 农闲了来住 农忙了就回去 许诺闻声 喜上眉梢 嗯 萧大哥 你安排得很好 很有觉悟啊 早早的买了房子 还是四合院 两边的父母刚刚好 到时候 父母和萧妈妈 一起摆摊做生意 够吃够喝 也成 许诺本来有些悲伤的心情 瞬间好了很多 萧大哥 我们进去吧 萧云婷没有应声 而是看着他 欲言又止的模样 许诺奇怪的看着他 两久 萧云婷才拉着他 到角落里说 婚后 我们不着急通 通房 我们先出一出 如果合适 我们不合适 我舅们就打报告 申请离婚 这时间对于他来讲 再给他选择的机会 许诺轻瞪他 再离婚 我就是二婚了 即使没 那啥 我也不好嫁 萧云婷顿时有些焦急了 他好像也没有安排妥当 许诺瞪他一眼 扯着他的衣角说 走了 萧云婷看着他的神色 以为他在生气 有些着急的想解释 许诺却不给他机会 直拉着他进了门 许诺走在前面 自然没有看到 萧云婷眼底深处的欢喜 这个时候的结婚证 也没有照片 所以 两人拿出户口 本登记一下 盖个章就结束了 看着手里的大红奖状 许诺的心里 生起一股奇怪的感觉 结婚了 他结婚了 他和一个见过几面的 男同志结婚了 他和他到现在 都只是牵了牵手 抱都没有抱 亲都没有亲过 这就结婚了 许诺想想觉得 有些不可思议 可他又觉得 未来的生活很有希望 从局里出来 萧云婷的嘴 一直挂着温柔的笑 诺诺 我们去拍个照片吧 好啊 领征这么重要的日子 是应该拍个照纪念一下 两人到了照相馆 照相馆的师傅 看着两人眼睛放光 二位拍结婚照吗 今天的萧云婷 是穿的军装 背脊挺的笔直 一身正气 娇娇软软软 皮肤白皙的许诺 在他的面前 显得特别的娇小 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般配 萧云婷恩一声 师傅立即带人 到了里面拍照间 给两人讲解了一下 怎么拍 许诺站在萧云婷的身边 看着真是特别的养眼 照相师傅催促 女同志在靠近一些男同志 嗯 对对 拍完一张规规矩矩的 许诺突发奇想 师傅再给我们拍一张吧 好 许诺还是站在萧云婷的身边 只是把小脑袋靠了过去 然后还让萧云婷 搂着自己的肩 萧云婷非常的紧张 紧张到身体都是僵硬的 第032章 嫁一 第032章 嫁一照片师傅点点头 这样非常的亲密 好看 军人同志你自然一嫌 这是你媳妇 不是别人的媳妇 然后两人很配合的 拍了一张特别的结婚照 萧云婷上前 拿出几颗糖给师傅说 有劳师傅 今天是我们领证的日子 请你吃糖 师傅看着木讷刻板的萧云婷 哈哈的笑出声 恭喜二位 祝二位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许诺红了脸 与萧云婷一同离开了照相馆 萧云婷看了看自己的手 再看着许诺的肩 她的身子好薄 好孱弱 她仿佛一用力 就要将她掐碎板 她纠结之时 然后她胶软的身体 便整个落入她宽大的胸膛 她真的很香 很软 她所碰之处 便像着了伙伴 而且瞬间将她整个人吞噬 许诺感觉到 头顶萧云婷呼出的热气 都是灼热的 她小声地问 萧大哥可以放开我吗 这这 她太刻板 禁欲 差点让她忘掉她 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 只是她没有想到 刚刚那么一下 她就贴了她一下 她就有了反应 不过 这种生理反应也是正常的 毕竟她还没结婚 又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 以前许诺触及到这些 从来都是脸不红 心不跳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原主 这具身体的原因 她居然也有些响入非非 脸颊滚烫 连呼吸都稀薄了 两人便在街边一时呆住了 好一会儿 还是萧云婷先反应过来 诺诺 我们先走 许诺恩一声 跟上她的步伐 许诺坐上萧云婷的自行车 先去了供销社 然后又去了临安小巷李公安家 走到这个巷子里 许诺就想到南南 她是准备去南南家看看的 结果李公安有些遗憾的说 前两天南南的妈去世了 说来也是奇怪 她病逝的前几天 我还看她出门剪破烂了 结果没两天人就走了 许诺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她的时间差不多 就是那两天 她给的药 就是让她减少一些痛苦 去的不那么难过 李公安叹息一声 脸上全是惋惜 许诺好奇的问 那南南呢 南南被她姨妈收养了 她姨妈是食品厂的工人 她这房子卖了 她就跟着她姨妈 去了食品厂的宿舍 许诺点点头 在心里默默地 为这个小丫头祈祷 希望她一生好运 未来没有痛楚 萧云婷把洗糖放下 又和李公安说了一些事情 这才带着许诺回家 今天萧云婷去供销社 买了很多的东西 下车她从背楼里拿出来 她才看到 一大包的瓜子 还有糖果 她看着许母 婶婶 这是喜宴当天要用的瓜子 还有糖果 这是诺诺嫁一的红布 这事就麻烦您了 许母看着萧云婷安排的东西 洗上眉梢 云婷 你可想得真周到 我原本让你大哥去买的 结果你现在就把东西买回来了 顺便 萧云婷停下车 就帮着把东西往屋里放 然后又准备去匹柴 许母瞪她一眼 批什么批 家里没事 赶紧回去忙家里的事情 你和诺诺的婚事很重要 知道不 萧云婷看着许母 再看着许诺 点点头 骑着车 带着一大堆的东西 就往家去了 许母看着萧云婷的背影 这孩子真是老实巴交 许诺打去 咋 妈 你还担心我欺负她不成 许母轻瞪她一眼 你那姓子我还不知道 你欺负她 她不欺负你 她对你好一些 你恨不得把心都给人家 许诺笑红了脸 没有 妈我只会把心给你 平嘴 许诺回屋了 有些热 所以她打了一些水洗澡 然后就去午觉 她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 家里都是老妈安排了 好在这阵子 农忙结束了 天热 地里也没有什么活了 爸妈正好张罗她的婚事 她睡了一会儿 就进空间去 继续搞自己的研究 接下来的几天 家里都忙碌着 天气热 肉保存不了多少 所以许母就把肉 全部盛弄半成品 炸了酥肉 肉丸子 菜丸子 还有把药准备 拿蒸钱烧白 甜烧白的肉 也一并炸好了 抓上调料烟上 许家是嫁女儿 可也在结婚的前天 要半久的 村里好些人 都已经过来提前送礼 许诺的嫁衣 三天时间就做好了 许诺拿到嫁衣的时候 小小惊讶了一下 全然没有想到 羊婆婆的手艺那么好 红色的嫁衣 上袖有鸳鸯细水 好看 真的是好看 还有妈妈给她准备的洗背 还有枕头套 都是羊婆婆和她媳妇 而亲手缝的 那精致的手工 看直了许诺的双眼 许母拿着嫁衣 在许诺的身上比了比 眼眶微红 好看 真好看 杨婶子的手艺 真是没话说 因为许家要得及 许母又很在意这件事 所以加了急 又让羊婆婆 绣个不一样的花色 没有想到 绣的这么好看 许诺试了一下 嫁衣修身 显出许诺的小蛮腰 特别的好看 许母看了半天 都没有收回视线 钱文芳刚把菜什么的切好 进来就看到 许诺穿着嫁衣的模样 不禁嘖嘖两声 哎呦 我小妹真好看 好看 许诺有些不好意思的 把嫁衣换了下来 这边门外有人来了 大呼喊 二奶奶 是许二婶 不少的许二婶 她看着许母 笑得眉眼弯弯 大嫂 诺诺 我也没啥别的给诺诺 就准备了这些个 你们别嫌弃 许二婶说着 到屋檐下 把手里的东西摊开来 在看到那东西时 许诺威震了一下 二婶 这 许二婶笑得很是苦涩 用不着了 诺诺你别嫌弃 二婶珍藏了很多年 现在当新婚礼物送给你了 第033章 新婚前一天 第033章新婚前一天 许诺看着 许二婶苍老的脸 眼中近视心疼 她忙把东西收了起来 说 二婶 这东西留着吧 往后肯定值钱 许二婶塞到她的手里 家里也没个读书人 上回大宝 还想扯了来擦屁股 你肯定知道她的好 到你身上 肯定比在我家好 许二婶拿来的是一本诗集 看起来非常的老旧 肯定是一本古籍 往后肯定值钱 许诺从未来来 哪里感受这么贵重的东西 她也知道 许二书家的条件不好 因为她生病 花了不少的钱 现在没有什么拿得出手了 所以才拿了这个来 许母把诗集再次用布包了起来 拿回去 诺诺都说了 以后值钱 你不管藏哪里 也要藏好了 知道不 许二婶一脸的为难 大嫂 这 行了 你要真的觉得不好意思 下午过来帮忙 我这屋里的活多着了 把这东西拿回屋 好好地藏起来 别给大宝扯了去擦屁股 知道不 许母再次地强调 她又不傻 往后国家肯定更好 这些老地主的好玩意儿 肯定值钱 她不能收二房的这个东西 收了心里不安 往后值钱了 她再还了 心里更不舒服 这东西本就不是她的 她也不贪 许二婶看着许母 再看许诺又红了眼眶 大概谁也不想养了 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女儿 虽然她也有贯的成分 可她的思想如此 她作为亲娘 也改变不了什么 只能说命也 只能接受 得想开了 才好 不然终究是作茧自负 最后 许诺和许妈 没有收下许二婶的诗集 硬让许二婶拿了回去 许二婶拿回去后 就赶紧过来帮忙 有了许二婶帮着切菜什么的 许妈和钱文芳 许诺就开始收拾家里 时间真是过得飞快 眨眼就到了新婚的前一天 一大早起来 许诺就没有闲过 许家人更是如此 许大哥许从阳 特意请了假 去隔壁邻居家 把桌子椅子板凳 还有碗什么的 全部借了过来 今天是女芳这边的酒 村里送了礼的 都要过来吃一顿晚饭 所以为了这顿晚饭 全家上下都在忙碌 村里要好的婶子们 也都过来帮忙 整整忙碌了一整天 终于到了晚上的正餐 许妈和许二婶长厨 做了八个菜 在棉花村来讲 这西面算是很好的了 大菜是红烧肘子 再就是咸烧白 也叫梅菜扣肉 下面是咸菜 上面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甜烧白 又称加沙肉 上面是五花肉 加着豆沙 下面是香甜的糯米饭 还有一碗酥肉汤 干黄花和海带打底 上面是大块大块的酥肉 红烧狮子头 肉丸子中间加了藕丁 还包了一个蛋黄 提前炸好的 回个锅 挂个汁 就好了 中间四个 周边青菜围绕 六个荤菜 两个素菜 两个素菜 一个是凉拌黄瓜 一个是清炒土豆丝 真是非常丰富一桌了 因为桌子不多 所以席面分成了两轮吃 龙共做了八桌 一次吃四桌 这许家嫁女宴 真的做太了 各个吃得油光满面 就那八个肘子都难找 则桌面上吃饭的婶子们 比的都是手速 看谁快 准能快速地 把最有油水的肥肉 夹到自己碗里 吃完席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许家人忙碌了一天 这才吃上饭 然后其他吃过席的婶子们 就帮忙收拾其他的碗筷 真是人多力量大 九点的样子 许家就忙碌完毕了 许诺心疼地 看着额头全是汗的许妈 立即把她扶到床上坐下 还给她捏捏肩 妈 真是辛苦您了 许妈看着许诺 把她的手握到手心里 妈不辛苦 妈看你家的好 妈就放心了 你萧沈是个好相处的人 该做的要帮忙做 不要得寸进尺 知道不 许诺乖巧地点头 妈妈 晚上 我们一起睡吧 许妈开始拒绝的 可是真舍不得女儿 最后还是答应了 这一晚 许妈和许诺说了很多 说起她小时候 说起了未来 还说到了 以后她要当妈妈的事情 许诺都睡得迷迷糊糊了 忽然许妈又起来 拿出一本书 丫头 这个妈给你 妈同时提醒你 别怪云婷 这事要适可而止 知道不 许诺听着 瞬间清醒 点燃油灯 翻了两眼 瞬间面红耳赤 哎呀 妈 你哪找来的这种书 这种书 不应该是不准卖的 许妈笑 这是你姥姥 从前从老地主家拿来的 那些事情妈 也不好和你说 你自己看书 就明白了 许诺的脸更红了 慌把书还给了许妈 妈 我不要 我懂 哎 给你 你就拿着呗 你留给妈做什么 妈又没用了 这小两口过日子 这事也很重要 知道不 不要觉得羞人 就不提 不正面面对 许妈说起这些事来 真的是不觉得累 一句接一句 许诺是哭笑不得 妈 我知道 我都懂 可这书 我还是不要 明儿把它丢灶里烧了 那可不行 你不是说老地主的玩意儿值钱 说不定这东西 以后也值钱 不许烧了 许妈收到了枕头响 心里想着 明儿得夹在她的洗背里 许诺见自家老妈总算是消停 她翻身就继续睡觉了 先前她还挺紧张的 后面她一点也不紧张了 只是舍不得这个家 舍不得这个老妈 可可爱爱的老妈 哈哈 她要嫁人了 还给她那啥图 真是可爱 许诺舒舒服服的睡到了天亮 不 天还没亮 许妈就在催 催她起身 她迷迷糊糊的给拖起来 洗脸 刷牙 还要往她的脸上涂纸抹粉 许诺怕老妈 把她画成如花 立即拿过她 拿的蚝蛋粉 自己画起来 期间还悄悄从空间里拿了她的化妆间 画了一个美美的妆 园主的脸蛋本来就很嫩 只需要掠尸粉袋就很好看了 她收拾完毕 杨婆婆过来给她盘头了 到底是给老的家做过丫鬟的婆婆 那手艺不得了 一点也不扯发根 这个时候不许戴什么首饰 所以婆婆拿红色的丝带盘在头发里 然后在后面系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 额前留了几缕 婆婆拿手指头卷了几圈 剑没卷起来 她居然找来了火钱 第03四章 瞬间瑟瑟发抖 可怜巴巴的看着许妈 妈 这这太危险了 万一烫坏了脸 杨婆婆笑 这不是火钱 这是烫发卷 小丫头别怕呀 婆婆手准得很 许诺吓到不敢看 只闻到一股什么味 然后她就看到镜子里被烫卷的耳发 别说真有那么一回事 难怪村里的人结婚 都找杨婆婆绣嫁衣 梳头发 这头盘得太好看了 而且稳当当的 许诺还推了推 又招了几圈 脸上全是幸福的笑 杨婆婆都忍不住说 哎哟 诺诺不愧是我们十里八村 最好看的姑娘 比地主家的小姐还要好看 好看 好看 许妈一开心 给杨婆婆包了一个大红包 换上嫁衣 穿上袖鞋 没一会儿 萧云婷过来接亲了 她带了理工安 还有她弟 村里的几个小伙子 过来撞门的 许诺的三哥 专门从镇上回来了 她力气也不小 脑子还聪明 把门堵得死死的 萧云婷费了好多大的劲 这才推开门 许从福看着萧云婷 清了清嗓子 萧云婷 想娶我小妹 你必须得过我这一关 三哥 你说 有什么要求 许从福脑子好使 现在是钢铁厂的小组长 又喜欢看书 考了萧云婷一堆的知识 出乎了许诺的意料 萧云婷居然全部都答出来了 她想起来了 萧云婷去锦孝进修过 所以答得出来 也不奇怪 那些婶子们都惊讶了 谁说萧家小子 大字不识几个 这萧家小子 真是太优秀了 萧云婷一身军装 走进许诺的闺房 手里拿着一束荷花 这是许诺没有想到的 她居然半跪在她的面前 奉上荷花说 往后余生 右手敬礼 左手牵你 忠于祖国不负你 此生为你不二 她的话落 现场一片寂静 梁酒才响起一片哗然 许诺也是争充梁酒才 慢慢地缓过神来 看着萧云婷慢慢起身 接过她的捧花 你在前方保卫祖国 我在后方保卫你的家 虽然你我的感情 还没有山盟海誓 也没有生死离别 更没有惊心动魄 但往往就是这样 平凡的生活里 处处都透着甜 许从福本来想要 好好地为难萧云婷 未料到她如此大的诚意 将她的妹妹 也看得如此的重 她便没有再为难 萧云婷抱起许诺出了家门 后面跟着一群的孩子 许诺仰头 看着萧云婷坚硬的脸庞 再看着手里 新鲜娇嫩的花朵 她的嘴角青阳 李时看着屋檐下的许骂 她眼眶微红 轻挥着手 许复却已经是不忍在看 她的宝贝疙瘩 就这样给猪公走了 她多少有些难受的 莲花村和桃花桃 有两里路 萧云婷抱着许诺出了家门 便将她放在寄了 大红花的自行车后座上 接回了家 桃花村的萧家 其实是许诺第一次来 园主很小的时候去过一回 记忆早就模糊了 到萧家门口时 许诺还是小小震惊了一下 青砖瓦房 修得比村里 其他家的土房好看多了 院门上贴着大红的喜字 屋檐下系着红布 处处都透着喜气洋洋 女方这边的送亲客 是许诺的三哥许丛服 南方接新娘的是 萧云婷的小叔 小沈点着鞭炮 热热闹闹 把许诺接进了门 进了新房 许诺悄然打亮着屋里的装扮 屋里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墙上都贴了报纸 看起来特别的整洁 进屋 萧云婷便体贴的说 诺诺 你在屋里坐一会儿 我去外面招呼客人 嗯 你去吧 刚刚路过院子的时候 他看到了 萧家今天摆了大概十桌的样子 整个院子里 都着飘散着肉香 而且热闹非凡 他是新娘 不能出去 得带到新房里 农村成亲 吃的是中午这一顿 毕竟家家吃食都紧张 怎么可能奢侈的吃几顿 萧云婷又怕他 还从抽屉里拿了饼干 还有奶糖出来 饿了 就吃些东西点点 今天的许诺太美了 美到他一步开双眼 想多看一眼 但是他太多事情了 而且刚把新娘接回来 他就在屋里不出去 会有人乱猜想的 萧云婷刚准备出去 这边他弟弟萧云北 就来催了 大哥 快 大舅爷来了 你快去接一下 他说着 悄悄地看一眼自家大嫂 正好许诺也在看他 两人视线撞上 萧云北红了脸 不好意思地喊 大嫂 你休息一会儿 许诺笑笑 好 小弟你去忙吧 萧云北今年刚刚十六 正在上高中 听说成绩特别的好 初中就跳了级 今年说不定也可以参加高考 萧云北出去了 许诺一个人在屋里闲来无事 就把许妈陪加的四件套 还有她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衣柜应该是新打的 还有一股淡淡的木箱 非常大 四件套放得进去 衣服也能放进去 许诺准备放来着 一个声音响起 这些床单不可以动药 等会儿堂嫂子 要过来给你铺床 小孩子还要滚床 许诺不知道这些流程 看着说话的大姐 笑眯眯的说 谢谢 大姐 她冲着她笑 她太好看了 好看得像是天上的仙女一样 难怪人家说许诺 是十里八村最好看的姑娘 今天的许诺更是美 萧家堂大姐都看直了双眼 她进屋说 诺诺 你不知道我是谁吧 我是云亭堂大姐 我叫萧秋菊 许诺悄然打量了萧秋菊 乖巧的喊 萧秋菊姐 谢谢你提醒我 萧秋菊笑 谢什么谢 你是新媳妇 也不知道这些结婚的规矩 我也是结过婚才晓得 她说着 看着许诺额前的小卷发问 诺诺 你这个头发怎么卷的 怎么这么好看 许诺摸了摸自己的小卷发 是我们村的洋婆婆 拿火前烫的 萧秋菊一听 拿火前烫的 一脸的震惊 下意识的张了张嘴 看着许诺嫩得如同包壳鸡蛋的肌肤 诺诺 这虽然好看 可是真的太太太危险了 下回别让那个什么婆婆弄了 黄秋菊都一脸后怕 许诺笑了笑 嗯 紧结婚这一次 下回不弄了 第零三五章 你偷走我的萧大哥 第零三五章 你偷走我的萧大哥萧秋菊 是真喜欢许诺 这个弟媳不仅长得好看 人也乖巧 说话的声音也好看 手指嫩白 指甲还泛着粉 裙摆下的小腿 银白银白 他一个女同志 看着都忍不住多看两眼 哎呦 他这个堂弟 是真的有福气 小弟媳太好看了 性子又软 许诺也挺萧秋菊的 两人就聊了起来 门口多了一道声音 大概是门口人的目光过于冰冷 许诺察觉到了 抬头就和一个陌生姑娘的目光对上 许诺自然是不认识的 这个女同志 穿的是一件碎白衬衫 下面穿的是黑色长裤 变了两个麻花辫 看起来算是清秀可人 但也不出挑 丢到人群里都找不到那种 可此时他看着许诺的目光太冷了 还带着一丝的怨恨 女同志见许诺看自己 她的目光缓了缓 推门进来 表姐 她喊的是萧丘菊 萧丘菊上下逆一下刘灵 你来做什么 表姨不是让你帮忙摘菜 刘灵是黄秋菊表姨的女儿 不过两人来往特别的少 而且她不太喜欢这个表妹 总觉得心底天高 刘灵目光淡淡的扫过许诺 说 表姐 你都能来看新娘子 我为什么不能来 原本刘家和萧家关系很远 是搭不上边 可萧丘菊的表姨嫁到了桃花村 所以都是一个村的人 萧家条件 这个刘表姨又爱占便宜 这不就跑来帮忙洗菜 摘菜 做饭 然后蹭一顿饭 萧丘菊就看不上这刘表姨的小家子气 对刘灵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萧丘菊没理会刘灵 继续和许诺聊天 说的是都是家里的趣事 还说起小时候萧云婷的一些事情 刘灵也不觉得尴尬 有一搭没一搭的听着 然后打量着新房 见桌面上有饼干 还有大白兔奶糖 顺手拿了就往嘴里塞 是她没有吃过的饼干 还有大白兔奶糖 好吃 抢了她的萧大哥 还抢了她的新房 抢了她的一切 她讨厌她 甚至恨她 她一面吃着 一面还往兜里装 萧丘菊看不下去了 刘灵 你要没有什么事 出去吧 刘灵你一眼萧丘菊 表姐 为什么要赶我走 我和你一样 在这里赔新娘啊 萧丘菊翻了一个白眼 头发长 见识短的女同志 丢人现眼的东西 刘灵也并不觉得不好意思 直接将桌面上的饼干 还有奶糖 全装进了自己的裤兜里 忽然有人在外面喊 萧丘菊 萧丘菊呗一声 忙出去了 走到门口 看着刘灵的裤兜 一把将她兜里的糖 还有饼干 全部掏了出来 说 走 刘灵推开萧丘菊的手 叫的是你 不是我 萧丘菊想把人直接拽走 她这小弟息太娇娇软软软了 这个刘灵 不会欺负她吧 可妈那边催得更急了 萧丘菊只能去 带到萧丘菊走后 刘灵又把她掏出来的糖 重新抓到自己的兜里 萧丘菊的比仪 走上前冷哼道 你得意什么 你这个小偷 许诺威愣 看着她手里的糖果 冷笑 贼喊捉贼的本事挺大的 你才是小偷 你偷走了我的萧大哥 你偷走我的糖果 我的饼干 还有我的心房 刘灵见许诺那嘲讽的眼神 心下激动 嘀吼出声 许诺冷笑 原来如此啊 刘灵见许诺那么笑 那你是承认了 你承认勾引萧大哥 偷走我的一切 许诺看着外面热闹的人群 再看了看猙獰的刘灵 人都气她头上来了 她还要坐以待毙 那就是傻子 许诺起身 拉开了心房的门 心房的门突然被打开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新娘子 刚刚她瞧过一眼了 太好看了 她这会儿站在心房的门口 大伙都一头雾水 新娘是不能出心房门的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她要做什么 大伙正疑惑的时候 许诺忽而扯过刘灵的手问 这位女同志来吧 咱把事情说清楚 我今天结婚 你进门装我的糖 装我的饼干不说 还说我是小偷 偷了你的肖大哥 偷了你的心房 偷了你的糖果饼干 说吧 我是怎么偷了你的肖大哥 你的心房 她的声音不大 却质地有声 而且声音入耳如珍珠落玉盘 叮咚作响 好听悦耳 耳朵都要醉了一般 可她话里的意思 大伙目光看向刘灵 就见她的嘴里含着糖 手里抓着饼干 裤都还装得满当当的 都是同村人 谁不知道这刘家姑娘什么德行 有看不下去的婶子你没说 刘家的 这就是你今天来的目的 故意搅坏云婷小子的婚事 有你这么娇姑娘的 跑新娘子面前说的 那叫什么婚话 对啊 刘家的 你女儿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 你自己瞧瞧人新娘子什么长相 她什么长相 她凭说这些难听的话 我看你刘家就是来闹事的 根本不是来帮忙的 对 忙得满头大汗的小妈听着这话 脸色阴沉的难看 今天是她家的好日子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居然上前找麻烦 她准备上前时 结果有人快了一步 是刘母上前 就是一巴掌挥向刘灵 你个脑子有病的东西 我和你说过多少回 萧老大对你没那意思 你怎么还在说什么胡话 说着就把她往门外拽 同时看着看热闹的人 一脸陪笑 对不住啊 我这闺女脑子有些不好使 你看 这又犯病了 刘灵吃痛的正开刘母手 妈 我没疯 我脑子清醒得很 我才是萧大哥的新娘 她是小偷 她偷了我的一切 妈 我要抢回来 抢回来我的萧大哥 她说着 就跑了去 萧丘菊见状 扑过来 就挡在了萧云廷的跟前 表姨 她有病 那就带回去好好地关起来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她这话落 萧云廷上前作声 宋镇上的精神病医院吧 第零三六章 暧昧的气氛 第零三六章 暧昧的气氛 刘灵听着这话 激动地看着萧云廷 萧大哥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你是不是看她漂亮 所以你反悔了 你不想娶我了 和一个疯子 真的是难以沟通 萧妈看不下去 盯着萧家大娘 还有萧家小神使了一个眼色 两人立即明白了 直接扑了过去 不过三两下 就把人直接嫁了出去 刘表姨倒是个会做人的 一直和大伙道歉 把人嫁走了 萧家大院里又恢复了热闹 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般 萧丘菊端了一碗油炸丸子进新房 同时带上门说 诺诺饿了吧 先吃点东西 今天的好心情 不要被这个疯女人打搅了 她从小就喜欢发颠 说什么胡话 说萧云婷以后要当大官 还说她是她的妻子 她要嫁给云婷 做什么军官太太 想嫁给云婷都想疯了 前面我表姨还带她去镇上检查过 都说脑子一切正常 可是说来也奇怪 云婷没回来的时候 挺正常的 一看到云婷就不正常了 许诺听着这话 不禁一愣 她自己是穿越来的 对萧云婷未来的事情也不知道 可这个流灵 怎么像是重生来的 只是她好像有些 受不住重生这道惊雷 把自己要逼傻了 许诺正疑惑的时候 萧丘菊又说话了 我又听说 她好像是七岁那年 发了一场高烧 昏迷了三天三夜 然后一直说些乱七八糟的胡话 醒来就说梦到自己长大了 许诺猛的反应过来了 她应该是觉醒了前世的记忆 然后以梦的情势展开的 然后她过于兴奋 过于激动 便想着去实现这个梦 梦里太美好了 现实太艰难 处处事与愿违 所以她一时接受不了 神经出现错乱 许诺想着 不仅有些唏嘘 不管是穿越 还是重生 梦觉醒 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瞧瞧琉琳那疯狂的模样 也是自作孽 不值得人同情 萧丘菊说了一堆 不见许诺说话 心下有些奇怪 刚才那泼辣劲 怎么没了 萧丘菊遇在说什么时 许诺抬头说 我相信萧大哥 可他给我不快 我就不会给他面子 萧丘菊一拍手 对 你刚刚做得非常对 你看着娇娇软软的 说不定很多人暗地里 想欺负你来着 现在 你这么一闹 都知道你是个不好相遇的 便不敢欺负你了 许诺淡笑 谢谢唐姐 说这些做什么 早上起来那么早 把这些丸子吃了 赶紧睡一会 晚上你哪有机会睡 结婚第一天 白天累 晚上还得继续 那些个男同志 哪里是会心疼人的 第一次都兴奋得很 一晚上都在搞研究 第二天早上还得早起 给公婆敬茶 所以萧丘菊 让他赶紧睡会 许诺听懂了 萧丘菊话里的意思 笑了笑 脸微红 油炸蔬菜丸子 一半的蔬菜 一半的肉 香香脆脆的 特别好吃 利过油了 一点也不油腻 许诺吃了几个就饱了 萧丘菊就催她多吃一些 晚上才有力气 哎呀 这些结了婚的姐姐 说话真是直白 被逼着吃了好几个 她是真的吃不下了 萧丘菊这才放过她 然后出去了 许诺吃完饭 就在床上小睡了一会儿 可外面太吵了 她潜睡 有人进来 她还是知道的 门给人推开 一道高大的身影进来 就挡了外面强烈的阳光 许诺缓缓睁开双眼 就见萧云廷高大的身躯 萧大哥 萧云廷把饭菜放下 饿了吗 吃点东西 萧云廷把她的口味 摸得很清楚 知道她不怎么爱肉 肉不多 蔬菜占多数 她拿过筷子 看了看外面 外面那么多的宾客 你去忙 我自己吃 嗯 吃完 唐大嫂就要过来铺床 你吃完就赶紧休息 不然下午没机会了 铺一样 要说一些吉祥话 所以得折腾好久 许诺嗡一声 乖巧的吃饭 萧云廷看着她 想了想说 刘灵的事情 真是抱歉 是我没有处理好 许诺却打去 我萧大哥那么优秀 有人觊觎 一点也不奇怪 反正现在你都是我的了 他们再觊觎也没用 萧云廷听着这话 耳朵微不可查的红了 许诺见她不说话 还有一脸的不好意思 不知道为什么 就想到了秋菊姐那些话 真想知道 这么严肃刻板的男人 情动时是什么模样 她下意识地挪了挪 靠近了她一些 她身上的心香 袭入萧云廷的鼻尖 她的身体沉了一下 僵硬得更厉害了 她的喉结滚动了两下 哑着嗓子说 那我就先出去了 许诺看她一眼 阴唇微翘了翘 一脸都不情愿 萧云廷的脚 瞬间就提不动了 她一个人在这里很无聊吧 刚刚流灵还给她难堪 她鼓足了多大的勇气 才拉开门 当着那么多陌生人 为自己讨功报 萧云廷心下的愧疚 更浓烈了 诺诺 对不起 许诺愣了一下 不解地看着萧云廷 自然不知道 她一个小小的表情 她挠不了那么多 她就是故意撩她的 就想看她会不会留下来 毕竟她们都是夫妻了 难不成晚上 她真的决定不碰她 然后和她做清水夫妻 许诺是想好了的 不和她过一辈子 她怎么会和她领证 她说的那些话 虽然荒唐了一些 可也代表她很在意她 心里暖暖的 可也没真想矫情的 不让她碰 可看这个老干部 这模样 是真打算禁欲到底了 许诺没说话 水灵灵的桃花眼里 带着一丝的不开心 还有忧怨 一时之间 萧云廷彻底不知道怎么做了 诺诺 她的声音嘶哑 压抑着 许诺忽而笑得灿烂如下花 轻轻地扑到她的怀里 仰着巴掌大的小脸说 我等你 每到让人迷了心智 那么不真切的小媳妇 突然这样抱着她 萧云廷感觉自己 手指好烫 像是在她的脸颊上 点起了窜窜火苗 将她整个人燃烧 她的喉咙没来由地发紧 两人之间的气息 开始变得暧昧 第037章 鸳鸯秀被翻红浪 第037章 鸳鸯秀被翻红浪 书尔门又被人敲响 萧丘菊的声音 云廷 赶紧出来敬酒了 萧云廷一个机灵 大脑骤然清醒 她凑到她的耳机 低语 乖 等我回来 她的呼吸啄人 没在她的脸颊上 留下口红 萧云廷的脸 却已经通红 整个人飘忽地往外面去了 怎么敬完了十桌酒 她自己都不知道 只知道她的脑海里 她的鼻息间 仿佛都是许诺的味道 许诺也像是中电般 身体产生了浓烈的愉悦感 这大概就是爱情的美好 让人甘之如頤 吃过午饭 村里的婶子 就帮忙把碗洗了 桌椅还了 还有碗什么的 一并都自个儿带回了家 收拾完了造屋 这才到铺床的环节 唐大嫂是个嘴巴厉害的 铺床铺床 富贵堂皇 财源满地 米粮满仓 铺心床 宽又长 一对夫妻是鸳鸯 铺心床 长又宽 生得儿子中高官 等等 而且许妈为她准备的棉被 还有什么被子 全部铺在了上面 笼四五层 睡上去 又软 然后挺热 好在农村夜里回凉快 应该还好 萧家的新房 设在了老屋的前面 萧妈带着萧云北住的后面 所以 他们小两口 在前面乐得清静 忙碌完铺床的事情 萧妈亲自把人送走的时候 差不多已经傍晚七点左右 一家子又整整齐齐地吃了晚饭 晚饭就清静了不手 饭桌上就四人 萧妈是看儿媳妇 越看越满意 亲自给她夹菜 用过晚饭 许诺这个新媳妇 就想帮着婆婆收拾碗筷 萧妈没让 在咱家女人不洗碗 有人洗 她说着 萧云亭和萧云北 已经收碗到厨房里了 萧妈就把许诺 拉到了自己的屋里去 神秘地将一个黄金镯子 套到她手上 许诺威震了一下 妈 这 太贵重了吧 贵重什么 你是我儿媳妇 这东西就是你的 还有这个给你 说着 她又拿出一个存折 萧妈拿着存折 翻开说 这是这些云亭寄回来的今天 我都给她存了起来 今天结婚用过一些 还剩这些 往后就你拿着 你们到省城用的地方多 许诺想了想说 妈 这个存折您拿着吧 小弟还小 需要用钱的地方多 你一个人在家 也需要钱 萧妈轻拍她的手 这是云亭的钱 小弟你公爹前面的抚恤金都还有 而且 小弟都长大了 也能赚公分 家里用不着什么钱 许诺想了想 还是接过了存折 萧妈又嘀咕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许诺虽然与萧妈接触不多 但是真的感觉她是个温柔的人 心思细腻 什么都给她安排好了 他们聊天的功夫 这边萧云亭也收拾完了 过来接她回家 许诺仰头看着萧云亭 嘴角泛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 两人一起回了新房 到新房 萧云亭就不见了人 也不知道忙什么去了 许诺到屋里 这才打开了存折 看了看上面的存款 两千块 这是她意料之外的 美滋滋 这个军官老公也挺好的 有钱有盐 还是个体贴腾人的 许诺又看着手腕上的黄金镯子 这镯子至少有五十克 做工极其的精致 值钱 这肯定值钱 萧云亭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许诺在把握那个镯子 喜欢吗 许诺重重的点头 很喜欢妈这个镯子这么贵重 送了我 以后小弟的媳妇怎么办 妈有一对 那是姥姥以前给妈妈的陪嫁品 现在给一只给你 另外一只就给云北的媳妇 许诺笑笑 拖着塞说 萧大哥 我都说了妈的祖传镯子了 以后我就是你媳妇了 这话他说的那么明白 他应该懂了吧 不会再想着离婚什么的吧 萧云亭这个直男 好像是真的没有态度 而是转移了话题说 我把水给你提到了厕所 你去洗个澡 嗯 徐诺拿了衣服就去洗澡了 等他洗完澡出来 发现他的书桌上又多了一些东西 他迟疑的问 咦 怎么这么多的钱 萧云亭看着他说 这是我全部的家当 往后交由你来管 徐诺数了数 大概有六百块 他欢喜的加到了存折 把存折和黄金镯子 一并收进了柜子里 这男人真有钱 彩礼一百八十八够多了 这身上还有六百的现金 存折上还有二千块 最关键的是 他还在城里买了一套四合院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简直不可思议 徐诺把东西收好 就直接躺回了床上 铺了很多层棉被 软软的 真好 他躺下没一会儿 萧云亭洗完澡回来了 他看着床上的许诺 许诺穿的是一套睡衣 他习惯穿睡衣睡着 修长白皙的长腿 露在外面 分外的好看 萧云亭的眸光 不禁深了深 没敢乱撇 他吹灭了灯 无声地躺到了许诺的身边去 这男人 睡在床檐上 许诺悄悄地摸了一下 摸了一个空 他微侧手才发现 他距离他很远 这老实巴交的男人 等他主动吗 还是打算 一直做清水夫妻 许诺抿了抿唇 轻扯了扯萧云亭的衣角 他慌转过身 怎么呢 许诺不说话 就睁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看着他 萧云亭没敢直视许诺的双眼 他轻拍他的肩头 睡吧 许诺只想翻白眼 哎 这老男人 真没趣 他主动了吧 是不是不太矜持 可他不主动吧 等他主动 那得猴年马约 一时许诺纠结上了 他都说了 新婚夜不碰他 他舔着脸上去 像什么话 哼 他不信了 他真能是柳夏慧 坐怀不乱 所以许诺慢慢地 靠近了萧云亭 女子心香的身体靠近 萧云亭的眸光又暗了一分 眼底扶起一丝丝 强有劣的战有欲 仿佛要将他的理智吞噬 许诺刚刚碰到萧云亭的手 他的守护而从尖头 划至他的仙腰 一道力带过他 他落进他的怀里 男子的胸膛很硬 很宽阔 给他无尽的安全感 他声音低软的喊 云亭哥 软软诺诺 像是有钩子 勾得他意乱情迷 萧云亭抵着许诺的额头 问了一句很杀风景的话 可以吗 许诺粉拳轻锤 打在他的身上 娇称道 这个时候 你还是想着和我离婚吗 那结婚做什么 领证做什么 睡在一起 嗯 他的声音未说完 他把他的唇封住了 他生气了 萧云亭感觉到他很生气 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手情不自禁地扣着他的后脑勺 然后他稳住了他 可这样稳住 他便不知道 接下来要做些什么 许诺从开始的恍惚中反应过来 知道这个老干部 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他心里欢喜 便主动回稳了他 萧云亭的身体 一沉 呼吸一致 大概是这样的触感 太过于陌生 又太过于刺激 垫得他脑子晕晕的 首相是循着本能而去 回吻了他 一板一眼的军官老公 真是让人好笑 许诺上辈子单身 连男人的小手也没有牵过 现在得了一个如此纯情的老公 他心下是欢喜的 毕竟在后世 可找不到这么老实 又纯情的老公 可有句话是 这样的男人不动心 所以 一动心便疯狂到不可遏制 看着此时还很生疏 木讷的男人 许诺是满腔的欢喜 轻点了点他傲挺的鼻 嗯 我的云亭哥 已经学会接吻了 明天 我们再进一步 晚安 他说着 又亲了他一下 萧云亭的守护 而将他圈紧了 仿佛生怕他跑掉 他背对着他 他起了生理反应 他其实感觉到了 他这样强硬的憋着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 不太好 想到这些 他不禁想入了飞飞 他不说话 萧云亭也没有说话 只是圈着他 在他的耳机 许诺给了一丝小小的回应 萧云亭仿佛碰了火星子一般 瞬间被彻底的点燃 他不能自识的 想要所求更多 许诺到底还是低估了男人的天性 在混乱之下 萧云亭还是 和他成为了真正的夫妻 混乱 飞快 许诺不禁低笑出声 他不是嘲笑他快 而是内心欢喜 欢喜他居然这般的干净 纯洁 大概是他这个小小的动作 激起了萧云亭骨子里 那股男人的征服欲 然后萧云亭又糊里糊涂的 和他来了一回 如秋菊节所言 他累得睁不开双眼 而萧云亭 却一晚上都在研究 把他里里外外都研究了一个遍 园主的身体太脆弱了 他又太强了 没折腾几回 许诺变累得睁不开双眼 而且酸得难受了 他果然不能嘲笑 这老男人太纯洁 这就得了报应了 毕竟这是他们的天性 他们怎么可能不会 不过是他的理智战胜了秦谷倩 所以 他一直没有机会 去发展自己的天性 现在媳妇都是他的了 他这种脑子好使 自然是好好的研究了一夜 半夜 萧云亭打了水给他清洗 他都是迷迷糊糊的 这一觉 他真的是睡得很酸 很软 很累 第038章 小妈战斗力也报表 第038章小妈战斗力 也报表第二天早上 许诺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 窗外的阳光 已经非常的灼热 他懒懒的翻了一个身 发现全身上下酸痛 不能动弹 像是被人拆了虫组一般 许诺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他昨晚不应该那么放纵萧云亭的 起身 看了看自己的身上 处处都是吻痕 这男人心思倒是很细腻 知道他怕热 爱穿短袖 他露在外面的地方都没有吻痕 只有那些遮起来的部位 简直羞耻 特别是雪白的大腿上 那朵朵红梅相当的触目惊心 他听着外面没有动静 赶紧从空间里找了什么药 来涂一下 看能不能缓解 结果翻了半天 都没有 然后外面又传来了动静 他立即从空间里出来 萧云亭推开门 就见床上的许诺 一头青丝散落在脖梗两侧 巴掌大的肌肤上泛着丝蜜色 雪白的肌肤上全是他留下的痕迹 经过一夜情势渲染的许诺 像是饱满 泛着诱人之水的樱桃 那么的让人想要踩鞋 萧云亭轻轻地带上门 长臂一身 自然地把许诺搂到了怀里 许诺也不矫情 到他的怀里 直接圈着他 小声地嘀咕 云亭哥 你瞧瞧你干的好事 又疼 又丢人 一个一言人员 平时高冷 不苟言笑 他都没有想到 这些话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萧云亭的双眸泛上迷离 他哑声在他的耳机低语 诺诺 昨晚太疯了 妈那里 你不去了 了吗 我去给你弄饭 他说着 轻捋了他的发丝到耳后 手指细细地抹撒着他的脸颊 这该死的美 真是让他欲罢不能 甚至这会儿 那股冲动又再次涌上来了 许诺懒懒地勾着他脖子 嗯 呃 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 萧云亭说着 手指又从他的脸颊滑落 妈撒在了他的腰间 这盈盈一握 他用了一些 仿佛都要掐断的细腰 让他的眼尾泛红 大脑有些混沌 许诺感觉到 他的呼吸声 已经有些急了 可不想再给他折腾 从他的怀里出来 又躺回了床上 软诺诺地说 云亭哥 快去弄早饭吧 唉 刚沾情室的男人 好可怕 刚刚那眼神 好像又要 把他吃了 盈盈 他这只小白兔 好像招惹了大灰狼 他错了 真的错了 萧云亭那体力 真的是惊人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 他的时间非常的长 还有呢 嗯 尺寸也是数据报告上的佼佼者 而他 在他的面前 本来就娇娇小小的 他又刚沾着东西 不知轻重 这会许诺难受着 碰都不想让他碰 他要再来 他怕是要留阴影 特别是原主 这痛觉神经 特别敏感的身体 好在萧云亭 也是个自制力极强的人 瞧他一身的伤 他也没再乱来 转身去了灶屋 还捋了一把清水洗脸 让自己冷静一些 中午 放好了 萧云亭端到他的床前 还给了他一张纸 许诺看一眼 什么东西啊 你看看 许诺打开纸 在看到检讨二字时 他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萧云亭猛地站直了身体 敬了一个礼 然后开始念他的报告 字字铿锵有力 中气十足 而且检讨态度非常的诚恳 特别是那句 我管理自己的情绪不当 使爱人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 在此深深的检讨 同时做以下的改正 还一周两次 哈哈 许诺没有记错的话 他昨晚就三次 自然是加了第一次 可他还是想笑 趴在床上 笑得前扑后仰 滚来滚去 而老男人站在床前 阴沉着一张脸 有些吓人的模样 许诺立即止住不笑了 轻扯着衣角 模样娇娇羞羞地说 虽然你有些过分了 我今天也不太舒服 可这是正常的啊 人之常情 云亭哥 萧云亭知道 他是安慰他的 拿了饭说 我们先吃饭吧 嗯 那萧大哥 你不要再去想了 萧云亭严肃地点头 这男人 白天就是老实芭蕉 禁欲 严肃刻板的样子 到晚上 他感觉就撕了那老实的表皮 化成了恶狼 许诺是医生 自然知道 这是人之本能 也是身体所需 所以他不排斥 甚至不矫情 但这种事情 适当便可 不能纵于过度 伤身 吃过午饭 许诺就和杜萧云亭出门了 许诺换了一件蓝色的布垃圾 裙子包裹着他交好的身段 他走起路来 裙摆随着风帆飞如蝶 他与萧云亭站在一起 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而萧云亭的目光 时不时地掠过自家媳妇 目光里浮起一丝丝的警惕 但凡有人敢多看他媳妇一眼 他的目光 就会变得如寒冬腊月的冰斑了 许诺和萧云亭 到了萧妈这般 萧妈刚刚做好午饭 一看他俩来 满面的笑容 这么大热的天 过来做什么 饭菜我知道 让云北给你们送过来 许诺走到萧妈的跟前 打去 妈 你这样灌我 把我灌坏了 可怎么办 那不是招人嫉妒了 萧妈就喜欢闺女 而像许诺这样 漂亮的像花 嘴巴还甜的像糖的闺女 她更喜欢 恨不得供起来 你才进门 妈怪你一些 也是应该的 去屋里坐着 这灶屋热得很 跟蒸笼似的 萧妈把许诺往屋里推 许诺摇头 我想帮妈做点事情 做什么做 妈这里饭菜都做好了 萧妈看着萧云婷 萧云婷立即上前说 诺诺 你去堂屋 坐着吃西瓜 这里的事情交给我 妈 你也去吧 诺诺一个人 坐着也尴尬 萧妈笑眯了双眼 成 我也想不了你几天的福 确实几天后 萧云婷和许诺 就要动身归队 第039章 杀鸡杀出圣人气氛 第039章 杀鸡杀出圣人气氛 萧妈就拉着许诺的手 去了堂屋 萧云北已经把 古井礼宾挣过的西瓜切好了 看着许诺就招呼 嫂子 快过来吃西瓜 谢谢小店 她一夸萧云北 萧云北的脸就红 不好意思的往造屋 去帮萧云婷弄饭 萧妈忙拿了西瓜 就给许诺 许诺立即推给萧妈 妈 您吃 哪能让您一个长辈 照顾我这个小辈 我会折瘦的 萧妈满目的宠溺 你这孩子瞎讲解 这叫尊敬 也代表我对您的爱 哈哈 萧妈顿时笑得像花一样 这小媳妇 她太喜欢了 恨不得宝贝着 萧妈坐在桌前吃西瓜 目光没一开过许诺 不仅她的好袋喜欢 她喜欢这漂亮的闺女 诺诺呀 妈真想把你留在身边 许诺说 妈您不知道吧 马上要恢复高考了 到时候 小弟考到省城去 您也到省城来 这样 我就一直在您身边了 那不成 云亭分的房子那么窄 我去挤什么 有时间你就回来 妈照顾你 军区的条件 肯定不如了家里 萧妈看样子 不知道萧云亭 在省城搞了一套四合院 她不想说 肯定有她的原因 她便没有多嘴 许诺笑 那就到时候再说 吃过午饭 萧妈和萧云北 就去上工了 萧云亭也跟着云了 许诺也想去来着 被萧妈强制性的推了回去了 许诺想了想 也回了新房那边 到空间里做研究 难得家里没有人 她好久没有碰自己的研究了 竟然结婚太忙了 许诺在空间里 一待就是一下午 她在抬头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 而此时地理 萧云亭和萧云北 已经去镇上了 也不知道弄什么 地理就萧妈一个人 有大婶凑过来问 萧大姐 你那个新媳妇 怎么不来上工 萧妈你一眼婶子 冷漠地问 关你什么事 哎呀 萧大姐 你不要怪我多嘴 我和你说 新媳妇不能惯的 你要想她听话 给你做家务 你就得凶一些 把微信立好 萧妈瞪她一眼 关你屁事 有大姐 你看你多管闲事了吧 赖云亭媳妇 一看就是娇小姐 食指不沾阳春水 肩不能扛 手不能抬的 就算你想让她做 她怕也做不了 对呀对呀 你看天天穿个裙子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指不定心思 都花到自家男人 她的话没有说完 猛的萧妈凑上前 一巴掌抡了过去 贱蹄子 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 敢议论我家的新媳妇 挨了一巴掌 前大妈气鼓鼓地说 我说的 难怪不是事实吗 取个花瓶回去 有什么用 摆着好看吗 看看肚子就饱了吗 看看地里的公分 就有人转 这前大妈的嘴巴 还是不饶人 小妈彻底的恼怒了 抓了地上的一把土 就直接往前大妈的嘴里塞 气得前大妈 在旁边干呕了好一会儿 其他要嘀咕的大妈 瞬间不敢吭声了 小妈霸气十足地 看着那些长蛇妇 我家诺诺是高中生 村小学都要请她去当老师 我就想宠着她怎么呢 你们有本事 也娶个这么漂亮的高中生去 以后谁敢逼逼我诺诺一句 我就为谁吃土 这些大妈面服 心不服 各个暗地里翻白眼 话圈圈诅咒肖妈倒霉 早晚会新媳妇 吃得死死的 很快 村里都传开说 肖家取了个花瓶 肩不能扛 手不能抬 洗衣做饭那样的小事都做不了 气得肖妈想去撕了 这一个个的嘴 许诺倒没有听到里 她倒也不是懒 也想做家务来着 只是每天准点肖妈下工回来做饭 要不就是云北弟弟做 她晚上换了衣服就想洗 结果就给肖云婷抢了 她是想做什么 这刚碰上就给肖妈 云婷 云北弟弟抢了 许诺感觉自己在肖家 比在许家还贤 什么事都不让她做 她有些郁闷 所以这天她终于带到了机会 准备大显伸手了 虽然她做的不多 可一个人的独居生活 这些事情怎么可以不会做 所以她机智地提前了一个小时弄饭 正好今天又是肖妈的生日 许诺就准备杀一只鸡 给婆婆做个柴火鸡 她拿手术刀的 圆主这身子虽然弱了一些 可这些天她都在循序渐进地锻炼 所以现在杀一只鸡完全地没有问题 许诺提着鸡到院门口 正准备杀的时候 正好前大妈路过 看着她问 哟 云婷媳妇 你准备杀鸡啊 许诺看着前大妈 嗯一声 笑了笑 研究着准备从哪里下手 可以让她的痛苦少一些 血可以流得更干净 鸡血味道也不错 这年代节约 所以一滴血 她都不想浪费了 钱大妈的打去 云婷媳妇 你会杀鸡吗 你不要被鸡欺负了 她这话里全是嘲讽 脸上也是掩饰不住的计较 前两天 小妈打了她 她得找回厂子来 许诺闻声 清明眉 看着钱大妈说 谁说我不会杀鸡 嘿 婶子 就这样随便说说 你不要往心里去 你看看娇滴滴的 在家里也不做一点家务 这不婶子就认为你 钱大妈的话未落 然后就见许诺高高的扬起菜刀 她的腿一哆嗦 话风一转 婶子好像还有 是 她的话未落 许诺看她的眼神 就冷得害人 她看着她 刀却往鸡脖子去 吃的一声 鸡挣扎了两下 心红的血 鼓鼓而出 而且一滴都没往外面躺去 钱大妈的身子一哆嗦 这云婷媳妇的眼神 怎么那么害人 明明在杀鸡 怎么好像要杀她似的 而且 她这杀鸡的手法 好奇怪 用得着搞那么多虚的 杀鸡不盯着手上 还盯着她 那刀好像也要挥她身上去了 钱大妈没敢再看了 撒腿就跑往家里跑了 真是吓人 这云婷媳妇 不是娇滴滴的 怎么 都是假的呀 可她有些不幸 从自家院门偷偷的看去 见许诺已经拔光了鸡毛 手起刀落 一下子就把鸡开膛了 而且手麻利的取了里面的内脏 生火烧鸡身上的细绒毛 这这 她家那小闺女都不敢杀鸡 这萧家的小媳妇杀个鸡 眼睛都不眨一下 简直不可思议 而许诺杀鸡被很多人看到了 这些闲得慌的大妈 没办法再说她娇滴滴 不干家务 就开始说她败家 哎呦 这小媳妇太败家了 这天天杀一只鸡吃 这鸡还不够她吃的 可不就是 这老萧家早晚要给她吃穷 对 一点也不勤俭持家 这都是棉花村大队长给惯的 所以说 这大队长的女儿有什么好 败家玩意儿 这些酸话一查接一查 每天是层出不穷 小妈也不觉得累 听到一回 就揍一回 第零四零章 绿树带风帆脆浪 小妈和许妈 不愧是好姐妹 这战斗力一样的棒 转头想想 她要不厉害 孤儿寡母的 怎么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村里的人都是势利 你过得好了 嫉妒你 酸你 你过得不好了 就嘲笑你穷 嫌弃你给村里拖了后腿 反正咋都有话说 许诺每日都不怎么出门 自然不知道 外面的怎么传呢 杀完鸡 他就回屋堕鸡了 他有强迫症 而且他拿手术刀 手上的力道也不小 一个鸡被他 砍得大大小小 方方正正 整整齐齐的 萧云北进门 就看到这一幕 嫂子 这是你砍的鸡 许诺恩一声 你不信呀 我砍给你看呀 说着他挥起了 萧云北就看到 那鸡块在他的手上 变成了方方正正的鸡块 他的嫂子 很不一样 看着娇滴滴的 食指不沾阳春 结果 力气大着了 萧云北见许诺 把鸡砍好了 就说 嫂子 我来坐吧 你去休息 许诺逆他一眼 冷声说 今天是妈的生日 我来做饭 你去帮他上工 让他早点回来休息 这 萧云北也不好意思和他挤 便又回到了地里 今天是妈的生日 所以他也想的是 早点回来帮妈做一顿饭 结果嫂子抢了先 她能做啥呢 萧云北一时间难上了 许诺一个在家里 就开始忙活上了 带到一家子回来的时候 许诺已经坐了一桌子 萧云婷不可思议的 看着桌面上的菜 诺诺 全是你做的 许诺得意的抬了抬下巴 你觉得呢 萧云婷看着那个兽桃一样 造型的包子 这个也是 对 萧马眼睛都看直了 诺诺 这怎么做的 许诺笑 里面包的是红豆沙 我见家里有红豆 我就把红豆煮得软烂 加糖制成红豆沙 然后用白面包的 拿牙签捏了一个 这样的桃子形状 上面的粉色是可以食用的 它从空间里拿的 这是人工色素 可食用的 这瘦桃是最大的亮点 其他的菜都是绿叶 趁着瘦桃这朵红花 许诺拿鸡杂加酸菜 爆炒了一个鸡杂 拿鸡骨架 炖了一个蘑菇鸡汤 再炒鸡胸肉 炒了一个公报鸡丁 里面加上花生米 再拿其他鸡肉 整了一个柴火鸡 里面加了土豆 豆角 还有一些泡菜 上面还加了一些二合面花卷 花卷吸了鸡肉的汤汁 香到舌头都要香掉了 萧妈满面的不可思议 诺诺啊 我的好诺诺 妈妈这个生日 过得最开心了 妈妈太感动了 许诺笑眯眯的 拿了一个兽桃递给萧妈 妈 感谢您养了这么好的云婷哥 往后我会和云婷哥一起孝顺您 我们夫妻祝您生日快乐 兽比南山 福如东海 萧妈接过兽桃 感动到眼眶微红 好好 我的好闺女 我的好儿子 萧云婷转身从椅子上 拿出一个纸包 妈 这是我给您的礼物 没有诺诺的礼物好 可也是我的一片心意 您收着 她说着 打开了 是一件成衣 这辈子 萧妈为了他们俩 没有穿过一件好衣服 所以 她替她买了一件好的成衣 面料特别的好 萧云被眼眶都红了 嫂子和哥哥 都送了这么好的礼物 她的却 有些难以拿出手了 她有些哽咽地说 妈 您辛苦了 儿子也没有什么 拿得出手的好东西 所以亲手摘了一些野花给您 愿您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我向您保证 会好好上学 好好赚钱 供您一养天年 好 都怪 都好 萧妈的泪水 已经忍不住了 妈这命真的很好了 你们俩从小就不让妈操什么心 乖巧又懂事 七岁就开始帮忙 赚公分 都嫉妒妈 有你们这样的好儿子 好闺女 在外面说 那些酸话 你们都不能往心里听了去 知道不 萧妈生怕听了进去 搞得一家子不和睦 萧云北孝 他们都是极度大哥能干 更极度大嫂漂亮 还有文化 我才不会听他们的话 乖孩子 夜里高兴 萧云婷拿了酒出来 和老妈小酌了一杯 萧云北也喝了几口 到底是萧家的男儿 辣得他直皱眉 也没有说什么 回到新房里 许诺给萧云婷倒了一杯 让他解解酒 萧云婷却推开他的手 我没醉 媳妇 我知道你没醉 可是有味儿 喝两口去去玩 许诺说着 把杯子捧到萧云婷的身边 萧云婷捧着花杯 有些期待的看着许诺 媳妇你让我去玩 是不是 晚上我可以睡床上了 结婚三天了 除了第一晚 往后的两天都睡的地铺 许诺轻瞪他一眼 可以 但是说好 慢一点 轻一点 很疼的 萧云婷重重的点头 忙把手里的茶喝光 然后就去洗澡了 许诺早就洗漱完毕了 便躺在了床上 他得适应萧云婷 不能一直逃避 虽然第一晚 真的让他有些痛不欲生 可也清楚 这种事情是要沟通 互相适应的 萧云婷急匆匆的洗完澡进屋 诺诺 死男人已经响入飞飞 声音都嘶哑了 熄了灯 两人就钻进了被窝里 这回萧云婷很清醒 很是小心翼翼 没一会儿 两人就渐入了家境 绿树带风帆脆浪 红花冒雨透芳心 这大抵便是人间美好 时间仍然 转眼就要踏上去往省城的日子 前一天 萧云婷和许诺 去看了许骂 他进门 大虎和小虎就扑了过来 紧紧地抱着他 小姑姑 好想你 你可算是回来了 许诺立即把手里的饼干 还有奶糖 给了两只小崽子 然后看着屋檐下的许妈和许爸 眼眶微红 妈 我回来了 许妈一声 立即上前 把两只小的扒拉开 拉着他的闺女进了门 萧云婷反应慢一拍的喊爸妈 结果许爸和许妈 根本不搭理他 还是大虎和小虎过来 喊了一声小姑父 然后把他往屋里拉 萧云婷这才尴尬地进了门 然后立即把袋子打开 往外面拿卖乳筋 还有饼干 大白兔奶糖 成衣 爸 妈 这是我和诺诺 给你们买的一些东西 明儿个九点的火车 我们就要去省城了 萧云婷有些小小的紧张 毕竟许爸 许妈不待见他 所以他有些小心 许爸的脸色谎和了一分 点了点头说 明儿个我们去送你 到了省城 你好好地照顾诺诺 你要敢欺负他 我让老二打断你的骨头 听到没有